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大的就是班若部 佛说 班若经 在说法四十九年之中 是遵用了二十二年的时间来讲班若 由此可知 班若是整个佛法的中心 佛说班若 前后一共有十六绘 中文译本 大班若经 有六百卷 听说西藏文中有千卷之多 由此可知 这样大部的经典 读诵已经相当困难 何况受持演说 正因此 世尊特别在第九会由博而约 特别宣说 金刚班若波罗蜜经 这一部经在中国前后有七种译本 流通最广的就是罗石大师的译本 罗石大师把它翻成一卷 又加上未一一小段 将来我们在经本里面会读到的 总共只有五千八百三十七个字 要用现代人的看法 这不算是一篇很长的文章 不到六千字 不但班若的精华 班若的宗旨 只竟在此经之中 我们得到这一卷 可以说整个的佛法都在自己掌握之中 这一卷经是班若的纲要 班若是一切佛法的总纲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必须通达一切佛法 然后才真正可以说通达 金刚班若波罗蜜经 为什么 古人有个比喻 因网乃的纲 这个比喻是说打鱼的鱼网 总纲就是网的头 因网你才能够抓到纲领 可是网与纲的关系非常密切 实实在在分不开 换句话说 必须要对金刚班若波罗蜜经 一去伸解 而后一切佛法才能够头头试到 左右逢源 为什么 刚举责目张固 这是说明它是互为因缘 就是佛法的纲要与整个佛法的关系 这一卷经既然 我来说明银行 那么多久 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在我之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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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这个地方我们也能看到 由于经典流通的广 读诵的人多 这是我们国家的国民的佛护念加持 这也是必然的事实 这一次我们采取的经本是江卫农居士教证本 跟一般流通本稍稍有一些不一样 在此的我必须要向诸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江居士一身读诵 受持 为人演说 他根据敦煌时事的写经及古大德著书十几种 一个字一个字 一句一句的来教对 这样才定政权经的经文 可以说现代我们所看到各种 金刚经的本子 这个本子是最好的版本 诸位可以参考江卫农居士 金刚经讲义 的教堪记 我们这一次印诵诸位的本子 后面都附教堪记 看了之后 你就晓得他这个本子跟一般本子不一样的地方 过去台中联社 李炳南老居士讲经教学 都采用江卫农居士的教证本 我过去跟随李老师学习 金刚经 也讲过好几遍 晚近在各个地方专红净土 所以这部经大概总有十几 二十年没有讲了 但是在二十年之前 曾经讲过几遍 也是依据江居士的教证本 江卫农居士 我们顺便在此的跟诸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他出生在民国前四十年 说中国年代大家概念比较模糊 我们说公元 他出生在公元1872年 他的祖籍是江苏江宁 江宁距离南京很近 在南京附近 因为他的祖父在湖北做官 所以全家就迁移到湖北去 小时候 他跟他的祖父 祖父每天读诵 金刚经 所以他从小就读 金刚经 读得很熟 于是一直到他一生 一生每天读 金刚经 都没有缺失过 在忙的时间 他都要把经读一遍 光绪二十八年 就是一九零二年 他三十岁中了举人 举人是那时候的公民 中举人之后就可以做官 他对于官场兴趣不浓厚 也就是对于公民相当的淡薄 在这个时候 他的夫人过世了 这个对他学佛也是一个增上缘 他感到世间无常 对于学佛就更认真 更努力了 民国七年 1918年 正式归依佛门 依止禅宗大德为君和尚位老师 受菩萨界 这是他在1918年的时候 同时清净地贤老法师 这是天台宗一代的大德 听老法师讲 圆绝经每天听讲都写笔记 写了之后第二天就给老法师看 请老法师给他印证 以后这个书就出来了 叫 圆绝经清文记 这个书流通得很广 想必有不少童修建过 圆绝经清文记 就是将为农居室写的 同一年他又接受教育部的邀请 替教育部整理教队 在敦煌石窟里面发现的血经 唐朝时候人血经一共有八千多卷 他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来整理教队 这对他等于说是一个深入经藏的大好机缘 民国十年 就是1921年 在前一年他办了一个 佛经流通处 印经流通佛法 从事于弘法立身的事业 1921年他请帝贤老法师讲 大臣指官 也是每一堂都写笔记 他是很用心而且费了很长的时间把笔记 整理出来 请帝贤老法师教证过 这就是现在诸位看到的 大臣指官数记 虽然是帝贤老法师讲的 老法师很客气 里面很多重要的发挥几乎都是将为农居士 他的心得 他的领悟 体会 帝贤老法师说 这不应该用我的名字 用你的名字才对 学生当然一切都归功于老师 实际上 大臣指官数记 是他写的 1930年 他将 大臣指官数记 讲了一遍差不多讲了一年多才讲圆满 民国23年 也就是1934年7月 在上海 省心联社 讲 金刚经 可以说老居士在晚年完全成熟气入境界了 我们佛门里面讲的 性 解 行 正 他真正的正入 金刚三昧 讲这不经 因为晚年体弱多病 一个星期讲两次 从1934年7月到第二年的9月 这不经讲圆满 他宣说 金刚经 确确实实有许多地方是古大的著书里面我们没有见到的 真的是有读到的见解 有超越古人之处 譬如在经的一开端 他告诉我们 世尊往往说一切重要的大臣经典 都以放光 献瑞来发起 像我们过去在此的讲的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发起的因缘非常稀有殊胜 唯独 金刚般若 金刚般若 是整个大藏的精药 而发起在穿衣吃饭 入舍位大臣起时 这样发起的 这个用意非常之深 世尊表演给我们看 至高无上的佛法 究竟圆满的智慧 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没有离开生活 换句话说 将居士为我们点破 学佛是学什么 佛菩萨生活在 究竟圆满智慧之中 表演给我们看 我们凡夫很可怜 一天到晚生活在妄想 烦恼之中 苦不堪言 我们要学佛 如何把我们从妄想 烦恼的生活里面突破 也要像诸佛如来 像大菩萨一样 生活在究竟圆满的智慧之中 这才得到真实的受用 我们这一回也不要辜负将居士给我们的启示 当然更不能辜负诸佛菩萨的加持 希望在这一回当中 得到真实的受用 这是他说经善巧之处 通行本 金刚经 前后两周问答 经文上都做 云和印注 在一般的本字 多半用招明太子的三十二分 前十六分是前半部 后十六分是后半部 诸位仔细看经文 你就晓得 将居士根据敦煌的写经 根据唐朝以前的古著来教对 发现前后句子不一样 四个字完全相同 组合不相同 前半部是 印云和注 后半部是 云和印注 意思不一样 句子字一颠倒 意思完全不相同 他为我们说明 前面问 印云和注 就是我们的心应该注在哪里 这个意思是这样的 口气是这样的 应该注在什么地方 这是问 发菩提心要怎样安注 才能够叫心神集中 不至于分散 这明明是为出发大心人所说的 而后半部是讲 云和印注 云和 是为什么要这样注 这个意思当然不一样 意思确实是不相同 前面世尊解释的很多 教我们 离一切香 发菩提心 于是乎不能没有这一问 既然说要 离一切香 发菩提心 菩提心 菩提心 为什么单独 他硬住 如果要是不住 菩提心也没有了 后面这一问 发菩提心 那个人是不是 住在发菩提心上 一问在这个地方 不住菩提心 不住菩提心上 那就不发心 那就没得发 究竟是怎样 是怎样降伏其心 问的意思 在这个地方 换句话说 这是为已经发心 已经修行人而说的 像这样深入发明 古大的著书没有见过 他对于金刚经的妙意 发挥的精彩 透彻像这样地方很多很多 这是我们在讲义里面能看到的 他的讲义写得非常详细 介绍的这些文字 都在将居士传记里面 在讲义续文里面写得很清楚 将居士民国27年 1938年5月18日往生 他往生的时候 自己告诉大众 金光辩照 佛来接引 这是决定往生的 他看到佛 看到佛光 最后的遗言 劝导大众 修持以 普贤行愿品 为罪要 将居士一生所标榜的是 教宗般若 行在弥陀 他是念佛往生 这位大德可以说是清末明初 在家学佛成就最殊胜的 是我们很好的榜样 他在 金刚经 真正用功夫 大概有四十多年 小时候会念不懂意思 那个不算 到他真正下功夫研究 四十年的时间 将 金刚经 整理一个完善的本子 他的功德不在下联居之下 下联居为我们整理一个 无量寿经 会几本 他以十几种版本来教堪 定正一个最好的最完整的 金刚经的本子 这都说明我们这一代学佛的人有福报 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大德来给我们选择版本 这是前面简单介绍的话 底下请看 讲义 金刚经讲义 很长 现代的人喜欢简单 怕麻烦 这一次讲经 我们的讲义 也印了三千册 恐怕 讲义 大家不愿意读 分量太大 于是我用一点时间 把讲义 里面精彩的部分节录下来 写了节要 金刚经讲义节要 里面的内容都是将居士所说的 节要 的分量 大概还不到 讲义 的十分之一 请看 金刚经讲义节要 第一面第一行 刚要 刚要就是一般经里面的悬意 将居士也是采取天台的五重悬意 一 大臣以自度度他为本 自度度他以六度为本 六度以班若为本 这是说明班若不在整个佛法里面 他所占的地位 他的重要性 我们学佛 听经 首先要问问自己 我为什么学佛 为什么要来听经 首先要把我们的目标 方向找清楚 决定不能够含糊龙统 这样才能得到佛法真正的受用 学佛 有一些人是为升官 发财 平安 长寿 为这些学佛 得到的利益太少太少 实际上 实际上要是为这个目标 不学佛也能够得到 学佛是经上讲的 自度度他 什么叫做度 度是个比喻 像过河 从这个岸我们做个小船度到那一边 度跟三点水的度是一个意思 我们这一边这个岸是生死是轮回是烦恼 我们要从这个岸度到诸佛菩萨永远没有生死 没有轮回得真正自在快乐的彼岸 这是我们学佛的目的 换句话说 如果要不把目的定在了生死 超越轮回 我们这一生学佛就一定空过 那才叫真可惜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不能不清楚的 诸位同修今天能够在讲堂座上两个终点 世尊在无量寿经上讲过 在《金刚经》里面也讲过 不是凡人 不是普通人 都是过去生中 曾经清静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 都是善根福得无比深厚 你才能欢欢喜喜在这里坐上两个小时 你要不相信 外头马路上走的人 你叫他来坐 看他坐得住 坐不住 他坐五分钟 他就要跑了 他就坐不住了 我们要问 既然无量节来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 为什么今天还落到这个地步 还当一个苦恼众生 这不能不问问自己 那就是生生世世学佛 都没有下定决心要了生死 要出三界 没下这个决心 由此可知 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 无论你修学哪一个宗派 修得再好 要是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都不能算成就 为什么说不能算成就 想想我们现在这个状况就明了了 我们无量节供养诸佛如来 岂不是生生世世在修行 修成这个样子 所以说不能算是有成就 但是要想在一生当中有成就 一定要求生净土 江卫农居士自己虽然是一生研究 金刚经 讲解 金刚经 他是念佛求生净土的 去年我们佛妻圆满 这一边有一位同修 台湾也有两位同修 他们来找我 希望我把金刚经能再讲一遍 我听了之后 我觉得也好 什么原因 我这么多年专讲净土 不想再讲别的经都放下了 为什么这一次又把金刚经提出来 看到许许多多念佛的同修功夫不得力 为什么不得力 第一是看不破 第二是放不下 虽然念佛 怕不能往生 又空过了这一生 想想 金刚经 不错 金刚经 讲一遍 帮助我们看破 帮助我们放下 真的看破放下 自然就老实念佛 所以我们讲 金刚经 目的在此地 这个目的要搞清楚 帮助我们看破 放下 老实念佛 要晓得自度一定要了生死 出三界 换句话说 凡夫我们只当这一生 来生要做菩萨 决定不做凡夫 这才叫做自度 自度 我们也要帮助别人 自度度 他一定要修六度 本经特别侧重在六度 六度变成我们日常的生活行为 六度是菩萨行 佛法的殊胜处 就在自己本位上 就在自己本身的行业之中 就修六度万行 就修菩萨道 就成佛了 任何一个行业 都是菩萨行 都是菩萨道 金刚经 为我们说出理论 方法 而 华严经 末后一品 普贤行愿品 我们一般人也称 四十华严 这里面最著名的善才童子 五十三参 是五十三尊佛 五十三位善知识是佛 在 金刚经 里面称 诸佛如来 那是诸佛 他们所示现的有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 都在本行 没有改行 都在自己平常生活环境之中 他就懂得怎样修六度万行 怎样修菩萨道 怎样学普贤行 一生圆满成就 金刚经 讲的是理论 方法 四十华严 是诸佛菩萨做榜样给我们看 把它表演出来 金刚般若 根 华严 是一不是二 所以理论 方法的要领在这部经上 世尊一开端 他不用放光 现瑞来发起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表演给我们看 看看诸佛菩萨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要向他学习 这就是自度度他以六度为本 六度是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 六度以般若为主 换句话说 就是佛教导我们 希望我们能够生活在究竟圆满智慧之中 那就是佛 就成了菩萨 二 般若是无量意 性体空计 我法俱浅 情直进空 得无所得 般若 是智慧 里面含无量意 这是真实的无量 般若之体是 空 是 计 空不当作 无 讲 为什么叫他做 空 因为他没有形象 我们眼睛看不见 他没有音声 我们耳朵听不见 他不是形体 我们摸不到 不但摸不到 我们起心动念去想也想不到 他有 他不是没有 他真有 就用 空 字来形容 他的体是 空 即 就是定的意思 清静的意思 丝毫都不染 一成不染 不但里面没有 我也没有 法 就像禅宗六祖会能大师所说的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本来无一物 这句话说的非常之好 本来无一物 就是 我 法 两边都离开了 离就是不执着 也就是 金刚经 离 不住 的意思 应摸锁住 是不住的意思 浅 是放下 舍弃 晴直 净空 晴 是起心动念 贪甜吃 那就是很严重的 晴直 维系的 晴是 动念 起心动念 是维系的 晴 贪甜吃 太粗了 太粗浅了 直 是执着 这两个字 实际上就是 世尊在 华言经 上所说的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香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正的 情是妄想 直就是执着 可见得 情直 就是妄想跟执着 妄想执着去掉了 自信就恢复 就是禅家讲的 明心见性 所以为什么要把情直放下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今天变成凡夫 在生死轮回受这样的苦 就是情直不肯放下 为什么不肯放下 没搞清楚 不知道它是什么事情 其实情直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佛在这部经上讲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情直也是虚妄 不是真的 但是你把假的当作 真的 坚固的执着 这个亏吃大了 的无所得 佛 的无所得 菩萨 的无所得 是问问 我们有没有的 我们还是的无所得 你自己以为有的 错了 那才真正叫情直 是迷惑颠倒 的无所得 是真的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觉悟 身知诸法原生 未见本性 逐香而转 迷而不觉 身知 身是众生 众生的知见 众生以为 诸法原生 这是佛常讲的 佛不讲众生也发现了 现在西方很多科学家发现一切法是原生的 他们将一切的物质分成分子 原子 电子 粒子 晓得这个东西是因缘生法 它不叫因缘 但是跟佛法因缘讲的是一个意思 它懂的 但是 未见本性 近代的科学家比上一代要进步很多 譬如近代的科学家晓得根本没有物质存在 物质的现象是什么 爱因斯坦认为是 厂 厂是什么 中国人翻作 厂 是能量集中而产生的一个现象 也有科学家说这是一切物像波动的现象 这些说法跟我们佛法相当接近 佛在大乘经里面告诉我们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 为实 经论说 一念不觉 而有无明 无明就是妄想 无明不觉 生三系 境界未原长六粗 发展为实法界一正庄严 物质是从无而有的 换句话说 有 是从 空 里面变现出来的 它的体是空气的 所以 有 不是真有 有 叫幻有 在佛法里面叫 妙有 而不是真的有这个东西 科学家虽然讲到 场 讲到波动 还没有见性 还是凡夫之见 凡夫 竹香而转 迷而不觉 这就苦 所以他没有办法超越轮回 这个轮回的界限很难突破 佛之原生性空 有即非有 当体即空 绝而不迷 佛知道 佛之原生性空 他见性了 他知道一切现象 原生的现象 体是空的 没有自信 所以 有即非有 有根非有 是亦不是二 心经 上常讲 色即是空 色是色相 是物质 它就是空 不是说色等于空 不是的 本身就是空 当体即空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这个话很难懂 你要真正懂得 那你就很自在 就很快乐 你好多烦恼都没有了 我们没有法子 还用比喻来说 金刚经 最后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 一切有位法 如梦幻泡影 佛举这个比喻 教我们观想 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 两个人睡在一起 个人做个人的梦 同床一梦 两个人没有做一样的梦 当你做梦的时候 如果你是学佛的 学佛学久了 佛法的印象比较深刻 在梦中忽然想到 我现在在做梦 梦里那些现象 问问是不是当体即空 确实 拿 心经 上一段话 色即是空 梦即是空 空即是梦 空跟梦是一不是二 你从这里去体会 真的 常常这样子想 这样观察 然后再看看我们 现前这个花花世界 一切众生 就跟做梦没有两样 一样的 一切万法 当体即空 有即非有 有跟非有 空跟有 是一不是二 我们今天在佛法里 最难明了的 就是把色跟空 看作两桩事情 两个怎么合都合不来 不晓得它根本就是一桩事情 不是两桩事情 金刚经 里面发挥这个道理的经文很多很多 所以要晓得当体即空 当体即空 你就不迷 你就不会随着境界去转 换句话说 不会受外面环境的诱惑 因为外面境界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你就不会受它欺骗 不会为它所转 换句话说 不会去为它做牛 做马 做奴才 世间人真是可怜 佛眼看到 可怜悯者 都在那里做梦 在梦中造业 苦不堪言 佛跟众生 对于宇宙人生真相觉悟不一样 所以众生在迷 佛觉悟 三 因迷而成六道 因悟而有三圣 六道轮回 从哪里来的 迷来的 迷了这就有六道 为什么会有六道 迷有浅深不一样 迷的浅一点是天人 天上还有天 天有二十八层 迷的轻的在天 迷的重的就往下堕落 最重的就是地狱 六道里面都是迷 觉悟也有究竟 不究竟 换句话说 觉悟功夫也有浅深不一样 究竟圆满觉悟的 那是佛 少分觉悟的是身闻 圆觉 菩萨 觉悟一成比一成高 不圆满 所以觉悟有三圣 这就说明 十法界是怎么来的 佛常讲 十法界是 依迷雾浅深不相同 而说三圣六道 三圣是身闻 圆觉 菩萨 四 本经刚要浅除妄想执着 念佛尽心之书要 本经的目的非常显明 是帮助我们破妄想 去执着 这就是前面讲的情直 情直要是破除 念佛就不难 功夫就很容易得力 我们常讲功夫成片 是一心不乱 理一心不乱 都不难达到 底下我们会解释这两句 列一个简单的表解 无始无明 妄想分别心能变境界 使法界依正庄严 执着我执 烦恼障 法执 所知障 什么叫无明 无明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我们完全不明了 这叫无明 诸位要知道 宇宙人生真相 我们本来是明了的 本来是明了的 现在不明了了 现在就无明了 我想一定有同修会起疑问 本来我们明了 为什么会不明了 几时我们不明了的 现在我们依照佛法来修行 把无明破了 我们又恢复明了 恢复明了之后 会不会哪一天又不明了 总有人会有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在佛法里面 叫做根本大问 可见的不是小问题 根本的大问 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 妇罗那尊者就提出这个问题 他听说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众生本来都是佛 既然成佛 本来是佛 为什么会迷了当凡夫 几时迷的 现在修行成佛之后 将来会不会再迷 会不会再当凡夫 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在此的不解答 诸位要想明了 在 冷言经 第四卷 妇罗那尊者问 释迦牟尼佛答复 你看看他老人家怎么解释的 你去好好的读那一段经文 看看会不会开悟 开悟 那你就成佛了 无名无始 无始这两个字非常妙 无始不是说很久很久以前 说不出时间 这个话不能这样说 怎么会说不出 无始就是没有开始 你要不相信 我问你一个很浅显的问题 你能不能答得出来 你晚上做梦 你是几点 几分 几秒开始做梦的 这是很近的问题 你连这个问题都答不出来 那就不要问了 梦也是无始 为什么 心里头本来没有梦 梦哪有开始 有始有终 他就真有这个事情 既然当体极空 你怎么能说它是个事实 无始 彻底就是假的 他根本就没有这个事实 哪里有开始 有始有终是真的 真有其事 那才叫有始有终 无始的生意 就像一个缘一样 一个缘 你说哪个地方是起点 从哪里开始 缘没有开始 因此破无明就不难 无明真有开始 真有结束的话 那我们怎能破得了 那修行还能有成就吗 正因为他无始 所以只要你心清静 不再执着 不再去想他 无明就断了 就没有了 无明里面有两个现象 一个是妄想 一个是执着 这就是刚才我举的 华言经 上 但以妄想执着 而不能正的 妄想是什么 分别心 执着是 我执 跟 法执 执着可以分为 这两大类 一个是执着 这个身是我 执着能思维 能想象 思想 见解是我 金刚经 上讲的 我见 我相 所有一切烦恼 都是从这里生的 我执演变就是 烦恼障 法执是认为 以为 都是误会 误以为 所有一切法 也是真正存在 不知道一切法 也是当体即空 不晓得 于是就变成 所知障 所知是你应该知道的 本来知道的 现在不知道了 现在这个障碍障住了 就不知道了 这叫所知障 有这两种执着 就成了六道轮回 或 业 苦 就是轮回的现象 两种障 这是迷惑 迷惑就造业 造业就有果报 苦就是果报 六道轮回是果报 受果报的时候 又迷惑 迷惑又造业 造业在受报 这就是轮回的现象 从这个现象里面 诸位要知道 我们来生会不会 比这一生更好 你们想想会不会 越迷越深 造业越造越重 所以后来的果报 是愈来愈苦 六道里头住 不得 太苦了 一世不如一世 这是事实 所以觉悟的人 明白的人 要下定决心 要下定决心 在这一生当中 决定要超越六道轮回 妄想是分别心 能变境界 佛在大成经上常讲 一切法从心响身 所以使法界一正庄严 就是从心响身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真正能够体会 佛教导我们的方法 自然就相信 不会怀疑了 为什么 从心想身 想佛就变成佛 就是佛法界 所以佛教我们念佛 念佛是什么 把这个观念转变 我们现在的念头 是在念三恶道 念三恶道将来的果报 是地狱 恶鬼 畜生 苦不堪言 假如我们现在念头转一转 我们念佛 念佛将来就做佛 念菩萨就做菩萨 念什么就变什么境界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连做梦都如此 所谓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你那个情質很深的话 晚上他也会做梦 梦境现前 这个证明佛讲的没错 我们现在每天晚上做梦都梦不到佛 什么原因 佛这个念头太淡薄 这个印象不够深刻 晚上做梦都梦见妖魔鬼怪 这说明妖魔鬼怪 那个观念太深刻了 为什么 眼睛所看的都是妖魔鬼怪 你看电视 电视是妖魔鬼怪 报纸杂志全是妖魔鬼怪 所以晚上做梦就是乱七八糟的 能够把佛所讲的东西 在生活当中体验 证实 然后才知道佛讲的方法正确 只要我们一心专念 就能变境界 情指我见 实为爱根 这一句话要牢牢的记住 为什么 佛在经上常说 爱不重不生缩婆 缩婆就是六道轮回 爱不重不入轮回 入道轮回 爱很重 不是好事情 一定要觉悟 爱根不除 心何由敬 贪 甜 吃 慢都是从爱里面生的 这个根要是不拔掉 你的心不能清净 心不清净就不能生净土 我们念佛 念佛为什么 要念清净心 无量寿经 上讲得很清楚 经题上给我们标示出修行的总纲领事 清净 平等 绝 而我们的功夫就在清净上 心净则佛土 净 往生西方极乐 世界要靠清净心 清净心就变清净佛土 是这么个道理 如果心不清净 口里面念阿弥陀佛 没用 一天念十万身佛号 心里头还有贪甜吃慢 古人讲得很好 喊破喉咙也枉然 一点都不错 所以我们念佛就是要恢复清净心 用佛这一念 把我们九法界那个念头 都把它转变成佛的念头 这才叫念佛人 五 班若是自信本具 政治无上正等正觉 照见事实真相 此即佛知之见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班若是佛法的精华 我们不能把它看作太深太玄 好像高不可攀 那你就把它看错了 是我们的自信 自信就是自信 自己的真心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 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很好 何其自信 本来清净 何其自信 本来具足 这是什么 就是佛在经上常常讲的 无上正等正觉 梵文称为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是我们真心本性里头 本来具足的 不是从外面来的 学佛首先要知道这个事实 我们学佛没有别的 恢复自己本性而已 照见是实真相 此即佛知之见 法华经 上说 入佛之见 就是这个意思 唯有自信里面真正智慧现前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明了了 这叫 照见 可见他不是分别见 不是妄想见 他是照见 像明镜 像镜子照付一样 照得清清楚楚 六 老实念佛 则能一心不乱 若不断世间一切染缘 攀缘不息 何能老实 老实可贵 老实很不容易 由此可知 我们从无量劫来 虽然多劫常识共佛修行 可惜从来没有老实过 所以落到今天这个样子 如果老实早就成就了 早就出三界了 没出得了三界 不老实 为什么不老实 攀缘 这就是常讲的放不下 这样也贪 那样也爱 这就坏了 坏在这里 又想要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地方经营财宝 又不肯放下 那怎么行 所以才搞得这个地步 所以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 没有别的 老实 老实就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为什么放下 因为这个身心世界都是因缘所生 都不是真的 正是经上所说 当体即空 所以佛教给我们放下是正确的 放下是真实智慧 不肯放下还有贪恋 这就是情直 这就是迷惑 本经就是帮助我们看破 放下 这是班若的总纲领 我们介绍到此地 经题 本经的经题 金刚班若波罗蜜 这七个字是别题 后面 经 字是通题 经题七个字可以分为三段 一 金刚 雾明 金中之经 最坚最利 能坏一切物 一切物不能坏 又金刚宝光明 能照数十里 欲般若正智 能破烦恼重障 彻见一切烦情妄乡 照破无明 金刚是雾明 金中之经 就是金中的精华 金中最精之物 称之为金刚 最坚最利 能坏一切物 一切物不能坏 这是先说明这个物质 它的名字叫金刚 因为在一切物质里面 它最坚固 最锋利 一切物不能够破坏它 它能破坏一切物 它比其他的五金都要坚固 金刚宝光明 能照数十里 这是稀有之宝物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已经见不到 许许多多的宝藏 我们都见不到了 为什么见不到 众生福泊 一切众生福泊 大的时候 这些许许多多的珍宝 都自然出现 实在讲 这也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一报随着正报转 一报就是我们生活环境 随着正报 福报的大小 福报大的自然七报 现前 福报没有了 七报就不见了 就隐没了 这都是新转境界 证明佛在经上 所讲的这些原理是真实的 因此 因此是遵用这个来比喻 预斑弱智慧 预斑弱政治 能破烦恼重账 这是取他尖利 锋利能破烦恼 彻见一切烦情妄想 这是比喻他的光明 能够照破无名 照破无名 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就完全见到了 所以用金刚来做比喻 金刚的特性是 坚固 锋利 光明 三个特性 比喻斑弱 二 斑弱 是泛语 意味自信本具之正治 所谓佛之之见 就理体约觉性 又名识相斑弱 就作用约正治 即观照斑弱 体用意如 绝照意体 顾皆明斑弱 佛为一切众生 开示大臣 使令误入者 明文字斑弱 斑弱 是泛语 这是因译过来的 它的意思就是智慧 我们不把它翻成智慧 还用斑弱 这在从前翻译体力里面 叫做尊重不翻 对这个名词尊重 所以用因译 再加以解释 意味自信本具之正治 所谓佛之之见 佛与大菩萨 对于宇宙人生 一切事理 因果 他们看得非常清楚 非常明了 这种能力就叫做 般若正治 就理体约觉性 般若之体就是觉性 觉性就是真如本性 本性 本能就有觉的意思 自觉觉它 觉醒圆满 又名识相般若 识是真实 决定不是虚妄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般若是真实的 般若不是虚妄的 这一种能力是真实的 一切现象是虚妄的 这都是讲它的本体 讲它的理体 旧作用约正治 即观照般若 有体就有用 实在说我们在 静宗法门里面来讲 它的体就是清净心 清净心起作用 就是正治 就是照见 我们现在的心不清净 我们现在的心是被污染了 所以佛常说 五着恶事 五着恶事 从世上讲 是讲我们生活环境 从理上讲 就是讲我们的心 着是污染 五种严重的污染 因为严重的污染 所以这个心起作用 就起恶念 起贪甜吃 这些恶念 因为有恶念 才会有错误的行为 才会有苦暴 我们现在的话叫 恶性循环 是轮回不息的原因 清净心起作用 就是正治照见 宇宙人生的真相 就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叫 观照般若 观照般若 是实相般若的启用 体用一如 绝照一体 顾皆明般若 这个要晓得 体根用是一不是耳 清净心是体 清净心起作用是照见 体根用是一桩事情 不是两桩事情 这是诸位同修必须要晓得的 学般若 学大臣 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 佛为一切众生 开示大臣 使令误入者 明文字般若 众生在迷 自己心性里面 虽然本来具足 本有 但是不知道 人人的心都清净 哪个人的心不清净 真心都清净 不清净的是忘心 假的 不是真的 我们都有一个真心 真心被迷了 虽有 不知道 在不在 在 佛告诉我们 佛讲得很清楚 佛说我们眼睛看外面的色相 耳朵听音声 第一念是真心 我们眼看 耳听 第一念是真的 真心 为什么 第一念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不能说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你没有看见 看见 清清楚楚 没有执着 没有分别 这是真心 第二念就迷了 第二念起分别了 这是花 这是红的 这是黄的 很美 我很爱它 完了 这就完了 堕落在 妄想 分别里面去了 这就迷了 诸佛菩萨有本事 保持第一念 不堕在这二念 他们的本事 他们用真心 我们怎么样 第一个念是真心 二念 三念就完了 变成忘心 忘心做主 真心不管是 不起作用 这叫凡夫 能够保持第一念 就是佛 大菩萨 法身大事 那不是普通人 佛把这个事实 真相 这个道理 跟我们说清楚 后人把佛的话 记录下来 就变成文字 佛当年说法 那是班若 那是言说 现在记录下来 成文字 就叫 文字班若 所以文字 是帮助我们开悟 帮助我们认识 宇宙人生真相 虽然说三种 诸位要晓得 一而三 三而一 三 梵与波罗密 意味彼岸道 所谓离生死此案 度烦恼中流 达涅潘彼岸 波罗密又有道家 究竟圆满诸多亿 梵与波罗密 意味彼岸道 这是印度梵文的文法 跟我们中文文法 恰恰相反 我们中国人讲 道彼岸 他说 彼岸道 我们依原文的意思来翻 就是 道彼岸 的意思 所谓离生死此案 度烦恼中流 达涅潘彼岸 这就是道彼岸的意思 涅潘是不生不灭 也就是一般宗教里面 所讲的永生以后再也没有生死 这叫涅潘彼岸 涅潘也翻作原济 原是圆满 济世济灭 灭的是什么 灭的是念头 诸位要晓得 生死轮回的根本就是念头 念头有生灭 前面念头灭了 后面念头生了 有生灭就有生死 就有轮回 涅潘的意思 就是没有生灭的念头 心真正达到清净 心里头一念不生 不生当然就不灭 这是真心完全现前 忘心没有了 忘心没有了 给诸位说 生死轮回就没有了 这个现象就没有了 所以叫 了生死 出轮回 这是把这个道理为我们说出来 只要你心里头生灭的念头没有了 轮回就没有了 生死就没有了 轮回生死都没有了 诸位想想看 你还会有什么老病 当然没有了 生老病死都没有了 这些完全是真实的事实 波罗蜜又有道家 究竟圆满诸多亿 这一句梵文里头 含的意思很多 有道彼岸 道家 道家是指功夫做到圆满 我们称 道家 了 像这几天我看到这边许许多多名书法家写了很多字 字写得很好 某人这个字写的到家了 功夫到家了 印度人叫 波罗蜜 波罗蜜就是到家了 画画的功夫 画到最好就是到家了 你会炒菜 炒菜炒的功夫好 色香味具足 也叫波罗蜜 到家了 功夫到家了 他有究竟圆满的意思 称为 波罗蜜 四 泛语涅槃 意味不生不灭 所谓本字不生 经意不灭 又翻圆记 这是解释前面讲 达涅槃彼案 实在讲 涅槃有不生不灭的意思 不生不灭就是真心 就是本性 禅宗里面讲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见性就是不生不灭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认为涅槃就是死了 如果涅槃就是死了 不要修 每个人最后一定要入班涅槃的 所以不是这个意思 涅槃就是真正正的不生不灭 正的清静心线前 就叫正的涅槃 所以 涅槃 跟 死 完全不相干 死了不是涅槃 死了就麻烦大了 死了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 不可以死 死了就不得了 就麻烦大了 决定不能死 学佛 我们就是要在这一生当中 真正正的不生不死 真的是了断生死 正的不生不灭 涅槃 又翻作 原济 五 因见私烦恼 而有分断生死 因尘杀无名 而有变异生死 佛法里常讲 生死有两种 一种是 分断 分断就是一段 一段的 粗的现象 像我们现在 这个一生 一世 这是一个大的阶段 小的阶段 一年比一年老 一年是一个阶段 再细分 一月是一个阶段 再分 一天是一个阶段 你每天晚上睡一觉 等于死了一次 昨天再也不会回来 永远消失了 诸位想想 你要是头脑再清楚一点 再明白一点 刹那 刹那就是一段一段 人不是一天一天的老 不是 是刹那 刹那再老 这叫真正觉悟 真正明了了 刹那 刹那 这是分断 变异 是变化 变化是从幼到少 从少到壮 到老 到死 这是很明显的变化 维系的变化在心里 心里面变化 如果我们冷静一点 细心一点 也不难觉察到 迷雾的变化 情食的变化 贪甜吃慢烦恼的变化 无量无边 那是变异生死 在佛法里面讲变异生死 主要的意思是超凡入圣 它的境界不断在改变 菩萨 刚刚正的初性位 初性到二性是一个变化 二性到三性是一个变化 就好像我们在学校念书 我们从一年级到二年级 这是一个变化 一年变到二年 二年变到三年 小学变到中学 中学变到大学 这叫变异 菩萨有五十一个位次 就是五十一次的变异 这叫做变异生死 变异跟分段不一样 分段里面有烦恼 变异里头是破无名 一个是从烦恼障来的 一个是从所知障来的 因为有两种障 所以叫两种生死 沉沙无名跟见思烦恼 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两种生死都断了 这叫缘济 叫缘满 叫清净济灭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第二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负零零二 请看 金刚经讲义结要 第三面第一行 六 大制度论云 有无二见 皆属此案 二知聚空 使达彼案 大制度论 在佛教经典当中 是一部很重要的论点 这一部大论 在古印度梵文典籍里面 分量相当之大 听说有千卷之多 中国人一向喜欢简单 就怕麻烦 所以 一经的大师 为了在中国弘法 不得不将大论 也像我们现在这个情形 把它节要翻译 并没有完全依照 梵文翻译出来 但是只有初分 就是第一分 完全是详细一出来 后面都是取其精药 摘要的翻译 已经就有一百卷之多 这一部论点是 摩赫班若波罗蜜经 的注解 这是我们通常讲的 大班若经 跟大班若不一样 大班若有六百卷 这个是摩赫班若波罗蜜经 一共有三十卷 是这一部经的注解 在班若不里面相当的重要 古得奖经 注经引用 大制度论 里面的文字很多 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 这大论上说 有 无 这两种见解 也就是这两种的看法 跟想法 都是此案 此案就是经上讲的轮回见 是六道轮回的知见 不是佛菩萨的知见 佛菩萨的知见 叫正知正见 有 无 这两种见解 都是错误的 说有 无 这是举一个例子讲 有 摩是相对的 换句话说 凡是相对的见解 都是轮回见 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 人 相对的 善恶是相对的 乃至于大小 长短都是相对的 凡是这一些见解 都是轮回业 也就是情实的知见 真如本性里面 是一念不深 哪有对立 没有对立 所以必须两种执着 也就是我们今天 讲相对的两边 都要离开 两边离开 心清静了 就是像古德讲 本来无一物 心清静了 清静心超越轮回 轮回就没有了 为什么它超越 因为轮回是从望心建立的 相对的知见就是虚望的 这样才有轮回 心恢复到清静 轮回就没有了 七 六度中 不施 舍也 若不舍 则不离此界 众生不肯舍 无关照正至尔 菩萨修六度 六度是菩萨 日常生活的守则 必须遵守的原则 有六条 这六条里面 第一个就是不施 实在说 这六条要是把它归纳起来 只有一个不施 不施里面有三种 有才不施 法不施 无谓不施 持戒 忍辱可以说是无谓不施 精进 禅定 般若是法不施 所以一个不施 就把菩萨的行门全部都包括了 不施非常非常重要 不施真正的意思 不是叫你在寺院安堂里去舍一点钱 那叫不施 你要是这样看法 完全错了 不施是舍 是放下 譬如前面讲的有无二见 你要把它舍掉 舍就是不施 如果不舍有无二见 如果不舍本经所说的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那就是凡夫 决定不能出离六道 出离六道一定要舍 一定要放下 菩萨 菩萨修不施 也就是放下 就是舍 舍到无可舍 连那个舍也不能要 还有舍的观念 依旧不能出三界 舍的念头都没有了 也要把它舍掉 这样子才涌脱三界 死的这个界是三界 三界就是轮回 众生为什么不肯舍 也就是说 众生为什么放不下 因为他没有智慧 没有看破 换句话说 宇宙人生的真相 他不清楚 不明白 如果真的明白了 不需要佛菩萨来劝你 你自自然然就放下了 为什么自然放下 因为一切法都是虚妄 不是真实 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 不但包括身体 起心动念那个念头 念头我们讲心 心也是假的 也不是真的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决定不执着 这才恢复到清净心 清净心是真的 他不会变 清净心是永恒的 佛法里面讲常住真心 这才是自己本来面目 禅宗里面参究的 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 真心就是自己本来面目 死的讲 无关照政治 没有智慧 没有把世间真相看清楚 八 班若波罗蜜 因为明远满之官会 果位则班若即是波罗蜜 班若跟波罗蜜 前面给诸位做过简单的解释 菩萨在修阴的时候 还没有成佛 都叫做阴帝 包括等觉菩萨都是属于阴帝 班若就是官会 就是心经 上讲的照剑 心经 里面讲 照剑五蕴 实在讲五蕴包括是出世间一切法 照剑五蕴皆空 就是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 像是有 体是空的 像有体空 那是真正的智慧 正到就进果位的时候 我们一般讲成佛了 到成佛的时候 班若跟波罗蜜是一个东西 班若是智慧 波罗蜜是圆满 智慧达到究竟圆满 究竟圆满就是班若智慧 是亦不是二 由此可知 在出世间甚深佛法当中 假如还有二 就不能成佛 必须二也没有了 才能成佛 我们在六祖谈经 看到六祖大师出到广州 见到印宗法师在讲经 风吹翻 风动 翻动 有几位法师争论不休 有人说风动 有人说翻动 六祖出来说了一句话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忍者心动 印宗法师听到了 这个人很不寻常 以后知道他从黄梅的法 是五祖人和尚的传人 欢喜得不得了 向他请教 五祖当年在黄梅 常常说法开示 就问他 有没有讲到涅槃 这是大众们所熟悉的禅定涅槃 能大师的答复非常好 禅定跟涅槃是二法 佛法是不二法 二法就不是佛法 这种答复极高明 真正说到真实之法 印宗非常的佩服 这就说明 菩萨还有二的这个念头在 就不能够正果 不但就进佛果他正不到 分正佛果他都没有办法正得 他的境界达到最高 是天台家讲的相似位 相似在网上去是分正 分正他没有办法 分正必须两边都舍弃 这才能正到分正的佛果 分正佛果就是 华言经上讲的法身大事 破一品无名 建议分法身 那才得佛法真实的受用 如果我们看到 班若波罗密是二法 自己就晓得 分正果为我们没有法子正得 这也是举例说 前面有 无 二件事 世间法 此的班若波罗密是佛法 佛法跟事法都不能执着 世尊在本经说的很清楚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舍就是要离开 不能执着 不是说不要 法我们要 但是不能执着 九 金刚及遇此观智 罪尖 罪利 罪名 果位遇如来法身 金刚不坏身也 金刚及遇此观智 经提上金刚是比喻智慧 观察是出世间 照了一切法 这种智慧 罪尖 罪利 罪名 这是金刚的性质 如果在念佛法门里面来讲 最坚固就是比喻信愿 念佛法门成功的条件有三个 就是三资良 性 愿 行 我们的性跟愿要坚固 行就是直持名号 这一句名号能断烦恼 就是利 利可以断烦恼 这一句佛号能破无名 就是名 罪利 罪名 念佛的功夫要绵密 大家不要害怕 今天还有同修来问我 他念佛念的功夫不得利 烦恼 妄想还是很多 一面念佛 一面烦恼 妄想 杂念都起来 这个不怕 这是很平常的现象 假如你没有烦恼 没有妄想 你就成佛了 你还要念佛吗 就是因为妄想杂念多 才要用念佛的方法克服 为什么服不住 你的功夫还不到家 你想想看 你的妄想 烦恼 习气 无始劫就培养了 你念佛才念几天 怎么能够服得住 明白这个道理就好 妄想起来不要去理他 把精神集中注意在佛号上 妄想就不要管他 佛号一直念下去 念久了功夫得利 妄想杂念慢慢就少 几十道妄想杂念没有了 只有佛号 没有妄念了 这叫适一心不乱 你的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就是用念佛的方法得到禅定 三昧是禅定 用念佛的方法可以得禅定 的禅定就是没有妄念了 这是适一心 继续再念 再一直念下去 念到无明破了 无明破了 怎么知道 智慧现前 破无明 般若智慧现前 就像 心经 上说 你看到是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 完全呈现在面前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就是开智慧 不但现在的事情你明了 过去 未来都明了 这是智慧开的样子 智慧没有开 没有妄想 那是的禅定 是一心不乱 从是一心再提升 是李一心 李一心是金刚 尖 力 明 这个明的作用现前了 果未欲如来法身 金刚不坏身也 如来的法身 法身大事就正得了 虽正的 不究竟 不圆满 破一品无明 正一分法身 一直要把四十一品无明断境 正到究竟的果位 法身才圆满 初驻菩萨就正的一分法身 这个法身叫金刚不坏身 这是经题 别提七个字简单介绍到此地 这个题对我们的修行 就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记住 尖 力 明 我们今天修净土法门 把金刚融会在三资良之中 这样念佛功夫自然就得利了 十 经 巨贯射常法四义 常则三事不义 法则十戒同尊 又有敬意 修行成佛之路径 经 自是通题 凡是佛所说的一切法 都称之为经 经有很多意思 这个地方只举出最简单的四个意思 这是通常一般所讲的 贯射常法 这四个意思 第一 贯 是贯穿的意思 同学们也许看过佛经的注解 古人的注解在经的前面都有科判 表解一样 在大部头的经 科判都判得很细密 像我们常见的 大方广佛华严经 布头很大 它的科判 表解就有厚厚的一侧 更大的 像六百卷 大般若 分量大 它的科判 这么厚的本子有好几本 我看到之后 真是佩服的五体头地 科判是解释经的 从科判里面去观察 才能够发现佛经不简单 真正做到不能加一个字 也不能减一个字 加一个字 雷坠 可以删掉的 少一个字 它的科判就断了 就连接不上 看出章法结构的严密 这是科学的方法 从章法结构就能够看得出它思想的细密 条理整整齐齐 丝毫都不乱 这是冠的意思 好的文章能够符合这个标准 像现在一般报纸杂志里面这些文章不行 那个文字删掉一句 删掉一段没关系 意思还不会错 再添一点也没关系 可以增减的 这就是不能符合冠的这个标准 我们读中国的古文 古文能够达到这个标准 第二 舍 舍就是能够舍受人心 这就比较难了 这个意思 浅而言之 就是你读了之后是欲罢不能 好像磁铁一样 它能够吸引 它有这个力量 诸位看报纸看一遍 我想不会再看第二遍 那就是没有射受的能力 好的小说 像中国古时候的四大部 三国演绎 水浒传 西游记 红楼梦 这是中国四大名著 你看一遍 还想看第二遍 但是你看十遍 二十遍以后 不想再看了 它的射受能力只有这么多 就不想再看了 但是如果你读四书五经 那个射受的力量就强 可能从你小时候念起 胡须都白了还念不厌 越念越有味道 换句话说 这种能力可以射受几十年 让你一生都不会厌倦 每读一遍 有读一遍的味道 这个力量就大 所以称之为经 佛经射受力量超过世间的点集 从我们出发心一直到成佛 这一部经都念不厌 这个射受力量太强大了 佛门的点集 任何一部经论 都有这个射受力量 读的变数越多体会越深 我们通常讲误触 他为什么喜欢读 每一遍有每一遍的误触 充满了法系 他才不会厌倦 越念越欢喜 第三 常 常则三世不易 三世是过去 现在 未来 我们晓得佛讲经 距离我们现在 依照中国人的记载 老一辈的大德们 像虚云老和尚 印光法师 地贤法师 他们都采用中国古代的记载 释迦牟尼佛灭度 到今年3022年 外国人讲是2500多年 我们中国历史上记载的 到今年是3022年 相差几乎有600年之多 实在讲 现在无法考定 除非让释迦牟尼佛再来 向他请教 否则的话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每个人都找到证据 谁也不能够否定谁 这些争论我们都把它舍弃掉 没有关系 时间是假的 空间也不是真实的 何必去计较 佛法重在行门 自己真正心清静了 真正开悟了 那才重要 其他的东西不重要 三千年前讲的这些道理 现在还可以用 三千年前讲的方法 现在也是用 这就是 三世不易 我们世间有许多点击 就没有办法超越时空 现在有用 过几年就被淘汰 就没用了 佛的点击 教训永恒不变 万古长心 第四 法 法则实戒同尊 法是讲修行的方法 破弥开悟的方法 修行正果的方法 使法戒的众生 使法戒里面包括佛法戒 佛还需要吗 佛要 因为佛里面 有很多不同种类的佛 我们要搞清楚 天台加叛教 有藏 通 别 圆 藏教佛 通教佛 别教佛还要修行 圆教的佛才是究竟圆满 我们讲使法戒 使法戒同尊 就是讲藏教佛 通教佛 别教佛 要遵守这个方法 遵守这个原则 才能够达到究竟圆满 这样才称之为经 经具足这四个意思 又有敬意 敬事路 经是修行成佛之路径 静有道路的意思 是成佛之道 我们要寻着这个道路 才能够超凡入圣 经还有静的意思 就是照脸的镜子 有这个意思 读经 要以经典的道理 经典里面所讲的标准 跟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对照对照 用经典照照自己的心 我们的心清静不清静 善良不善良 经典是一个标准 经题的意思就讲到此地 合起来说 这个经题就是 像金刚一样坚固 锋利 光明的就近圆满的般若智慧 佛说这不经 希望我们都能够因世尊所说的金刚般若 开启我们自信金刚般若的智慧 我们这一生一定过得非常的幸福美满 而且在这一生当中 决定超越三界六道 往后决定是往成佛之道迈进 以至于达到究竟圆满的佛果 这是佛说这不经的意义 现体 体是性质 也是世尊说经的理论依据 佛给我们讲这个经 他依什么说的 我们今天讲 凭什么讲的 的有凭据 如果没有依据 怎么能够取信于人 叫这么多人相信 叫这么多人接受 一定要有理论的根据 说明佛讲的这些道理 这些方法 从哪个地方生出来的 这就叫做体 显示显示 显明 让我们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们对佛讲的理论与方法就信得过 能够相信它 一 一切大成经 皆以诸法时相畏体 佛四十九年所说 无非宇宙人生真相而已 这是佛讲经的根据 佛是凭什么讲的 根据什么讲的 根据事实真相 这个没话说了 事实真相 不是它凭空理想 完全是事实 宇宙人生的真相 在佛法称作诸法实相 诸法就是宇宙人生一切法 实是真实 真实相 这是说明佛经 为什么值得我们相信 为什么值得我们采取 接纳 它所讲的都是事实真相 而宇宙人生这四个字 我们要特别认识清楚 宇宙是我们生活环境 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 是生活环境 人生就是本人 换句话说 世尊所说一切经 无非就是说明我自己 跟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 诸位想想 还有什么比这个 对我们自己本身更亲切 没有了 找不到了 由此可知 如果对自己 对自己生活环境真相不明白 这就叫迷 迷就叫做凡夫 如果对于自己 对于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清楚 明白 这个人就叫觉 觉就叫做佛 叫做菩萨 可见得佛 可见得佛菩萨与凡夫 只是对自己跟自己生活环境真相 迷雷的名称不同而已 除此之外 哪有凡圣的差别 凡圣 也是二法 也不能执着 凡圣 这个名词的来源 就是对这个事实真相迷雾而说的 离开迷雾 确实没有凡圣这个名词 二 智者大师以 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未经体 将未浓以生食相未体 古时候天台宗的祖师智者大师 他有 金刚经 的注解 他在注解显体这一部分 取本经的经文 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取这一句作为本经的经体 就是世尊说法的依据 这个说的也很好 意思也很好 将未浓以生食相未体 我们要注意 生 自 生是什么 生起 我们原来迷 现在又觉悟了 其实生食相 就是前面所说的 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世尊是依这个而说的 三 食相即是非相 此中非自 是一切巨非 空 有 双翼 双飞之诸相 巨非 非亦不利 诸法食相 本来如是 真实如是 无以明知 强明食相而 这是解释食相 食相即是非相 食相 这两个字很难体会 难在哪里 难在我们凡夫总是离不开分别执着 心有分别执着 距离食相远之远矣 这是般若最难懂的地方 佛说一个食相 我们就紧紧抓住一个食相 执着这个食相 那就错了 清净心里哪有这个东西 但是佛要是不用这些假名词的话 那怎么说法 为了说法 表达意见 方便起见 不能不假设很多名词 但是你要从假设名词里体会真实意 开经济里 愿解如来真实意 要解如来真实意 不可以分别 不可以执着 一有分别执着就错了 世尊在此的不能不说 食相即是非相 意思叫你不要执着 死中非字 是一切巨飞 空 有 双翼 双飞之珠像巨飞 这是佛经里常讲的四句 这是根本的四句 我们起心动念 一定落在这四句 不是落在有 就是落在空 要不然就是一有一空 非有非空 总离不开这四句 这是佛法里面常讲的四句百非 所有一切的妄想 分别 执着 就是这样产生的 佛告诉我们 这一些观念统统要舍掉 非 就是舍的意思 都不能够执着 非意不利 统统都非了 统统都没有了 你在执着这个非 那又糟糕了 又错了 非也没有 非香也没有 诸法识香 本来如是 真实如是 无以明知 强明识相 很勉强的建立一个名词 叫识相 真实状况里 是一丝毫的分别执着都没有 然后你就能够看到一切法的真相 真相是相有体空 我们见不到真相 为什么 我们把相有根体空分做两桩事情 像是相 体是体 不知道这两个是一桩事情 这是我们没有法子开悟 没有法子懂得佛说的真实意 即使我们这种妄想杂念没有了 就是这四句真的离开 真的没有了 才晓得体 像 作用是一不是二 是一个整体 说体 像 用是一个整体 这里面真正的意思 尽虚空 便法界是一个整体 你才见到真相 我们难 我是我 你是你 他是他 怎么是一体 你跟人家说一体 他说这是胡说八道 没有办法了解 都是把假相当做真实 这是佛的大经 身经 很难体会 身经一定要用清静心 平等心 你才能体会得到 无量寿经 经题上交给我们修行的三大纲领 清静 平等 绝 清静是一丝毫染污 没有 什么东西染污 七情五欲 情跟爱是染 怎样平等 没有分别就平等 亦有分别怎么会平等 由此可知 要离妄想 要离执着 才真正能达到清静平等 那个心是觉悟的心 如果不清静 不平等 那个心是弥心 不是决心 我们学佛 学什么 学佛就是要觉悟 我们修什么 就是要修清静 平等 在不清静里修清静 在不平等里修平等 清静 平等心 现前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大白 这才见到真相 我们学佛是学这个 不是学别的 实相如是 没有办法称呼他 不得已给他起个名字 叫实相 四 离即不取之意 不取于香 如如不动 无以明知 强明曰身 离 是离香 离一切香 即一切法 这是世尊在大成经上常说的 离 给诸位说 不是离开 意思不可以错会 离是不取的意思 不取 就是不执着 心里面不要执着 世上不能离开 世上离开 你就错了 世上要离开了 你就落空 心里执着 你就这有 心里面不执着 世上努力认真去做 这样叫空有两边都不执着 两边都不取 也就是本经在最后 教导我们修行的总纲领 两句一记 这是谈论到修行的总原则 总纲领 两句是 不取于香 如如不动 这两句如果我们用最粗浅的话来说明 不取于香是不受外境的诱惑 我们知道现在修行人 为什么不能成就 不要说在家同修难成就 出家人一样也不能成就 原因是什么 受不了五欲六成的诱惑 六根接触外面境界 就起贪 甜 吃 慢 外面一引诱 里面就动心了 这怎么能成功 你要想成功 说老实话 外面不被诱惑 里面能做到不动心 这样才能成功 这叫真功夫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功夫都得力 念佛可以得一心不乱 参禅可以明心见性 学教可以大开圆解 关键就在这里 你还会不会受外面境界诱惑 这样深的经典 这样重要的经典 释迦牟尼佛发起这个经 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 这依持波 入舍位大臣起时 平常生活当中发起 意思在此地 佛达到究竟圆满的果位 每天还出去托拨 不受世间荣华富贵的诱惑 他真能放得下 不受诱惑 内心确实如如不动 世尊表现给我们看 学到 无论是在家 出家 要想到夜成就 要记住世尊两句名言 以苦为师 要能吃苦 能吃苦就不会被外面诱惑 以戒为师 能守规矩 守本分 人能够守规矩 守本分 喜欢吃苦 这个人就有成就的本钱 有这一生修行成功的资格 不肯吃苦 不肯守法 你修得再好 说老实话 决定出不了轮回 从前出家人 修到人没有财产 住的道场 十方常住 不是个人私有的 真的是平僧 现在出家人不一样 现在是父僧 从前出家人 修行都能了生死 出三戒 现在出家人 佛门常讲 地狱门前僧道多 现在出家人将来到哪里去往生 到地狱 你说多可怕 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心 现在出家人怎么说是父僧 供养多了 从前出家人没人供养 一般信徒供养是供养常住 而不供养个人 个人纵然得到供养 都交给常住 所以没有私财 没有积蓄 现在出家人都有私财 都有积蓄 还有不少比在家人富有 这个我们要晓得 贪图这些 这个东西增长贪心 不是好事情 财富增长贪心 没有的时候 没有贪心 心还在到 老实念佛想往生 钱多了 多了还想多 贪心愈来愈重 这放不下 现在出家人 不接受人供养也不如法 怎么办 这里接受来 那个地方就不失 辗转出去 这就没事了 不可以积蓄 积蓄果报在三恶道 人生光阴很短很短 时实在在讲 这不值得 要是堕落在三恶道 那个时间可长 亏就吃大了 所以要有高度的警觉心 要记住佛的教训 不取余香 如如不动 在家修行成就 说老实话 还是这两句话 在家人富有的很多 大藏经里的居士传 在家修行成就多 不少是大富长者 自己的生活 还是很简单 很朴素 他有福报 他有财富 财富不失给大众 让社会大众共享 他不自己想 那个福报是越来越大 福报越大 社会大众想他的福的人越多 他给大众广结法源 这叫真正有智慧 古经中外这些例子 我们看到很多 所以佛这两句话 不仅是出家人要遵守 在家人要成就 还是这个原则 换句话说 没有两套标准 标准只有一套 这是讲你要想真的了生死 出三界 一定要遵守 无以明知 强明曰身 身实相 也没有办法 说不出 没法子说 不得以起个名字 身实相 五 文字全此实相 观照 观此实相 实相般若 则圆满显现 道彼暗矣 文字全此实相 文字跟言语都是工具 是世尊教化众生的工具 观照 观此实相 言语 文字全是说明而已 用言语 文字把事实真相说明 你要得受用 你要得好处 要用观照 观察 照是用智慧观察 不是用情识 你用智慧 仔细去观察 逐渐逐渐才了解 事实真相 实相般若 则圆满显现 道彼暗矣 观察 要用智慧 不能用情识 情识跟智慧 从哪里分别 有分别 有念头的就是情识 没有分别 不动念的就是智慧 诸位去体会 这个意思 观照要用什么 要用清净心 平等心 清净 平等心 观察一切法 就是观照 如果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就不是观照 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决定不能了解 佛的真实意 纵然你会说 说得天花乱坠 你会写 著作等身 全是凡夫之见 全是轮回心 用轮回心 用凡夫之见 来解释佛法 佛法也变成 世间法 不是佛法 这我们不能不知道 所以佛法要行不再说 如果心地真的清净 一个妄念都没有了 真的做到清净 平等 给诸位说 一切世间法都是佛法 哪一法不是佛法 都是 心不清净 大放广佛 华言经 也不是佛法 诸位细细去体会 这个意思 你才不至于 学错了佛 学佛学一辈子 原来学的全是世间法 由此我们也能体会到 金刚般若的重要性 金刚般若在今天 对我们真的是当头一棒 把我们打醒 不可以再错用了功 那就叫真可惜 可惜我们的光阴 可惜我们的精力 六 本经之文字般若 观照般若欲如金刚者 以其能力一切诸相 除我见 断烦恼 生识相 本经之文字般若 观照般若欲如金刚者 这是把金刚间 立 明 比喻本经的文字 本经叫人观照的方法 以其能离一切诸相 这是 金刚经 修行重要的原则 离一切相 离旧事不取 不执着 不但是间一切法不执着 佛法也不执着 除我见 断烦恼 生识相 我们的识相般若不能现前 识相般若是我们每个人自信本来具足的 不是外面来的 为什么本来具足的识相般若 现在没有了 就是因为你有我见 有烦恼 识相般若像太阳一样 我见 烦恼像云彩 下雨天云彩 把太阳遮住 不能现前 金刚般若能把乌云化解 使太阳光明又出现 这是生识相 这个经典的理论方法 确实能够除我见 断烦恼 烦恼习气重的人 对这个经典所说的理论与方法 应当特别留意 佛是依这个事实为我们说这不经 我们了解佛说经的根据 我们可以信得过 道理 方法 境界 我们都可以不怀疑 显体的目的 无非是建立我们坚定的信心 信未入道之门 我们对他不相信 就没法子了 事出世间求学 修到成功与否 关键在老师 要找到一个好老师来教导你 这个老师不但是有修有正 他自己要真修 他才有体会 而且要跟自己有缘 没有缘 再好的老师 对你也起不了作用 什么缘 你对他很尊敬 这是最重要的缘 因为你尊敬他 他讲的话你就听 你就照做 如果对这个老师没有恭敬心 老师教导 耳边风 听不进去 也不照做 就一点用处都没有 跟老师的缘在此的 就是你心目当中最仰慕 最尊敬 你跟这个人学决定有成就 这都是讲信心的重要 信味道元功德母 这是华言经上所说的 明宗 宗是宗旨 修行的纲领 我们对于经典的理论 出处明白了 我们信心有了 有了信心之后 他为什么不讲解 信解行政 他为什么不讲解 就讲行 这说明 行重要 佛法自始至终着重在行 你要真干 纵然不解 你肯行 你能成功 解的在透彻 你不肯干 还是等于灵 还是不能成功 在前面总纲领里面 他不讲解 他讲行 道理在此地 而在事实上 我们也能够观察到 自古至今有很多 没有听过经 没有读过经 完全不解 老师教他念一句 阿弥陀佛 他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真的他正的是 一心不乱 理一心不乱 往生的时候 站着走的 坐着走的 欲知实质 也不生病 很多很多 这明行比解重要 解释为什么人说 为信心不坚固的人说 半信半疑 这给你详细讲解 建立信心 真的完全相信 懂不懂不要紧 念到心清静 自然就懂 自然就开悟 何必要费那么多口舌 由此可知 世尊四十九年 讲经说法 为哪些人 就是为那些信心 不坚固的 慈悲到了极处 上智之人 特别聪明智慧的 佛一说他就懂 不要讲废话 他就明了 就开悟 这种人好度 第二个是下语 他不需要懂 讲那么多 我不懂 我不要听 我老实念就好 他也成功 这两种人好度 最难度的是当中半吊子 说上不上 说下不下 所以佛为这些人 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我们就是当中这一节 不是最上也不是最下 最上最下都不来听经 他们功夫得利 他们不来 凡是来听经 都是当中这一节人 最难度的 这就说明他为什么不用解 他用明宗 讲修行 一 宗者修也 经义之主体虽显 非修莫正 读经文法 必以如说修行为主 宗者修也 修是修正 是修理 诸位要明了这个字的意思 换句话说 我们有了错误 才要修正 才要修理 什么地方错误 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错了 想法错了 说法错了 做法错了 惹出许多的麻烦 这个麻烦就是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是从错误当中产生的假香 不是真实的 香虽然是假的 我们受苦可不假 好像晚上睡觉做梦 我们知道做梦是假的 但是你在梦里面受苦受乐 那个不假 你做恶 做个恶梦下的一身冷汗 那个不假 梦是假的 下的一身冷汗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在六道受苦是真的 因此修正就有必要 修行 行事行为 行为包括刚才所说的 见解 思想是心理的行为 我们讲一页 口是言语 身是造作 身口一三页的行为 错误了 把它修正过来 这叫修行 由此可知 修行在哪里修 要再起心动念 一个念头起了 马上就要醒察 我这个念头是是 是非 是善 是恶 你要能很清楚 是恶的 不善的 马上就熄掉 所以从起心动念处 修正自己的行为 这叫修行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修行一定要剃头发 一定要吃长斋 一定每天敲目于念经 那才叫修行 那是修行的样子 表演给人看 真正修行在起心动念之处 经意之主体 虽显 前面一段显体 非修莫阵 前面讲的时相般若 你要不是真修 事实真相 你还是见不到 你今天读经 听讲 听说有这么回事情 自己没见到 那个不管用 听说不管用 一定要自己亲自证的 你才能得受用 读经文法 必以如说修行为主 经要读的时候 为什么要熟读 世尊在经典讲 这些道理 方法 我们要牢牢记住 时时刻刻不忘记 这是我们修行的标准 我们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想想跟佛在经上 讲的相应不相应 跟佛讲的一样 我们的知见 解行正确 如果我们的想法 看法跟佛经上讲的不一样 你要记住 我们错了 佛没错 佛教给我们 要生清静心 要生平等心 要生慈悲心 有人说不行 这什么事都不能办 到底是你错 还是佛错 什么事都不能办 那不是佛错了 说实在话 佛没错 你错了 你今天认为 办事情要狠心 要拉手 你的事情才能办成功 殊不知佛办事情 比你高明 你今天办事办成功了 你的属下对你 害怕你 心里并不服 佛菩萨办事 叫人心服口服 甘心情愿替他做 岂不比你高明多了 你哪里比得上佛 本经须菩提尊者说 身解一去 你对于佛的经典 解的浅不行 要身解 身解之后 你才晓得如何运用在生活上 如何用在工作上 用在处世代人接物 那才是高明 高人一等 一定要身解一去 如教修行 所以 佛法是以修行为主 二 修学为以自物心性为主 不重经教 为之宗下 一文字 起观照 证实相者 为之教下 此佛家自称宗教也 修学为以自物心性为主 禅家所讲的明心见性 修行以什么为主 以明心见性为主 这个非常重要 但是你要明心见性 一定要修清静心 禅家是用禅定的方法 使心恢复到清静 到相当深度的禅定 这才能开悟 冷言经 上说得很好 静即光通达 心静 静到极处就放光明 那个心起作用 就摩索不知 摩索不能 你的性得完全恢复了 禅宗讲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了 这是我们修学主要的目的 心性显露了 不但智慧透出来 给诸位说 福报也现前了 福报虽然现前 佛菩萨不受 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成佛了 佛的福报圆满 他不享受 他每天还出去脱波 还出去当他的苦行僧 不受 这个不受是大慈大悲 做一个修行的榜样 给大家看 要这样才能够明心见性 才能够达到究竟圆满 如果诸佛菩萨在果地上 福报现前他都享受了 他是可以享受 但不能教化众生 众生一看佛菩萨 你们都享福 你教我们修苦行 谁相信 都不相信了 佛教我们修苦行 他要先修苦行 给我们做样子 我们才会心服口服 我们吃苦 以为真的吃苦 佛修苦行 佛苦不苦 没有 为什么 佛的心清净 佛的心平等 还有苦乐 就不清净 不平等 佛在苦中 没有苦受 佛在乐中 没有乐受 他的心 永远是平等 永远是清净 不像我们凡夫心 真的有苦 有乐 他没有 那才叫真乐 离苦得乐 这个苦包含 我们所讲的苦乐 乐还是苦 苦乐两边都离开 叫真乐 所以 离苦的乐的乐 不是苦乐之乐 苦乐的乐 还是苦 还是有问题的 不中经教 为之宗下 佛法教学 大分宗门 教下 宗是禅宗 禅宗不着重文字 不着重经教 他着重物心 一文字起观照 证实乡者 为之教下 禅宗接引的对象 是什么人 上至 下于都会有成就 像我们这些人 生禅不会有成就的 不够资格 我们这些人 要从教下 要从经典来研究 来探讨 然后依照经典的理论 方法来修行 我们走这条路 这叫教下 此佛家自称宗教也 我们佛们自己称宗教 诸位一定要晓得 跟社会上一般人 讲的宗教意思 完全不相同 佛家讲的宗是禅宗 佛家讲的教 禅宗以外的派别 都叫做教 在中国总共有十个宗派 除了禅宗之外 其余九个宗派都叫教下 所以佛家称宗教是 这个意思 跟社会上一般 讲宗教的意思 完全不一样 这是我们学佛 必须要辨别清楚的 现在学佛很难有成就 原因在哪里 原因是佛教 变成宗教了 而以宗教徒 对于宗教的狂热 这种心情来学佛 佛是变成宗教 宗教当中 如果你心很清静 很善良 来生的果报是人天福报 换句话说 佛法真正修学的目的 与你毫不相干 你的路全走错了 你把它当作宗教来看待 当作宗教来修学 这就错了 不但禅宗是以物心性为主 教下也是这个目的 只是方法手段不相同 方向目标决定是一致的 净土宗念佛求生净土 还是这个方向 还是这个目标 古德说得很清楚 很明显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 我们业障重 烦恼 习气重 参禅不开悟 言教也不能开悟 这才没有法子 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见到阿弥陀佛 就开悟了 阿弥陀佛了不起 他有大智慧 有巧妙的方法 我们跟他学很容易开悟 修净土 实在讲就是十方一切诸佛菩萨 为我们介绍一个最高明的老师 你去找他准 没错 是这么个道理 生到西方净土 永托轮回 不再搞生死 了生死 托轮回 一往生西方 这个目的就达到 三 智者大师 以 实相知慧 修无相知谈 为本经之宗 智者大师解释 金刚经 都是取 金刚经 的经文 经义 座位刚领 为我们介绍 修行的方法 以实相的智慧 真实智慧 修无相知谈 谈是不失 什么叫无相知谈 不着想 不着想 就是真实的智慧 不失 不失完了之后 心里面痕迹都不露 这才叫无相知谈 不像现在人 现在人修不失 名字都要刻上去 永远不要忘记 建道场 他不失一个柱子 那个柱子也写上 某某人捐献的 这项 所以要记住 要离相不失 才是智慧 这相的不失 是感情 情识 念念不忘 我做多少好事 我做了多少功德 其实你要把 金刚经 参透 你就了解 那全都错了 所得的果报很小 三界之内 有漏的福报而已 如果是无相的不失 那个福德 不可称量 纵然修小福 得大福德 为什么会得大福德 随他这个心量 尽虚空 便法界 那个福报多大 这相的福有界限的 所以你修大福报的 的是小福 如果能够离一切相 小福的的是大福 修小的大 世尊在本经里面说的很多 也说的很详细 这是本经修行的宗旨 修行的纲领 四 将注以 离一切相 修一切善 为本经一体 起修之妙宗 将为农居士 所说的话 跟智者大师 没有两样 将居士 是近代人 所以说的言语浅显 文字浅显 我们看 很容易看出来 智者大师 是古人 用的文字 比较深 是一个意思 要离一切相 不着有 修一切善 不着空 空有二边都不着 这就符合本经 世尊教导的精神 五 本经修宗 在 无助 二字 全经关门 行门 竟在其中 当年六祖会能大师 听任何尚讲 金刚经 讲到 应魔所著 而生其心 它就明了了 我们俗话讲 它开悟了 这一悟就一切都悟 所以底下的经 不要讲 完全通达 不但 金刚经 通达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都通达 不但佛法通达了 这个世间一切法也通达 没有一样不通达 这才叫大彻大悟 明星见性 于是后人就认为 金刚经 就是这两句话最重要 其实不然 诸位要知道 个人的机缘不一样 六祖会能在这两句开悟 我们在这两句依旧没有开悟 其实 金刚经 上每一字 每一句 都能叫人彻底觉悟 各个人的机缘不相同 但是 无助身心 也的确是 金刚经 很重要的修学纲领 这倒不是假的 无助就是不执着 一切法都不执着 世间法 出世间法 空有二边统统不执着 慧能大师的根性 实在讲 就与常人不相同 他初见五祖的时候 五祖问他 你到佛门里面来拜我 你想求什么 他求的跟我们求的就不一样 你们诸位每天烧香拜佛求什么 求发财 求升官 求保佑健康长寿 保平安 求这些 他不一样 他答复说 他是来做佛 这个口气了不起 他到佛门是要来做佛 我还没有看到第二个 入佛门来拜佛 是想来做佛 还没有听说过 我读 无量寿经 我对于法藏比丘佩服的五体投地 他比六祖高明 六祖只说做佛 法藏在世间自在王佛面前 佛问他 他不但要做佛 而且要超过诸佛 六祖是做佛 还没敢说超过诸佛 阿弥陀佛在因地不同凡响 他要做佛 超过诸佛 这个人的心愿不一样 他改正神秀法师的那首剂子 与金刚经修行的方法就相应 神秀要实实情服事 他老人家本来无一物 无助就是本来无一物 那个心多干净 关门行门 这两句我们要很清楚 很明白的认识他 关就是你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 想法 这叫关门 你是怎么的看法 怎么的想法 行门就是生活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 换句话说 你是怎样过日子 你怎样生活 那叫行门 凡夫的生活 过的是苦海的生活 诸佛菩萨的生活 是过的圆满智慧的生活 我们如何脱离苦海 过佛菩萨高度智慧的生活 这叫行门 关门 行门 修学的精华 修学的刚领 都在这部经当中 而这部经 越往后面越精彩 越往后面越明显 前面所讲的半吞半吐 后面完全说出来了 金刚精的味道很浓 换句话说 金刚精也很难讲 要是把后面意思说出来了 固然现在听起来好听 到后头没得讲了 我们也必须在前半步半案半明 透点消息 到后面才有得讲 否则到后头没得讲 不过后面重要的意思 在前面还是要提出来讲 什么原因 我们到场听众 不是学校学生上课 有今天来了 后面他没有机会来听 要是听不到精彩东西 岂不是可惜 岂不是辜负他们吗 这是顾全到现场 同修们当下的利益 我们也就顾不了许多 所以有先来后到的 有现在能够听 后面可能没有机会来 有的人前面听不到 后面才来 这种现象在佛门讲经是非常普遍 必须统统能够顾及到 这是关门跟行门 很要紧 六 大制度论云 般若要止 再离一切法 及一切法 离一切法是无助 及一切法是身心 身心跟无助是一不是二 我们把它看成两个 那就又看错了 无助跟身心是一桩事情 是同时的 没有先后 没有次第 身心就是无助 无助就是身心 身什么心 身自度度他之心 虽身心 决定不能执着 决定不能住 住不得 一住就错了 一住就迷了 住 简单讲就是这项 执着 一有执着就错了 一有执着 心就不清净 心里头有一物了 不是能大师所讲的 本来无一物 你有了一物 有一物就错了 所以 无助跟身心是一桩事情 明白这个原理 然后你就能够体会到 空有是一桩事情 真望是一桩事情 善恶是一桩事情 是非是一桩事情 人我是一桩事 情与无情同源种制 尽虚空 辩法界是一个整体 是一个字体 你要能够领悟到这一层 契入到这个境界 那就恭喜你 你正的清净法身了 你不是凡夫 你已经是法身大事 世尊讲经说法 真正的目的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 契入这个境界 正的这个境界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第三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 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复零零三 请看 金刚经讲义结要 第五面第三行 七 金云 离一切诸相 则明诸佛 又云 已无我仁众受修一切善法 则得阿诺菩提 阿诺菩提者 石相班若也 离一切相修一切善 观照班若也 因观照而证实相 我们选这一段座位 明宗的总结 世尊在本经里面告诉我们 离一切相就叫做诸佛 这个地方讲的诸佛 是讲从初驻菩萨 一直到究竟佛果 总共有四十二个位次 诸佛是指这些 而不是像一般的意思 只许许多多的佛 不是这个意思 他只讲分正位 由此可知 分正位的菩萨 确实是佛 分正佛那不是假的 我们在大臣经典里面见到 像 法华经 普门品 里面所说 应以佛身而得度者 即现佛身而未说法 什么人能现佛身 原教初驻菩萨 别教初的菩萨 从这个以上都能够随心应量 冷言经 上讲 随众身心 应所知量 都有能力示现三十二项 八十众好 佛的身份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 所以称之为诸佛 要象征的这个地位 这个地位在 《华言经》上 就是所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 从十柱 十行 十回相 十地 等觉 这四十一个位次称之为法身大士 金刚经 讲的诸佛 要想正得法身 这大家都知道 必须要破一品无名 如何能破一品无名 世尊在这里教给我们 离一切诸相 你才能有能力破无名 正法身 如果你这相就不行 这相修行 修得再好也不能见性 修得很好能出三界不能见性 如果修得不好 三界都出不了 这个要知道 粗相不能执着 粗相是讲 是初世间都有很粗显的形相 像经上讲的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这四相就涵盖是初世间一切诸相 统统都包括了 我们今天讲的动物 植物 矿物 乃至于大自然种种现象 总离不开这四相 维系的四相很难离 难在哪里 难在自己还没有发现 你就知道这个事情不容易 但是离一定要从粗显的地方离 譬如最粗的明文立养 这是很粗的像 明文立养要是不能舍弃 决定不能出三界 这个大家必须要晓得 明文立养不能够离掉 我们念佛就不能往生 可见得这些对于修行人是大害 大障碍 五欲六成 五欲是财 色 明 实 睡 六成就是六根接触的对象 色 身 相 位 触 法 这个都讲得很粗 经上教我们不住 教我们离 都是不执着的意思 要从内心里面 对一切法不执着 决定不能把它放在心上 这就对了 这样才能够断烦恼 粗的烦恼就是见思烦恼 贪 甜 吃 慢 疑 恶 见 这是粗的烦恼 细的烦恼就是无名 才有能力破一品无名 我们晓得破无名是要很深的定功 假如这一切相还执着 还不能放下 诸位想想 那个定怎么能成就 必须一切都不执着才能得定 定功身才能破无名 正法身 那就是入诸佛的行列 又说 以无我人众受 这是离四相 这经上讲得很好 把菩萨的标准说出来 若菩萨有我相 人相 众身相 受者相 即非菩萨 这经上说得这么清楚 这里所说的非菩萨就不是菩萨 可是这个地方的菩萨标准是相当高 是大臣菩萨 是明星见性的菩萨 也就是法身大事 那叫真菩萨 这一点不假 在佛教里面 有称全教 实教 实是真实 这是真实的菩萨 通常像我们受了菩萨戒 也认真努力在修六波罗密 修十大愿望 很用心的去做 这也叫菩萨 菩萨有名字菩萨 有观形菩萨 有相似菩萨 这三个位次的菩萨都不在 金刚经上 金刚经的标准 最低限度是要分正的菩萨 四相都离了 而前面这三个位次四相没离 天台家讲六级佛 菩萨也是六级 我们都要把它辨别清楚 四相在这个经里面 是尊吕次的重负 他的用意我们不难想象得到 即使金刚经 你念一遍 问你金刚经上讲的什么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他会记得 为什么 在经上面了很多遍 这是叫你牢牢的记住 一定要离 不离 不行 不离不能见性 不离 我们所需求的无上菩提没有分 阿诺菩提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就是无上菩提 无上菩提是成佛之法 的无上菩提就叫成佛 世尊在此的教导我们要离乡 离一切诸相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要认真的去修善 什么是善 真实利益 一切众生那叫善 这个讲法实在说还是很笼统 什么叫真实利益 真实利益的标准在哪里 对我们初学的人来说还是显得模糊不清楚 必须讲得更清楚一点 更明白一点 帮助一切众生开悟 这是善 如果在一切善法当中而不能帮助众生觉悟的 给诸位说那都不是真善 佛法里面讲的菩萨帮助众生 度众生 这是第一个条件 要帮助众生觉悟 帮助众生觉悟 我们就能够体会得到要弘法立身 世尊当年在世 一生就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 到处讲经说法 把宇宙人生的真相给大家讲解明白 劝人离乡修缮 佛一生做这个工作 不但在言语上教导我们以身作则 这教行菩萨道 往后我们读到经文 就能够看出世尊一身言行的细密之处 点点滴滴都是给后学人做一个好样子 让我们向他学习 所以佛教化众生不仅是言教 有声教 有意教 声 口 一三页都是究竟圆满的教导 所以我们也要想学着佛 念念帮助一切众生觉悟 这是正法 决定不要让众生疑惑 误会 走向迷信 那就错了 这样你就能得阿诺菩提了 阿诺菩提是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翻成中国意思 是无上正等正觉 这也是经上所讲一切善法的绝对标准 帮助众生觉悟 那个觉要正觉 不是邪觉 使正觉 什么使正觉 决定是去向明星见性的这个方向 这个道理 这个觉就是正觉 因为世间法里头也有觉 我们看到世间这些科学家 哲学家 对于宇宙人生他也有相当的觉悟 但是他那个觉悟不能破无名 不能见本性 前面也略略提过 这种觉不能算正觉 还有世间一些宗教家 他们对于宇宙人生 也有相当程度的觉悟 但是不能出三界 宗教家 我们晓得印度的宗教比一般宗教要高 他们宗教修正可以能够升到飞想飞飞想天 依旧出不了三界 这个觉不能算是正觉 正觉 正觉唯独佛法当中有 换句话说 就是一定要离四项 得到正觉 在佛门里面称他做阿罗汉 辟之佛 再向上提升叫正等正觉 佛法确实是正字招牌 正觉 正等正觉 没有离开正 正而不邪 等 等于佛 没成佛 等也是平等的意思 平等觉 这是菩萨所正的 是法身大事 换句话说 见了性 性是平等的 所以见性的菩萨 我们称他做正等正觉 从原教初诸到等觉菩萨 都称之为正等正觉 因为他见性了 见性之后 与一切众生接触 他用真心不用忘心 没有见性的人用忘心 他不会用真心 忘心是什么 就是意识心 生灭心 一个念头起 一个念头灭 用的是这个心 妄想心 生灭心 见了性之后 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他用的心 根如来果地上的心 没有两样 真心 真心是永远不会变的 真心是清净的 真心是平等的 真心决定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所以叫他做平等心 真的达到清净平等 他用这个心 这叫正等正觉 正等正觉达到究竟圆满 那就再加个无上 无上正等正觉 这是如来果地上所正的 我们一般也称为圆觉 圆满的正觉 圆满的正觉 通常我们对他用一个很尊敬的称号 叫大觉 圆满大觉 这是对如来果地上所称的 你就得了 得的是这个 是不是真的得到 给诸位说 如果你真的有得 谁得 我得 我相还没离 你还有我相 我得了你没得 你还有我相 人相 四相聚足 那你没得 这个的是不得已的说 佛为了说法方便起见 假设有个的 其实没有的 你要是说的就错了 为什么说无的 得而无的 无得而得 这话怎么讲 因为究竟圆满的大觉 是你自信里本来具足的 你的个什么 的要是说 这得来的 我本来没有 我得到了 那才叫的 本有 本来有的 哪里叫的 佛为我们说一切法 都是我们自信当中本来具足的 我们现在是迷了自信 智慧得能不能现前 佛教给我们把一切妄想 杂念统统舍掉 统统放下 心马上就恢复清净了 清净心里面 智慧得能又现前 好像得到了 其实是本有的 所以大臣经上常讲 圆满菩提 归无所得 那是真的得到 是的 无所得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在本经里面讲就是 实相般若 所以佛一桩事情 他说了许许多多名词 用意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 佛教里名词术语 都不可以执着 执着就错了 在般若里面讲 这就是实相般若 实相般若就是真如本性 就是自信清净心 离一切相 修一切善 是从世上讲的 实相般若是从体上讲的 世上也可以说是从作用上讲的 有体当然有用 用 自受用 就是自己的日常生活 他受用 是帮助一切众生觉悟 无论是自受用 无论是他受用 都叫做 观照般若 若不能够离相修善 纵然是修观照 里面没有般若 诸位要记住 般若就是离一切相 你懂得离一切相 那你就有智慧了 为什么 能离一切相 修一切相 他的心永远清净 他的心不会被外境所污染 这是智慧 世间有不少人修一切善 他不知道离相 修的善很多 心不清净 心里面还有妄想 分别 执着 心不清净 没有般若 纵然是有观照而没有般若 像这些地方我们不能不清楚 不清楚在修行用功的时候 往往就把佛的教训错毁了 误会了 到自己修行没有成就 没有结果 反而埋怨佛菩萨给我们讲的话不灵 我们上当了 被佛菩萨骗了 其实佛菩萨讲得很清楚 你自己没有搞清楚 你误会了 还在怨天尤人 罪上加罪 过失就太大了 所以观照跟般若的意思 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般若是佛母 一切法从般若身 我们不能离开 我们学佛 尤其是学金刚般若 目的何在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生活在圆满智慧之中 这就是金刚般若 我们真的得到受用 真的得到好处 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离乡修缮 穿衣吃饭都不例外 穿衣有穿衣的样子 吃饭有吃饭的样子 规规矩矩 如理如法 这就是善法 这就是智慧 你肯做 肯坚持 那就是高度的智慧 无论有人看见或者没有人看见 绝不改变样子 这叫做观照 观照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处事 待人 接物 因观照功夫 应观照功夫得力 这才能够震入石箱 这是修行里面的总纲领 总原则 变用 变用 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修行 能得什么好处 我依照这个方法修 我依照这个方法修 要是得不到好处 我修它干什么 用是作用 公用 一 明宗 是明英卫之修 变用 是变果的之正 而显体 是显因果之目的 要用现代话来说 变用就是讲受用 你依照这个方法修 你的什么样的受用 你的什么样的好处 这一段要给我们说明 我们的什么样的好处 而显体 是显因果之目的 体是根本 修因正果 修依照体修 正还是正这个体性 总没有离开体性 二 佛言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觉性 但以妄想执着所障 不能正得 妄想 分别心事 执着 我法二执事 这个话是 是遵在 《华言经》 《出现品》 里面所说的 我们仔细去看这句话 佛的意思显然为我们大家说明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如来的智慧是圆满的 如来的得能也是圆满的 如来的体香也是圆满的 我们常讲三十二相 八十众好 我们香本来是这样的 现在长得丑丑的 三十二相一个好相也没有了 什么原因 世间看相的会讲 我们也常听到过 相随心转 心丑 相就丑陋 心善 相就很善 心美 相就很美 就是这么个道理 相随心转 你要修好心 要修善心 你的相貌 人家一看 既善良又端庄 佛菩萨的相貌 为什么圆满 心善 心好 就是这个道理 本来我们个个都是像佛菩萨那样的相好光明 为什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 但以妄想执着所障 障是障碍 把我们本具如来智慧决性障碍住 所以变成这个样子 每个人的相貌不相同 六道众生相貌不相同 就是因为他的仗有浅深不一样 仗的深的相貌就比较难看 仗的浅的就现好像 譬如说 我们人的相貌不如天人 天人的相貌比我们圆满 但是畜生的相貌决定不能跟人比 恶鬼道的相貌比畜生还要差 如果诸位仔细去留意 观察一下 现代人一般的相貌比不少古人 古时候的人相貌圆满 你看看唐人 送人的画像 那个画像是写真 是照真人画的 比我们现在的人相貌圆满太多了 什么原因 他们那个时候人心比我们善良 比我们淳朴 我们现在头脑里头 平常所想的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 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 被诱惑的 电视里头奇奇怪怪的妖魔鬼怪 这两年很流行衬衫上印花 我在美国看他们印的 前后印的妖魔鬼怪 看到寒毛植树 毛骨悚然 不是好现象 你看小朋友打的电动玩具 里面画的人都是是妖怪 那个不是人像 从小让小孩接触到这些 将来他们那一代的相貌 不如我们这一代 我们不能不知道 要加以防范 要加以避免 所以我回到台湾 他们有一些做印花的 印的这个衬衫 我们就提倡印弥陀弟子 今天讲 金刚经 后面就印 一切有味法 如梦幻泡影 我们宣扬 我们宣扬正法 穿衣服也是叫人觉悟 我们很想来提倡 希望大量的来做 大概价钱也不贵 我带来的几件是他们送给我的 我们讲什么经 讲什么法门 就印那些经的好句子 我们也来开社会的风气 也来引导他们 障碍在哪里 妄想就是分别 也就是二障里面的所知障 执着就是烦恼障 烦恼障从哪里来的 从执着来的 因此不能正的 不能像诸佛如来果地上一样 妄想 分别心事 执着 我法二执事 坚固的执着 以为深 以为能够思维想象的是我 像西洋哲学家 所谓 我思故我在 认为能够思维想象的是 我 这是我执 都是坚固的执着在四乡之中 虽然本来是佛 因此不能正的 这是佛在《戴经》上说的 三 起信论云 以不达一法借故 不觉念起 而有无明 不达即不觉 无明即妄想执着 大臣起信论 是马明菩萨的著作 由此可知 这是大臣入门的教材 大臣入门的教材 大臣就有相当高的深度 他不是小臣入门 他是大臣入门 因此跟 金刚经 所讲的境界是相同的 金刚经 身要破四乡 标准是要破四乡 起信论 上交给我们的 也是这样的境界 马明菩萨教给我们 读经文法要 离言说相 离名字相 离心原相 岂不是根 金刚经 上所讲 离一切诸相 修一切善法 一个意思吗 所以他是同样的境界 在此的 我们采取他这一句论文 以不达一法界 故 达是通达 这是讲一切众生 不能够通达 十相 是一法界 此的讲的一法界 就是本经讲的十相般若 十相般若就是一法界 一法界就是十相般若 华言经上称一真法界 法界的确是一真 法身大事所见的 所证的的 就是法界一真 而不是十法界 迷的时候有十法界 悟的时候是一真法界 由此可知 十法界是假的 不是真的 是迷了以后产生的幻觉 假象 实际上 真相是一真法界 是一法界 因为不明了 不通达法界是一真 不觉念起 而有无明 无明从哪里来的 无明从这儿来的 马明菩萨所说的 而世尊在冷言会上 对妇罗那尊者所说的 与马明菩萨的讲法很相似 世尊说 知见力之 是无明本 无明的根本是知见力之 知见就是十相般若 法华经上讲的 佛知佛见 你从佛知佛见里面 再建立一个知就错了 所谓头上安头 那是无明 跟这个地方的意思很接近 不达 就是不觉 无明即妄想执着 无明是妄想 执着的根源 如果你要问妄想 执着从哪里来的 从无明来的 由此可知 妄想 执着断掉 无明就没有了 自信就开显 四 此今代用 能开众生就近圆满之智慧 此智慧一切众生性体所本具 即是众生皆有之如来智慧觉性 此今代用 能开众生就近圆满之智慧 这个说得很明白 金刚班若波罗蜜精 的用处 就是能够开显众生就近圆满的智慧 不是小智慧 是自信里头本具的智慧 此智慧一切众生性体所本具 本来有的 因为迷了 它不能现前 世尊说 金刚班若 能帮助我们破迷开悟 即是众生皆有之如来智慧觉性 我们要恢复 要正的 不能不重视 金刚班若 不能不认真的探讨 金刚班若 一切明了之后 你的生活行持 自自然然与 金刚班若 里面所讲的教训就相应了 五 信聚自开 不觉者觉 无明者明 便是通达一针法界 便是从根本上破障断祸 信聚自开 这是自信里本来具有的智慧开显了 不觉者觉 无明者明 我们不觉 现在觉悟了 本来是无明 现在明了 便是通达一针法界 便是从根本上破障断祸 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 本经教学的对象是发大成心者 发无上成心者 这是金刚经教学的对象 如果你真的是发这样的心 金刚经对你就非常有用处 满足你的大愿 帮助你 引导你振入大成 这个大成是法身菩萨的地位 这部经真的有这个能力吗 真的 一点都不假 只要你把经义明白了 搞清楚了 依教奉行 你就不难得到 所以经上跟我们讲的道理 讲的方法 都是从根本上破障断祸 而不是一般大 小成经典 那个叫你断烦恼 支支叶叶 支支叶叶麻烦 它从根本 像我们砍树一样 我叫你砍一棵树 你先把树上树叶一片片拿掉 然后再把那小支剪掉 这个多啰嗦 会砍的人从根据下来不就完了 什么都解决了 金刚经 的办法是从根本上解决 不从之业 六 当之发大慈悲心 便是开慈智 依教发心 分别心以容 我见前消 故令发无上菩提心 灭度所有众生入无于涅槃 而时无众生的灭度 全经不外发挥此意 并望其为菩提心 直令向一面不深处弃入 这是刚才讲的 从根本上破障断祸 而佛的这个方法非常善巧 巧妙极了 这个方法确实我们能做得到 方法虽然巧 我们做不到 那也等于灵 佛也等于白说了 我们可以做得到 从哪里做起 从发大慈悲心 从这里做起 佛门里常说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佛教给我们发大慈悲心 慈悲上加一个大 这个大是什么意思 清净 平等的慈悲 就叫做大慈大悲 如果是有条件的慈悲 那就不能叫大慈悲 有条件就不清净 不平等 这个人我喜欢他 对他慈悲 我讨厌他 就对他不慈悲 这个不是大慈悲 佛法讲慈悲 有四种慈悲心 一 爱缘慈悲 一般众生有的 我喜欢他就对他慈悲 不喜欢他就没有慈悲了 这叫爱缘慈悲 完全是感情的 二 众生缘慈悲 比爱缘慈悲高一级 我喜欢他的 我的家人 我把这个爱心扩大 所以叫博爱 我也能爱护一切众生 对一切众生都慈悲 这叫众生缘慈悲 比爱缘慈悲范围大多了 三 法缘慈悲 这是菩萨的慈悲 佛所讲的道理 他明白了 他能够以平等观察一切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法缘慈悲 听佛法开悟了 佛教给我们这么做 我就这样做 这是对的 一 叫奉行 这叫法缘慈悲 四 大慈大悲 这是如来果地上的慈悲 大慈大悲 是无缘的慈悲 没条件的 菩萨法缘还是有条件的 因为闻到法了 我要遵照老师教 借一教奉行 那还是有条件 必须做到无条件 没有条件 心事清净 平等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世尊在此教我们发这个心 这才叫从根本修 为什么 大慈悲无条件 就跟清净心相应 就跟真如本性相应 一下就从这里下手 这个方法真是高明到极处 般若智慧就从这里生 从大慈悲心里面生 般若智慧 一教发心 世尊在本经教导 我们怎样发心 你就好好的学 你果然明白 果然学会 分别心没有了 佛教我们离一切诸相 我见没有了 四乡不离 他自然就没有了 离乡 硬要离乡 那好难 不容易 不离 没有了 这个方法 妙 经上教给我们这些方法 都是叫你发心 像佛一样 佛发什么心 经上一开端 佛就说他发的是 灭度所有众生入无于涅槃 他发这个心 灭 灭妄想 灭烦恼 灭执着 一切众生都有妄想 都有烦恼 都有分别 都有执着 佛帮助一切众生 把这些妄想 分别 执着统统灭掉 这是破障断祸 帮助一切众生 震入无于涅槃 涅槃是不生不灭 无于是究竟圆满 二圣人证的是有于涅槃 阿罗汉 辟知佛证涅槃了 他成沙无明煤断 所以不是究竟的 不是圆满的 前面讲的诸佛 分证诸佛从初诸到等觉 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香无明煤断 还不是究竟圆满 那一品身香无明断了 那就究竟圆满 无余了 佛要帮助众生到什么地步 要帮助他正就尽圆满的佛果 帮助他正得等觉菩萨 那还不够 我的责任义务还没尽到 一定要帮助众生成佛 像的藏菩萨所说的 众生不成佛 我就不成佛 这样的大怨心 这才叫做大慈悲心 这才叫做修一切善法 这是清楚 明白告诉我们 一切善法是指这个 不是别的善法 修一切善 要离一切相 而实无众生的灭度者 决定不执着度众生的相 我能度 众生为我所度 我说种种佛法度 统统不执着 三轮体空 实无众生的灭度 这一句是离一切相 上蓝这一句 灭度所有众生入无于涅槃 是修一切善 这叫做大慈悲心 金刚经 全经所说 不外乎这两句 到最后 望其为菩提心 这是 金刚经 到下半部了 菩提心者 即非菩提心 菩提心也不能执着 执着一个菩提心 那就不善 那就没有离 离得不干净 所以说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法要不要 法当然要 我们是凡夫 不要佛法怎么行 一定要依靠佛法 我们才能得度 要这个佛法 但是不能执着佛法 就在要的时候 就不执着 这个高明 这才叫金刚般若 如果说 现在要的时候 我执着 到我过了河 的度之后 我才不要 才不执着 那不是金刚般若 那是一般的 大小乘佛法 过了河 传不要了 金刚般若不是 就在船上 就知道 船 我要利用它得度 船 我就不执着 不是我过了 何才不执着 当下就不执着 这叫从根本上 破障断祸 当下就不执着 诸位要晓得 当下就是清净心 当下就是平等心 这比一般见修的 菩萨高明太多了 直结了当 像一念不深处契入 一念不深就是无余涅槃 可见得这个经的功用 的确是不可思议 七 一切众生 以不觉使法界同一体性 妄想分别 岂仁我见 遂生三毒 造罪受苦 轮回六道 越迷越苦 越苦越迷 纵有善跟遇善有劝令发心 归一三宝 以素是障缘 蝶起还身 欲修不得 修意难成 故忏悔业障 极观紧要 一切众生 以不觉使法界同一体性 前面说过 实际上就是一真法界 因为不觉 把一真法界变成了使法界 真相看不到了 看到的是妄想 使法界是虚妄的 妄一真起 妄没离真 当你分别 执着的时候 有使法界 离开一切分别 执着 使法界原来是一真法界 法界原本是一真 妄想分别 其人我见 因为不晓得法界是一体 在这里面起妄想 其分别 其执着 碎身三毒 三毒是贪 甜 吃 三毒烦恼 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 一定要重视 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吗 不健康 为什么不健康 里面都是毒 我们的心坏了 心里头有毒 有贪 甜 吃三毒 是出世间一切的毒都没有这个毒种 心坏掉了 生还能好吗 所以诸位看到现在这个社会 奇奇怪怪的病很多很多 那些疾病的根源从哪里来的 科学家 医学家在那里研究这个细菌 那个细菌 都不对 贪 甜 吃三毒来的 这是真的 所以一定要认识清楚 要晓得这个病的严重性 佛法常常比喻佛菩萨是大一王 佛所说的一切法就是法药 专制三毒重病 尤其是金刚般若特别有效 如果能把三毒拔除 我们就恢复到健康 健康的人叫佛 菩萨 不健康的人叫凡夫 所以佛法带给我们什么 带给我们是健康 健康才长寿 长寿是无量寿 因为有三毒 所以你才造业 造一切恶业 造罪受苦 轮回六道 只要是在六道里面 必然是 越迷越苦 越苦越迷 我们从无量节辗转到今天 冷静仔细去想一想 不难体会 我们在座每一位同修 都有非常深厚的善根 佛在金刚经上讲的 在无量寿经上讲的 为什么有这样深厚的善根 到今天还落得如此地步 虽然深深逝逝 修一切善 没有离香 这毛病在此的没离香 没有离香 贪 甜 吃除不掉 我修一切善 为什么修善 未贪 这墓地搞错了 佛叫你修一切善 是断贪的 结果你给弄错了 听说佛门舍一的万报 今天在这里舍一块钱 明天就可以得一万块钱 回去了 一本万利 把学佛当作生意来看待 当作投资的性质来看待了 你看 这不是大错特错吗 所以我们的三毒不但没减少 深深逝逝在增长 这怎么得了 所以才搞得今天这个状况 毕竟是善根深厚 在这末法时期 乱世之中 我们还能遇到正法 还能遇到纯正之法 这不能不说是善根 福德 因缘的深厚 若没有无量节的善根 福德 因缘 遇不到 遇到就是有机会 有机会断三毒 有机会觉悟 有机会成佛 只要我们能够把这个机会抓住 决定不放松 知道过去生中学佛 错了 这一生我决定不再做错事了 要把佛在经上这些理论搞清楚 方法搞清楚 如理如法的修学 我们才能得到正果 死的说的 这是一般大众的状况 换句话说 善根 福德薄的人 不能说他没有 有 比我们薄 遇不到正法 纵有善根 遇善有 劝令发心 归一三宝 这个情形很多 以素式丈缘 叠起环身 环式连环的 遇修不得 修意难成 我们常常劝同修 劝朋友 劝他 他相信了 过几天他又不信了 邀他来听经 听了两天满有兴趣 过两天又有事情不来了 这是丈缘 他有业障 他有恶缘 能读 能诵 能闻 无上甚深之法 是大善根 大福德 大因缘 有业障 就不行 就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这在我们周边 我们都看得到 都非常明显 他想修 有障碍 所以他修也难成就 故 忏悔业障 极为重要 是尊在本经里面 教给我们忏悔的方法 八 经云 端坐念石香 是明真忏悔 重罪若双路 惠日能消除 持明念佛 按和道庙 即是行身般若 无意念石香 是故能灭重罪 能消重业 如何能够 颤除重罪 佛教给我们 端坐念石香 这个端坐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你一天到晚 跑去打坐 那你完全是 依文解义 此的讲的端坐念石香 实在说 就是六祖大师在 谈经 上所讲的座禅 也就是本经最后开示的 修学的总纲领 不取余香 如如不动 这两句话就是 端坐念石香 这个端 给诸位说 就是端正其心 不是身 身端坐没用处 心要端坐 心要端正 心里面没有妄想 就端正 坐是什么意思 坐是不动 我们人在四威仪当中 就是四种姿势 姿态 行 住 坐 我 走路是动的 站在那个地方 虽然不动 不稳当 躺在那个地方 虽然不动 不庄严 躺着还会滚着翻身 坐在这个地方 相是个不动的相 所以就取坐 不是叫你真坐 身坐有什么用 心里头不动 也就是我们六根 接触外面境界 眼见色 耳闻身 六根接触境界 心里头如如不动 这叫做 所以坐是这个意思 端坐是这个讲法 这就是实相 实相是真心 真心理念 没有妄念 有念就不是实相 千万不要误会 端坐念实相 是老老实实在那 而坐着念 金刚经 以为这叫做端坐念实相 这个错了 那是一文解义 三是佛冤 三是佛都喊冤枉 你把佛的意思解错了 这句话真正的意思 在一切时 一切处 顺 逆境界当中 都能够不起心 不动念 如如不动 这才叫端坐念实相 世民真忏悔 常常保持着清静心 清静心是真心 也就是保持第一念 第一念是真心 第一念就是实相 第二念就变了 诸佛菩萨能够永恒保持第一念 我们凡夫保持不住 第二念里面就有分别 执着 妄想 那就不是实相 离一切分别 执着 妄想 那是实相 这叫真忏悔 众罪弱双路 双根路 谁我们都晓得 存在的时间很短暂 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 我们无量劫来 造作极众之罪 只要般若智慧现前 这些罪业都没有了 佛说的是真话 为什么这些罪业都没有了 金刚经 上讲得很清楚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无量劫所造的罪业 也是梦幻泡影 绝了就没有了 不绝 在三图六道里决定有果报 没有办法避免 这是诸位必须要知道 换句话说 你只要有念 有我 有人 只要有四相 善恶果报你就得要受 四相没有了 这个就没有了 苦报 我 没有了 谁受 没得受的 只要有我 你就够受的 你有得受的 所以 我 像 我贱 不能不舍 不能不离 不离 三界六道就有得受的 受不完 深深事事无量劫都得要受 要想离我 像 我贱 谈何容易 金刚经 上说的道理不错 方法不错 可是你试试看 照这个方法去修吧 恐怕一万个人当中 没有一个能修的成功的 什么原因 无 使节来 四相的习气染着根深蒂固 没有能力拔除 起心动念 我 不必去想 不必去考虑 自然就现前 你说这多可怕 想断 断不了 想离 离不开 这是事实 如果没有净土法门 没有代业往生 说个老老实实一句话 末法时期 没有一个人能出三界 没有一个人能有成就 无论你修学什么法门 你要不离四相 就不能成就 顶多修一点三界的有漏福报而已 除此之外 你还能有什么成就 幸亏有一个代业往生的法门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到了极处 十方诸佛如来 诸大菩萨没有一个不劝我们求生净土 道理就在此地 诸佛菩萨的愿心都是希望我们早一天成佛道 早一天脱离轮回 脱离苦海 可是想想就只有阿弥陀佛这个法门能做得到 诸佛菩萨跟凡夫不一样 凡夫有分别 有执着 是情见 诸佛菩萨都是圆满智慧 没有一丝毫的私心 统统劝你到极乐世界去 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师 他没有叫我们念他的名号 他叫我们念阿弥陀佛 他叫我们求生西方净土 我们能够依教奉行 才是释迦牟尼佛的好学生 这个要知道 可是还有一些众生感情很重 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师 我怎么可以离开他到极乐世界去 不但在家人有执着 还有很多出家人有这个执着 我都遇到过 他们还劝我不要念阿弥陀佛 不要求生极乐世界 要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这个误会就很深 持明念佛 按何道庙 即是行身般若 无意念石香 事故能灭重罪 能消重业 佛这么说 菩萨也这么说 古来祖师大德也这么说 那还会有错吗 所以 般若的理论 方法懂了 我们做不到 怎么办 老实念佛 就成了 老实念佛 就是究竟圆满的金刚般若 将为农居士 这是一个好榜样 他就是老实念佛 他灵命忠实 那个瑞香多好 走的时候清楚 明白告诉大众 金光变照 佛来接引 他走了 凡是这样子 跟大家说明 见到佛来接引 他决定往生 那没有错误 所以要晓得 持明念佛 这个法门非常不可思议 不要看到它很简单 很容易 它跟最深 最不可思议的妙法相应 与金刚般若相应 与大放广佛华严经相应 与妙法莲华经相应 统统相应 按何道妙 旧本经上说 持明念佛 他就是真的在行 身般若波罗密多 他不是在讲 他真的在做 真在修 修什么 修身般若波罗密多 就一句佛号 身般若波罗密多 就是前面讲的 离一切香 修一切善 你们想想它是不是符合这个标准 老师念佛的人 心里只有一句佛号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不是离一切香吗 这一句佛号是善中之善 没有比这个更善的 它一心持明就是修一切善 我们在无量寿经 跟诸位详细介绍过 整个佛法 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 所说的十方三是一切诸佛 如来所说无量无边的法门 到最后一归纳 总结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所以阿弥陀佛是诸佛所说 所正 所修一切法的总纲领 真的是修一切善 所以这个法门只要一心称念 要紧的是一心称念 你二心称念就不符合了 二心是什么 念佛是修一切善 但是没有离一切香 一心就离一切香 所以你要是二心念佛 与金刚般若不相应 一心称念就相应 我念佛的时候 身心世界一切都放下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求生极乐世界 求见阿弥陀佛 除此这一念之外 别无二念 统统放下 离一切香 修一切善 跟金刚般若完全相应 所以他真的在干 真的在修金刚般若波罗蜜 事故能灭重罪 能消重业 再重的罪业 这一句佛号 都能把它消得干干净净 任何一个法门 不能跟它相比 所以真正懂佛法的人 真正明白佛法的人 真正希望消业障的这些大德们 他们怎么修 就是一个念佛堂 一切的经咒 他不念 一切忏法 他也不要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消灾灭罪 开慧得福 开智慧 得福报 一句阿弥陀佛 圆满的成就了 九 念十相者 空有不着 双照二边 十相知慧 从大悲深 以大悲广修六度 的无量福 念十相 前面讲的端坐念十相 我们念阿弥陀佛 是不是念十相 是的 念阿弥陀佛 就是念十相 为什么 念十相是空有两边不着 我们念阿弥陀佛 放下身心世界一切万元 不着有 这一句阿弥陀佛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着空 空有两边不着 所以一心称念就是念十相 要不然他怎么能灭罪 双照二边 空有两边都不着 十相知慧 从大悲深 我们念佛 念佛的人就是大慈大悲 为什么 要自己往生极乐世界 见阿弥陀佛 往生极乐世界干什么 见阿弥陀佛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明星见性 为的是的无上菩提 的无上菩提之后 为什么 为了广度众生 我自己有智慧 有能力 像佛菩萨一样 应以什么身的度 我们就能献什么身 这度众生才真的叫自在 所以没有见阿弥陀佛之前 我们想度众生 心有余而力不足 纵然发恳切的愿望 智慧 能力做不到也是枉然 修学其他法门 要像佛菩萨一样 能够自在献身谈何容易 即使遇到真善之事 如法修行 经上跟我们讲 要想证得法身大事的地位 至少还要修两个阿森指节 才有这个本事 两个阿森指节是天文数字 我们觉得时间太长了 还是念佛往生净土好 深到西方极乐世界 无量寿经 四十八愿里面所说的 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自己宣说的 是净土的根本 净土三经无非是四十八愿详细介绍而已 他的根源就是四十八愿 佛在四十八愿明白地告诉我们 深到西方极乐世界 皆是阿维悦智菩萨 阿维悦智菩萨就是 《弥陀佛经》里面讲的阿炳拔智 这是梵语 翻成中国的意思是七的以上 我们要试依其他的法门 修到七的菩萨要两个阿森指节 超过一般菩萨两个阿森指节 我们超过了 一下子就超过了 所以有能力分身 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 众生有感你就有能力应 感应到焦 这才能够普度众生 真实的智慧是从大悲心生的 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是大慈大悲 有一些人说 念佛功夫不得利 为什么不得利 没有慈悲心 所以你功夫不得利 你要是有大慈悲心 你的功夫必定得利 决定不会退转 决定不会皮眼 没有慈悲心 念几句佛号就累了 就要休息了 都是没有慈悲心 以大悲广修六度 的无量福 怎么各修法 等讲到经文的时候 再跟诸位戏说 这个修法都在日常生活当中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表演的 穿衣吃饭 带人接物 这些地方都修圆满的六波罗蜜 十 精体卫生十相 修宗位离一切香 修一切善 离香 观空也 修慧也 修善 不住空也 修福也 所以福慧双修 离香 观空也 修慧也 离香 是修慧 观空 修善 不住空也 修福也 所以福慧双修 离一切向是修慧 修一切善 是修福 福慧双修 因为福慧双修 这才能缘成佛道 我们受三归一的时候 归一佛 二足尊 换句话说 二足尊 就是佛 足是满足 圆满的意思 没有一丝毫欠缺 二是两种圆满 一个是智慧圆满 一个是福报圆满 所以修行 福慧要双修 不能够修慧不修福 修福不修慧 统统错了 如果是修福不修慧 果报决定在六道 不能够出离三界 修慧不修福可以出三界 能证小果 小成的阿罗汉 辟知佛 全教菩萨 能证果 证了果 怎么样 没有福报 经上有比喻 修慧不修福 罗汉 脱空波 阿罗汉到外面去脱波 没有人供养他 没有福报 诸位 诸位想想看 没有福报 不能度众生 虽然你有智慧 但是跟人家没有缘分 不跟人解法缘 没有缘 脱波都脱不到 不供养 你还能够跟人说法 谁听你的 没人听你的 由此可知 你成佛的目的 想普度众生 那你不修福 你怎么能度众生 所以学佛的人 一定要懂得福会双修 福会双修当中 会重于福 你知道这个道理 你才晓得离一切向是主 是第一重要 修一切善是福助 也非常重要 离乡从哪里离 就在修一切善里头离 不修一切善那你离什么 你也没得离了 一定要懂得离乡修善 这才是福会双修 这才叫真忏悔 学佛最忌讳的是修福不修会 佛门这样的弟子很多 喜欢修福 喜欢福报 喜欢享福 不要智慧 吃福 这个福报到哪里去想 你要知道 因为他鱼吃 鱼吃便畜生 畜生到里面去想了 所以佛在经上说 修福不修会 大象挂阴落 吃福 他到畜生到中去投胎 投到大象 那象是国王坐骑的 从前国王出门没有汽车 都是马 象 国王成的象 都是金银 琉璃 七宝挂满身 他就像那个福去了 现在国王出门 不齐相 坐车了 但是现在享福的畜生很多 我们看到外国那些宠物 你要是修福不修会 来生都被那些外国人当宠物去了 很重要 很重要 一定要懂得福会双修 会重于福 这就对了 此事真忏悔 能灭重罪定业 大乘许多经论上说定业不能转 实际上那是佛的方便语 不是真实语 是佛为我们提出严重的警告 不要造重罪 是劝勉我们的意思 实际上定业也能转 不过很难 转定业一定要见性才能转 不能见性不能转 修定 转不了定业 阿罗汉 辟知佛 全教菩萨都转不了定业 一定要证得法身大事的果位 才能转定业 由此可知 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七的菩萨 八的菩萨 就是这样的果位 是问问定业 转了没有 转了 所以念佛法门无比的殊胜 内外丈缘 意其消尽 十一 若能于本经 深解一去 信心不逆 竟能受持 为人解说 即为何单如来事业 成就罪上帝 依稀有之法 乃至灭罪身福 当得无上菩提 若能于本经 深解一去 信心不逆 竟能受持 为人解说 这四句话实在讲 把金刚经的精华说尽了 也是这部经最重要的经文 所以经要深解 解潜了不起作用 要深解 深深地去理解它 才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起心动念 待人接悟 应当怎样做才是金刚般若 才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所以不深解不行 因此 这个经实在讲 是要细讲 粗之大业 这样讲下来 起不了什么作用 要深解 信心不逆 不逆是决定不违背 这句话非常重要 信心不逆 实在讲 一定要这样做法 非这样做法不可 这样的信心才叫做不逆 竟能受持 金刚经 上场讲受持四句计 四句计是少分 竟能受持是全经 为人解说 竟能受持是自行 为人解说是化他 自行化他 即为何单如来是业 这个人就是佛的传法弟子 继续佛度众生的大业 这是如来的传人 成就罪上第一 稀有之法 这些都是本经的经文 到后面我们会细讲 乃至灭罪身符 当得无上菩提 这无疑是世尊在本经 为我们受祭 果然我们能够做到前面 这四句 就是如来为我们受祭的弟子 不是普通弟子 第一 生解义去 第二 信心不逆 第三 竟能受持 第四 为人解说 只要这四句你真做到了 你就是如来的传人 你就是如来受祭的弟子 这是真正稀有 十二 修行法门无量 而唯一宗旨 除障而已 障有三 或障 见私烦恼是 除则成般若得 业障 一切罪业是 除则成解脱得 报障 六道苦报身是 除则成法身得 将助举破我 灭罪 成就如来 为本经之大用 修行法门无量 而唯一宗旨 除障而已 这是真的 一切法门没有别的 除二障而已 或者是讲三障 二障是讲烦恼障 所知障 三障是讲货障 业障 报障 底下我们讲三障 障有三 回向记上 怨消三障诛烦恼 三障就是这三种 一 或障 迷惑 见私烦恼是 除则成般若得 迷惑除掉 般若智慧就现前 二 业障 一切罪业是 罪业是造作 就像的藏菩萨在 地藏菩萨本愿经 所说的 严福提众生 严福提众生是指我们这个地球 其心动念无不是罪 当然这是指大多数的众生 极少数例外 为什么说起心动念都是罪 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 那就是罪 自私自利有什么不好 为什么说是罪 增长我值 增长我见 这是罪 我见 我值增长就不能出三界 不能脱轮回 那不是罪是什么 这个一定要知道 除业障症解脱得 九的大自在 三 暴障 暴是六道里面的苦报 在六道里面舍身受身 这是六道的果报 六道没有不苦 佛为我们讲三苦 八苦 三苦里面不仅是欲戒 欲戒苦苦 八种苦具足 色戒有坏苦 无色戒有辛苦 三戒痛苦 三戒里没有安乐 法华经 比喻三戒是火宅 三戒里哪有乐 你感觉的有一点乐寿 那是苦暂时停一下而已 我们要觉悟 不要以为你现在很有福报 觉得做人不错 很快乐 其实你迷惑颠倒 为什么 你一餐饭不吃的时候 饿得很苦 苦是真的 三餐饭是要 治你饥饿之苦 你有什么乐 没乐可受 所以人活在八苦之中 这是真的 绝对不是假的 除则成法深得 报仗要是离开了 你就正得法深 将助举破我 灭罪 成就如来 为本经之大用 将为农居饰在 金刚经讲义 里面 以这三个为本经的得用 这个经的用途能帮助人 破我值 能帮助我们灭罪业 消灾灭罪 能帮助我们成就无上菩提 成就如来就是成就无上菩提 这个经的好处 利益太大太大了 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的 晓得有这么多的好处 这才肯用心来学习 希望经上所讲的好处 我们现前都能得到 我们学 金刚般若 那才叫真的没有白学 学了马上就有用处 改善我们的生活 改善我们的体质 现在很流行的时髦与改善体质 这个经真有这个作用 使我们这一生过得非常幸福 非常美满 充满了智慧 而不是生活在烦恼之中 六祖大师说得很好 弟子心中常生智慧 我们像他就不错了 凡夫是 弟子心中常生烦恼 我遇到很多人来跟我讲 我常生烦恼 他不生智慧 他常生烦恼 与班若相反的就常生烦恼 与班若相应的常生智慧 生活在圆满智慧当中 那真正是幸福快乐 好 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若研习报告 第四卷新加坡佛教居士 林荡明 9年2月3-004 请看 金刚经讲义结要 第七面 叛教 叛教的意思 这是祖师大德们 将是遵过去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加以整理 辨别浅身大小 辨历于后来的初学 有一个次第可以入门 所以就有判别教项 正如同我们现在的学校 给学生编排课程标准 是同样的意思 这个科目应该编在第几年 第几个学期 有这个意思 佛法虽然有判别教乡 可是我们一定要晓得 佛经不同于世间学校的教科书 为什么 世间的书籍确实有浅有深 浅的不能深 深的不能浅 所以排定课程标准比较容易 而佛法里面的经典 特别是大成经 经文含义是可深可浅的 初学佛的人能从这里读 一直到等觉菩萨还是离不开 就像这部 金刚般若一样 可以从这里下手 一直到成佛 还是这一部经典 这就说明佛法不可思议 可深可浅 浅的程度看 很浅 深的程度看 很深 随着自己修学 境界不断向上提升 看到这个经典越看越深 越看越不可思议 这是佛经跟世间书籍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叛教 祖师大德也是一番苦心 我们后难会谈到 一 诸佛出世 教化众生 必对姬说 姬有二义 根姬 众生根性 各个不同 仗有浅身后伯骨 石姬 因实施教 如五十说 先前后生 先小后大 寻寻善诱 引人入圣野 诸佛出世 教化众生 佛之所以出现在世间 目的就是教导众生 化是成就 因为佛的教导 众生就能够变化气质 就能够化凡成圣 由此可知 教化两个字 一个是因 一个是果 教导是因 我们化凡成圣 这是果 必对姬说 姬有两种 姨 根姬 众生根性 各个不同 仗有浅身后伯骨 众生根性不相同 有些人很聪明 有些人比较鲁顿一点 佛经理常把一切众生 分为三种根性 上根 中根 下根 这是大分 如果细分 这一切众生的根性 可以说是无量差别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差别 原因就在 仗有浅身不同 迷有厚薄不同 有人迷得浅 就显得很聪明 很凌厉 一文千物 有些人迷得很重 迷得很深 佛菩萨善巧方便来给他说 还是听不懂 还是不能够领悟 原因在此地 二 时机 时节因缘 这个关系也很大 因时施教 如武时说 世尊当年在世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有不少的学生 发心长时间追随佛陀而不肯离去 像经上常讲的一千二百五十五人常随众 佛到哪里 他们跟到哪里 一生都不肯离开佛陀 于是佛陀讲经说法当然是以他们为主要对象 虽然他们是主要对象 也不能不顾及大众 可见得讲经说法 是相当不容易的一桩事情 因为要顾虑到所有各种不同根性 一定要教人人都得利益 大根性的人的大利益 小根性的人的小利益 统统都得利益 佛讲经说法才叫圆满成功了 五十就是由浅而生 这属于佛学常识 我想诸位很多都很清楚 是尊成佛 首先是在定中宣讲 大放广佛华严经 参与这个法会 我们在经上看到 都是四十一位法生大士 凡夫没有分 佛在定中讲 我们怎么能进得去 声闻 原觉 全教菩萨也没有分 一定是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生 才能参与如来定中的法会 这是二七日中所说 也有经里面讲三七日 二七日 三七日都有根据 二七是十四天 三七是二十一天 佛就将大放广佛华严经 讲圆满了 佛所讲的 华严经 诸位要晓得 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我们不但没有看到 听也没有听说过 佛灭度六百年以后 龙树菩萨出现在这个世间 这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聪明绝顶 他是地上菩萨在来 是献给我们看的 他在不太长的时间 把世间的点击读遍 书念完美的念了 佛法 是法都念完了 于是升起供高我慢 自以为了不起 金刚经 上有说 互念诸菩萨 大菩萨有责任要互念这些小菩萨 龙树是初的菩萨 所以大龙菩萨就来帮助他 引导他到龙宫 看龙宫里面所收藏的经典 他到龙宫 看到大龙菩萨的图书馆收藏的 华严经 一看就吓呆了 世尊讲的 华严经 有多大的分量 龙树菩萨说 十个三千大千世界为成绩 依四天下为成品 古印度计算书本的大小 适用计做单位 计就是四具 不论长短 四具就叫一计 不一定是计算 长行文也一样 四具就叫一计 用这个做单位 十个三千大千世界 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不得了 十个三千大千世界 把大千世界磨成为成 磨成细粉 一粒为成是一计 十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多的为成计 今天就是用天文数字 也说不出来 我们常讲横河杀术 横河杀算什么 太少太少了 一四天下为成品 一四天下 用浅显化来说 就是太阳系 太阳系里面所有的星球都磨成细粉 磨成为成 那一粒为成是一品 华严精 有这么多品 他这一看 供高我慢的星 马上就没有了 觉得自己念的太少太少了 简直不能比 再一想 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他都没有办法受持 何况我们严福提众生 恐怕找不到一个人 所以就把他舍弃 再看重本 中本分量还是太大 大龙菩萨说 还有下本 下本实在讲是 华严经 的提要 像中国的大书 四库全书 有目录提要 那个分量不多 虽然不多 这么厚的精装本 也有五本 比起全书 当然少得太多 全书一千五百本 这就浓缩成五本 龙树菩萨一看 华严经 这刚要 行 这个可以 就把小本 华严带到我们人间来了 以后翻译出来 印成书 就是我们世间所流通的 大放广佛华严经 其实是 华严经 的提要 这部 华严经 的分量 总共有十万计 四十品 这部经 已经失传 梵文经典 没有了 传到中国来的经文 因为分量太大 经文残缺 古时候的书籍 不像现在这么便利 那个时候是贝叶所写的 贝多罗的树叶一片 切成掌方形的一块 大概是写四行 有的写六行 两边打个洞 用绳子穿起来 诸位想想 那要是一部完整的 华严经 恐怕现在要好几个大卡车 才装得下 分量多容易脱落 在那个时候都是手写本 所以流传下来 缺失很多 东晋时候传到中国 只有三万六千颂 华严经 经文十万计 传到中国的只有三万六千计 我们把它翻译出来 翻成中国字六十卷 这是敬意的 华严经 也称为六十华严 唐朝武则天时代 时差南陀法师从印度带来 华严经 的梵文本 比进一增加了九千颂 有四万五千颂 还不到一半 要五万颂才是一半 但是 华严经 大致上的意思都能看得出来 翻出来之后称为 八十华严 现在流通的都是这个本子 真元年间 外国向中国进贡 贡品里面有 华严经 的一部分 是最后的一品 入法戒品 这一品经很难得 它是完整的 没有缺失 在中国翻出来之后 称为四十华严 四十华严 就是最后一品 普贤菩萨行愿品 在八十华严 里面称作 入法戒品 这一品经是完整的 所以现在可以说中文本里面 华严经 是相当完整的 流传下来是很完整的了 可是根源文还是差不多去一半的样子 这个是相当不容易 这是世尊二七日中所说的 所以我们想 二七日时间太短了 我们现在念也没办法 不要说是讲 念都念不完 这是我们凡夫执着 时间是个定法 其实时间不是定法 时间可以延长也可以缩短 我们俗话常讲 人要适逢到欢喜 喜事的时候 觉得这个时间好短 如果遇到苦难的时候 度日如年 可见得这个时间哪是真的 不是真的 尤其诸位在做梦的时候 我们读过古人的笔记小说 黄粮梦 他做了一个梦 黄粮是高粮小米 在那里煮 那很容易煮熟的 还没有煮熟 他那个梦醒了 打瞌睡做了一个梦 梦里面已经过了几十年 说明几分钟可以把它延长 为几十年 换句话说 几十年也可以把它浓缩成几分钟 时间不是定法 所以世尊讲 华严经 可以说将无量节浓缩成一年 华严经 上说念节圆融 可以把一念展开为无量节 把无量节浓缩成一年 这是第一时 第一时所说的完全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 所以是对法身大事所说的 当然如来果地上境界 不是凡夫能明了的 说了之后 世尊出定就想了一想 这云云迷惑颠倒 苦难的众生要教导他们 不能不用全巧方便 全巧方便怎么办 从幼稚圆班办起吧 就这样子了 这才在路也愿度五比丘 讲四地法 讲小城 这等于说是开班教学 从幼稚圆办起 然后看看他们的程度差不多了 可以讲深一点 再讲方等经典 方等也成就了 智慧渐开 渐渐的开智慧 渐渐开悟了 第四个阶段讲班若 我们这个经是属于第四时所讲的 智慧大开之后 世尊最后讲法华涅槃 而法华经的经义根 华严经 无二无别 就是导入大华严的境界 这就是由浅而深 由小而大 先浅后深 先小后大 循循善幼 引人入圣 这是世尊四十九年用这个方法 跟我们现在办学校一样 先办幼稚园 办小学 再办中学 再办大学 再办研究所 达到了教学的目的 二 古德叛教 意在方便学人 时对一代时教 刚领条目 浅身次第 一目了然 可以循序而尽 其皆引后学之苦心 梁足配焉 古德叛教 意在方便学人 叛教用意 就是让我们初学的人 有方便契入 时对一代时教 一代时教 就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 所说的 刚领条目 浅身次第 一目了然 叛教用意在此地 可以循序而尽 其皆引后学之苦心 梁足配焉 这是令人佩服的 这一段是说明 古德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 叛教实在讲很费事 也很用心 把它整理出一个头绪 目的就是便利初学 三 静默判别 经教者有十八家 唐后大众共一者 为天台 贤首两家 天台判位 藏通别 元四交 贤首则 判位小时 中顿元 五教 静默判别 经教者 有十八家 这在 华言经书超 里面看到的 贤首 清凉大师都是身在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 叛教的风气非常盛 我们在 华言经 上看到 成官大师所引的 诸家都能够见得到 但是唐以后 这些各家叛教的 可以说都摔没了 唐后大众共一者 为天台 贤首两家 这两家传下来了 为什么 这两家判得最好 所以后来的学者 研究经的人 讲经的人 不是依贤首就是依天台 而到今天可以说依天台是最多 依贤首的不多 这里面也有原因 天台家的叛教简要详明 贤首虽然判得很好 比较复杂 贤首用十门开启 就是介绍全经的概要 他用十个科目 天台用五个科目 五重悬疑 五比十就省一半 所以后来的人 取天台的很多 天台叛卫藏通别源四交 藏就是小成 小成为什么用藏 小成也有完整的三藏 他有经藏 绿藏 论藏 通 别 源都是大成 通是大成的开始 前面可以通小成 后面通大成 是大成的开始 也就是大成里面浅显的 别教就比较深 是大成里面比较深的 他是不通于小成 纯粹大成 也可以说 藏教浅 通教有浅有深 别教有深无浅 原教是一切圆融 无不通达 天台家将大小成 佛法是这样的区分 先手 就是华严宗 叛卫小始中顿元五教 五教里面 小教跟天台家的藏教相同 始教就是天台的通教 宗教就是天台的别教 而将天台的元教开卫盾 圆两种 天台是把盾包括在元教里面 由此可知 两家在名称上不一样 意思内容方面来讲 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些常识 常常研究经论 古德著书一开端 都说得很详细 我们看看各家对于本经的判法 他们判的都很有道理 四 天台判此经卫通别兼元 先手则判属使教 亦通于元 将驻判此经卫尽新巨名 遮兆同时 会撤三空 公元万行 至元及顿之大教 天台判此经卫通别兼元 天台宗判 金刚经 属于通教 但是它也有别教的意思 也有元教的意思 这个说法 这个经里面有通 别 元 其不就是有深 有浅 浅的人读起来浅 不难懂 深的人读起来意思 很深奥 可深 可浅 确实如此 本经前半部 浅的人看到浅 深的人看到深 后半部为深无浅 确实它有深度 没有浅显之处 所以判得很好 先手则判属使教 亦通于元 这就说明 为什么他把它判作使教 判作通教 大臣的开始 因为经上说得很清楚 若菩萨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极非菩萨 换句话说 必须离四相才是菩萨 那要是刚刚离四相成菩萨 这是初级的菩萨 这就是使教的菩萨 所以他意思有浅的 到 金刚经 后半部 不但四相要离 四见也不能有 不但诸相没有 能证的心也不能有 不但能所没有 佛法也没有 那是深到极处 完全是元教的教义 所以判作 亦通于元 这是古大德对本经的判法 将为农居士在 金刚经讲义 里面 判本经为 静心具名 遮罩同时 会撤三空 公元万行 至元吉顿之大教 实在讲这也难得 将居士一生花了四十年的功夫 佛法戴经里面所说 元人说法 无法不原 将为农居士自己元了 所以看的这个经 处处吉元吉顿 他也说了一番大道理 说得非常之好 教人很难反驳 确实是有道理 这个经意 自始至终能够觉悟众生 如果这个众生真的觉悟了 像前面所说的 信心不逆 完全能够受持 那的确是元顿根性的法器 绝对不是平常人 所以他的讲法也很合理 符合本经的指趣 这一段我们就介绍到此的 这是讲本经纲要 依天台五众悬议 是明 显体 明宗 辩用 叛教 义人 谣情三藏法师 纠摩罗十译 义人是翻译经的人 本经是纠摩罗十法师翻译 本经在 《大藏经》里面 有七种不同的译本 但是流通最广的是 《纠摩罗十大师》的译本 其他的六种本字很少流通 很难见到 一 姚情 384年姚长称秦王 389年吕光称三河王 梁 四欧一年实施至长安 姚情 中国过去以秦魏国号的 有四个朝代 因此必须把皇帝的姓家上去 才晓得是那一个秦 向秦始皇建立的王朝也叫秦 历史上称他为赢秦 他姓赢 福坚建立的王朝也叫秦 称作福秦 姚长是福坚的将军 福坚建跟东晋打了一仗打败了 这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肥水之战 他的有名就是晋朝谢安以寡击众 那个时候福坚带兵是八十多万 号称百万军队 东晋军队只有十万人 以十万人打败一百万人 所以这也是个奇迹 姚长就发动政变 他政变成功了 夺了福坚的位子 国号没有改也叫秦 他做皇帝了 所以就称作姚秦 在历史上也称为后秦 福坚称为前秦 公元384年 我们这样讲 大家印象就比较深刻 今年公元1995年 这是公元384年的事情 姚长建国成为秦王 389年吕光称三河王 这里面有一段很长的故事 一般金刚经的注解讲 一都会叙述 这个参考资料很多 福坚那个时候曾经派吕光 吕光也是个将军 派他率领七万大军 去邀请罗石大师 罗石大师那个时候 在西域归资国 归资是个小国 福坚听说 纠摩罗石是个人才 很有智慧 一心就想得到他 当然人家这个人才是国之宝 这个国宝不是古董 是人才 那人家怎么肯放 所以就派七万大军去 他要不给我们就打仗 一定要把罗石大师请回来 兵临城下 罗石大师就劝归资国王 还是放他 不要跟秦国发生战争 战争时实在在讲 敌不过秦国的大军 这样把罗石大师 引请到中国 走到半路就是梁州 现在的甘肃 听说朝廷政变 姚长做了皇帝 姚长本来跟他是同事 都是将军 他也不服姚长 姚长做了秦国国王 他在三河 就是那个时候梁州 他在那里就割据一方 自称为梁王 他也称了王 罗石大师就在他那个地方 他不会用人 但是他知道罗石有智慧 他也不肯放走 就把罗石大师等于说是幽禁了 让罗石大师在那里十几年 不能够红法立身 一直到吕光死了 姚长也死了 儿子姚兴继位 吕光死了 吕光的侄子继位 那个时候情况就不同了 这个时候梁的力量很薄弱 所以把罗石大师送到长安 那个时候秦的首都在长安 送到长安是公元401年 401年到长安的 所以经上谣情这两个字 就是代表时代 它是在哪一个年代 代表这个意思 二 三藏 经 律 论 三藏法师 用现代话讲 这是他的学历 像现在一般学历博士 硕士 是他的学历 这是通达三藏的法师 在古时候 有资格翻经一定要三藏法师 若不是三藏法师 没有资格一经 一经的法师一定要精通三藏 他精通三藏 称为三藏法师 三藏是经 律 论 是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 分为这三大类 中国后来编书 像四库全书 这个构想 就是根据佛经的方法来的 佛门有三藏 分为三类 所以当年前龙编中国的典籍 就把它分为四类 叫四库 库跟藏意思是相同的 藏就是库藏的意思 三藏实在讲很难分 三藏是经 律 论 它的内容是戒 定 会 律藏是讲戒律 戒学 经是讲定学 论是讲会学 旧是戒 定 会三学 但是世尊每一次说法 无论讲大小成经典 每一部经典里面 几乎戒 定 会三学都具足 这怎么分法 后人编辑分类就从多 譬如这本经讲定讲得多 讲会 讲戒 讲得比较少 就归到经藏 如果研究讨论多 讲定比较少 就归到论藏 用这个方法从多 这是必须要知道的 因为我们每展开一部经典 几乎戒 定 会三学都具足 三藏是我们修行的标准 这对初学人来说的 修持功行圆满的时候 三藏又是我们印证的标准 我们功夫到底有没有成就 到底我们证到什么样的果位 也可以来给你做证明 所以它是修学的标准 印证的标准 证明的标准 经论是修正之见 我们的见解 思想有没有错误 我们对宇宙人生的看法 想法 要用经论做标准 经论里面所说的是 是佛之佛见 佛是觉悟 究竟圆满彻底的觉悟 那是一个觉悟的知见 觉悟的看法 想法 决定没有错误 我们的想法 看法 跟经典对照对照 如果跟经上讲的是一样 那很好 我们的想法 看法都正确 假如不一样 一定要知道 我们自己错了 要把错误的 依照经论上所讲的改正过来 这叫修正 这叫修行 修正之见 律式 修正行持 我们在行持上 行持 是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到底是正 是邪 是善 是恶 戒律是标准 戒律是佛与大菩萨的行持 我们一定要跟戒律对照对照 如果跟戒律相违背 一定要依照戒律的标准改过来 律式佛行 诸佛菩萨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是戒律 我们要学佛 怎么个学法 要认真用佛的标准 改正自己的思想 见解 言行 这叫学佛 一定要用佛做标准 不可以用人做标准 善导大师讲得很好 在 观无量寿佛经 上品上伸张 注解里面 善导大师说 不要说是世间这些知名的大德们来跟你讲 来教导你 他所讲的跟经上讲的不相应 我们不能听他的 阿罗汉来讲 阿罗汉是正果的圣人 如果讲的跟经上讲的不相应 也不能听他的 乃至于菩萨 等觉菩萨都不行 一定他讲的要跟经上相应 我们才能听他的 不相应的 我们都不能够听他的 最后大师讲 那诸佛来了怎么样 佛佛道童 你要记住这一点 诸佛来说决定没有讲两样的话 如果讲两样的话 那一定是假佛 不是真佛 那是妖魔鬼怪冒充佛来欺骗你 如果是真佛 一定讲的是一样的 一切诸佛无有异语 亦是两样 金刚经上讲 不狂语者 不异语者 没有两样的话 决定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要辨别哪是真佛 哪是假佛 很容易 不难 跟经一对照起来 他讲的意思 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 那是真佛 讲的不一样 那是假佛 不是真佛 可是这个地方要注意到 魔很厉害 魔也很有本事 他可以99句话 跟佛经上一样 只有一句不一样 这个就很厉害了 但是要晓得 那一句不一样 就把你法身会命给断送掉了 我们不能不小心 不能不谨慎 完全相同 没有一句不相同 那才是真佛 特别是在这个时代 冷言经 上讲 邪师说法 如横和杀 真正善知识不容易遇到 唯一能够靠得住的是经典 古来这些祖师大德收在 藏经 里面的注数 这是决定靠得住的 但是要古时候编的 大藏经 现在新编的 大藏经 靠不住 新编的 大藏经 现代人一些著作 他都收进去了 现代人的著作 谁给他做证明 不像从前 从前收入 大藏 著作要那个时代的 高森大德都看过 都同意了 没有反对意见 这才报给皇帝 皇帝批准入葬 所以他有个标准在 现在没有标准 这个法师跟我感情不错 他写的东西赶紧就给他入葬 那一个法师我不喜欢他 我讨厌他 他再好的东西 我也不让他放在藏经 所以阅读 大藏经 要用从前人的本子 古时候所编的 在中国最后一部大藏经是 龙藏 前龙时候编的 这是个标准的本子 这个藏经 里面有的 可以说大致上不会有错 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 不是随便能够编进去的 修正之见这是学问 修正行持这是品德 所以学佛的标准 就是要有良好的品德与学问 三 法师 凡能弘扬佛法者 称为法师 三藏皆通 则称三藏法师 由此可知 法师这个称号 乃至于三藏法师的称号 不一定都是出家人 在家人也能称 佛门里面的称呼 这是个常识 我们要懂的 不要搞错了 错了闹笑话 法师 是通称 不论在家 出家 不论男女老幼 只要能够以佛法教导别人的 都称为法师 和尚 也是通称 不管在家 出家 男女老少 你能够主持佛法 主持教学 都称和尚 和尚是印度化 意思是亲教师 亲自指导我修学的这个老师 就是我的和尚 所以和尚也不一家定是出家人 我学佛 指导我的老师是李秉南老居士 李老居士就是我的和尚 我要称他做和尚 和尚的关系非常密切 不能随便称的 他跟我没有这个关系 我怎么能称他做清教师 哪有这种道理 称做法师可以 法师不一定交给我东西 他只要是红法力生的 都可以称法师 和尚不能随便称 和尚跟自己有密切关系 所以这个一定要晓得 现在有很多人 对于佛门一些大德 尊称他为大师 这是不可以的 这个尊重过了头 为什么 佛门里面大师是对佛的称呼 成佛才可以称大师 你要称他做大师 岂不把观音菩萨都压下去了 观音菩萨称大师 你称大师 他跟观音菩萨是平的 称大师 把观音菩萨压下去了 你们成天求观音菩萨保佑 观音菩萨才不保佑 你把他压得低低 他保佑你 要晓得不可以的 所以尊称菩萨 我们在 无量寿经 上读到正式 十六正式都是在家菩萨 而且都是在家等觉菩萨 称开式 开悟的 这都是尊称 称开式 称正式 称大师 没有称大师的 不懂得这个名词 术语含义的 也许他们用错了 懂得的真正学佛人 不能用错 用错了人家说你外行 对佛法不懂 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 古来的这些大德们 称纠摩罗时法师 不称大师 人家称三藏法师 在过去 皇帝的老师称国师 专修禅宗的称禅师 专修戒律的称律师 这都是名副其实 是正确的称呼 我们不能够不知道 4 纠摩罗时 范语英译 亦未同寿 7岁出家 日诵千计 伯通氏出世法 公元4欧一年至长安 摇兴呆以国师之礼 在西明阁语 一学八百人讲学 一经论98部39欧语卷 纠摩罗时 中国的意思是同寿 这也是赞美他 他在年岁很小的时候童子 但是他的智慧 德行 就跟老人一样 好像很老练的样子 很成熟的样子 所以他的名字叫童寿 7岁出家 日诵千计 聪明绝顶 这是举一个例说明 他的学习的能力很强 一天能够读这么多的文字 宋氏背诵 每天能背诵这么多文字 用现代的话来讲 是杰出的天才 很少有的 伯通氏出世法 他读的东西太多了 都能够背诵 都能够记得 的确是伯学多文 公元401年至长安 那时候的国王是姚欣 姚欣呆以国师之礼 在西明阁语 艺学八百人讲学 艺学 就是经研教理的这些人 在家的跟出家的都可以称为艺学 专门在教理上探讨研究 这些人都是以罗石大师为老师 跟着他学习 艺经论九十八部三九零余卷 罗石大师到长安只有七年 七年就原济了 所以他的艺经事业只有七年 短短七年当中完成九十八部 他译的非常之好 他是属于意义 玄奘大师则是直译 意义是离开原文 把原文的大义用中国文的文法写出来 所以中国人读起来非常的流畅 很喜欢读他的艺本 他的艺本非常受到中国人的欢迎 道理在此地 传说法师乃七佛以来为艺经师 以悟达为先 的佛遗迹之意 这在传记里面都有记载 罗石大师是释迦佛 以前七尊佛的艺经师 专门做翻译工作的 所以他翻译的好事有原因的 深深世事 七尊佛可以讲世无量节来 一尊佛三个阿森指节 三七二十一个阿森指节 他都是现为翻经的法师身份 来从事于这个工作 底下这两句很要紧 他为什么翻得这么好 悟达为先的佛遗迹 他教学也是如此 教学生一定要开悟 一定要通达 你要是不悟 不通达 怎么能把佛的意思翻出来 开经济说得好 愿解如来真实意 如来真实意 你要能解 你才能说得出来 你才能够介绍给别人 如果自己没有悟 自己不通达 这个工作决定做不好的 我们反过来看看 现在外国人翻译佛经 不少人从事于这个工作 把佛经翻成英文 翻成其他的外国文 那个翻经的人文字好 中文也好 英文也好 对于佛法没有误 没通达 所以翻出来的东西不能流通 我在美国参观沈家珍老居室的图书馆 这个老居室非常热心 过去不少年 请了很多很多人翻经 也花了很多钱 现在那个稿子真是堆积如山 我去参观 他告诉我 没有办法出版 不能流通 我过去看到一本 翻得不是经 浅一点的 谈虚法师的 念佛论 有一次我在温哥华讲经 把这个一本带到那边去 那边有个周医生英文很好 他看了之后告诉我 法师 以后这本书你不要再印了 花了冤枉钱 这个翻的英文 中国人看不懂 英国人也看不懂 所以我才晓得不容易 连谈虚法师的开示 翻的意思叫人家不能够明白 何况经典 一定要 误达未先 的佛遗迹 的佛遗迹 可以说的佛力加持 你自己要不真心学佛 不能契入境界 怎么会的佛力加持 像罗石大师这样子旧的佛力加持 如果我们要做 当然也得要量力而为 今天在全世界 我们所看到的 弘法的人才非常缺乏 年轻学佛的同修很多 在家 出家 我也常鼓励大家要发心出来讲金红法 这是难不难 亦难亦不难 如果得佛力加持就不难 不得佛力加持难 太难 太难 怎样才能得佛力加持 要与佛心相应 就能得佛力加持 你要用真诚心 要用清净心 要用平等心 要用慈悲心 要用恭敬心 就得佛力加持 假如这里面掺杂一点点明文力养 五欲六成 佛就不加持了 我过去在台中 跟李秉南老居士学习 李老师传我四个字 你做到这四个字就行了 至诚感通 我们用真诚心来求 真诚到极处 这就有感应 跟佛菩萨有感应 感应就通达了 你不是用最真诚的心 没有法子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学来的 不是说我读了很多经论 读了很多书 我就会讲 会讲是不错 讲得天花乱坠 不是佛法 就是我刚才讲的 一百句佛法 九十九句讲对了 还讲一句错的 那就害死人了 所以 不求三宝加持 不求三宝互念 我们凡夫没有能力讲经 确实没有能力 都要靠诸佛菩萨 靠三宝加持 讲要靠三宝加持 大家听能够听得明白 听懂了 听了欢喜 也是三宝加持 这个讲堂如果没有佛光注照 没有三宝加持 你在这个地方不可能生欢喜 诸位要晓得 诸位要晓得 你们听了很欢喜 不是我的能力 你以为我会讲 错了 不是我的能力 是佛光注照 三宝加持 这是真的 我们不过就是做一个增上缘 就是一点诚意 真正发心 续佛会命 求愿往生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念念跟佛相应 哪有不往生的道理 六 意 意饭为华语也 意 是翻译 这个字讲法也很多 我们省略 后面这一段 我们采取谭虚法师所讲的 金刚经 只去 他讲的简单明了 一 离乡 成就解脱 消诸业 我们天天讲消业障 业障怎么消 不着乡才能消业障 这乡那业障怎么能消得了 都是根据 金刚经 教义所说的 二 无助 成就般若 破诸祸 祸是迷惑 破迷开悟的诀窍是无助 金刚经 上讲 应魔所助 而生其心 应魔所助 而行不失 像这样的句子在本经很多 三 无法 成就法身 脱诸苦 所有一切法相 都是因缘所生 当体极空 班若里讲 原其性空 勒不可得 这才能 成就法身 脱诸苦 班若心经 里面讲 度一切苦 到无法的时候 一切法都放下 都不执着了 消业 破祸 脱苦 这是本经的指趣 四 破三心 除四相 未发心之药物 这一条讲的真的是非常究竟彻底 凡夫莫不以为我能执着 我能执 或者说的粗险一点的 我能得 凡夫都患得患失 谁得到了 我能得 什么是我 一般人认为身是我 聪明一点的人知道这身不是我 什么是我 能够思维 能够想象 能够感受苦乐的 这个是我 心是我 西洋哲学家讲 我思故我在 什么是我 能够思维 想象的 那个是我 我能思 我能想 能想 能思维的 那个就是我 佛在本经上说 好 能思 能想的是我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能执着的 我没有了 能执着的 能得的心 没有了 你还得个什么 三心不可得 这是从根本上消业断货 不是从枝业上 你打个什么妄想 妄想不可得 你所得的是什么 所得的不外乎四相 我相 人相 我相 人相是从 相对假力 的 众生相 这个众生 就是一切 万事万物 万事万物 都是众缘合合 而现的相 所以诸位 要晓得 这个众生 不是指广大的众生 广大的人 不是这个 那你就把意思 讲错了 我们今天 所谓动物 植物 矿物 再包括 所有一切 自然现象 都是众生相 下语 瓜丰都是众生相 都是众缘合合 由缘合合 假力 称为众生相 受者相 受者是时间相续 由相续假而立 都是假的 我人是相对假 众生是缘合合 假 受者是相续假 你所执着的这些物是假的 你能执着的心是假的 你还有什么搞头 还有什么执着 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如果把这些事实真相 统统都搞明白了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 你心里头马上就得大自在 换句话说 你的真心就现前 忘心没有了 彻底了解它是虚妄 不可得 众生就是坚固的执着 不肯放下 不晓得能执着的心是假的 所执着的这些物相也是假的 所以佛菩萨眼睛里看 云云众生是可怜悯者 为什么可怜悯 假的全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 真有这个事 佛不能够说众生是可怜悯者 因为它是假的 怎么样打妄想 怎么样执着都是一场空 不是说到死了以后一场空 现前就是一场空 当下极空 这一执着坏了事 现前无量的烦恼 苦不堪言 将来轮回六道 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 金刚精 帮助我们明了事实真相 交给我们彻底放下 恢复自信 自信就是真心 禅家讲的 父母为生前本来面目 金刚精 的好处在此地 破处即是显处 破旺 真就显了 破旺显真 是同时 是一时 不是有先后的 先破旺 然后再显真 不是的 是同时的 旺除一分 真就显一分 旺除二分 真就显二分 理可以顿悟 一下就明白了 是要渐渐的除 世上除一分 你的清净心 你的般若智慧就透一分 世上怎么做 世上真的要放下 不要再执着 一定要依照经典的教训 认真努力去做 这是把本经刚要给诸位报告出来 向下我们就开始读到经文 刚要抓到之后 经文就不难领会 经文第一段 正姓序 古德分科叛教 首先将一部经分为三个部分 序分 正宗分 流通分 这一段经文是序分里面的第一段 叫正姓序 第二段是本经的发起序 我们看经文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舍卫国指数给孤独猿 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聚 一 东进道安法师 分叛一切诸经为序 正宗 流通三分 我们中国人也很了不起 也确实有大智慧的人 道安法师是纠摩罗什大师的学生 是罗什大师四大弟子之一 他看一切经都看成三分 他这种说法 当时一般大德们不以为然 因为大家对佛经都非常尊重 如果把佛经分裂 好像是很不恭敬的样子 不以为然 文者多疑 以后 印度古大德解释佛经的注解 流传到中国 也有这样的分法 于是中国这些大德们才晓得 古印度的大德也有这个分法 这样子对于道安法师 这个分科就非常佩服 遵从座位一个定则 以后 不论是讲经 注解 都采取这个方法 这是讲科判是从道安法师来的 二 本经续分 如是我文夫作而作 就是这个经本上前面的两小段 我们把全经根据江卫农居士讲义所分的科 总共分全部经文为184段 184个小段 前面的两个小段是续分 正宗分 使长老须菩提是名法相 这一段文字就长了 从第三小段到179小段 这是属于正宗分 流通分 须菩提 若有人以满无量阿森指世界七宝 持用不失性受奉行 流通分一共有五小段 从180到184段 将居士将本经的正宗分 又分为 性 解 行 正 四大段 这个分法 古来的 金刚经 注解都没有 唯独前清达天法师 他给 金刚经 做个注解教 新演书 就是把这个经分做 性解 行正 四分 将为农居士看到了 非常佩服 采取他这个分法 仔细观察 金刚经 的经文 确实有这四个意思存在 所以说是一点都不勉强 这称之为大经 性解行正 性解行正四分 最早的是清凉大师分 华言经 华言经 就分为性解行正四分 四大段 金刚经 也摆出四颗的姿态 这是跟大经 华言 无二无别 华言经 说的详细 金刚经 说的简单 确实可以说是 华言 的刚要 无论是理论 是方法 极其简单 恶药 怎么修法 四十华言 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 可以说就是把 金刚经 的理论与方法 在日常生活当中 表演出来给我们看 经里面所说的 应模所著 而生其心 你看看各行各业的人 他怎么样无助身心 不取于香 如如不动 看他们在生活当中 怎样去做这两句话 应模所著 行于不失 看他们在生活当中 在工作当中 在事业当中 在应酬当中 怎么各做法 那是在 大放广佛华言经 中 我们要是通达 金刚经 可以说 华言经 的刚领 你就抓住了 读 华言经 就非常有受用 三 如是我闻 至 1250人句 一段 是正兴趣 这是第一段 是正兴趣 正是正名 四 凡节集一经 必具六元 兴 文 识 主 处 众 乃刻成就 此一段经文 六元 具足 不但是节集经典 是尊当年讲经说法 也要具足这六个条件 如果这六个条件不具足 法会就不能成就 像我们现前这个法会 也是具足这六个条件 信 你信佛 你相信 金刚经 你才会来听 你要是不信佛 不相信 金刚经 你怎么可能到这儿来 你 不会来的 文 你一定相信 一定想听 你才会来 你才会在这个时间 到这个地方来听经 十 是时间 我们从八点钟讲到十点钟 到这个时候你就来了 在这个时间之前 你不会来 我这里没有法会 讲完之后 十点钟以后散掉了 这里也没有法会 可见得他有时间性 有时节因缘 主 有主讲的人 处 有场地 众 有大众在一块而聚集 听众 我们这个法会才能圆满 少一个条件都不能成功 佛是如此 现前也没有两样 这叫做六种成就 一定要具足六元 六个条件 我们法会才能够圆满的成功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这一句的经意 佛法之难 难在所说的意思是在言语之外 意在言外 说的是这个话 意思在外 因此你不能执着言说 你执着言说 你什么也不会 什么也得不到 你要懂得他言外之意 那你就喜欢了 你就得受用了 我们先看文字的意思 五 不意味 如 无非曰 是 不意味如 如的意思就是一样 没有两样 完全相同 这叫如 无非曰是 非就是不一样 华言经 云 信味道 缘公德母 常养一切诸善法 如是 这两个字是性成就 这两个字的意思 浅的人看到很浅 深的人看到 其身无底 浅而言之 如是我闻 我是阿南尊者 阿南尊者在集结经的时候 首先说出这四个字 阿南是父讲 阿南所说的 把佛当时讲的这部经 原原本本一个字不错 一点意思也没错 重负说一遍 底下人把它记录下来 这称之为经典 所以一开端 一定要说这四个 表示阿南父讲的 跟佛所讲的没有两样 这个让大家能够相信 世尊当年讲经说法 没有记录成文字 经典是佛灭度之后 弟子们开会 想想世尊从前是怎么讲的 再把它记录下来 节级经典的时候 佛不再是了 同学当中阿南尊者记忆力最好 听一遍永远不会忘记 他有这么好的记忆力 所以就推阿南出来 付讲 同学们给阿南尊者做证明 证明阿南讲的没错 同学们很多 必须每一个同学都承认 不是少数服从多数 不是的 一个人有怀疑 说阿南你这句话 我听得好像不是这样讲的 那就得删掉 一个人反对都不可以 必须全体一致 都点头 都通过 才可以记录下来 节级经典态度这样的严格谨慎 就是要取信于大众 取信于后世 所以经典前面加上 如是我闻 六 看经文法 贵在如实会得其意 果能消融归我自信 则受用无穷 这句话非常重要 如果你要是真会了 你读经 听经 就跟每天喝水吃饭一样 决定不能离开的 欲罢不能 这个不可思议 的受用 我讲一个最浅 最小的受用 无有皮眼 你们工作多了的时候 会累 会疲倦 如果你尝到法胃 当你疲倦的时候 这个经验上一段 精神就恢复 就不会疲倦 这是最小的好处 你现在得不到 念经念多了 念佛念多了 会疲倦 你味道没尝到 你那个念是口里头念 没有能够体会到心上去 会到心上去的时候 那真受用 法系充满 无有皮眼 有很多人问我 法师 你讲经讲了两个终点 很累了 很辛苦 他们不懂 我不讲经会累 讲经不会累 那怎么会累 前些年 我在洛杉矶的时候 一天讲九个终点 不累 越讲精神越好 越讲声音越大 不讲经的时候会累 所以你真正读经 讲经的话 不会累 不会疲倦 你尝到味道了 所以这个地方 要能够如实体会到 佛的真实意 真正消归自信 这就的受用 7. 如 身佛本具之性体 真实之计如如不动 是 开化显示当下即是 如 是什么意思 如是怎么样消归自信 如 就是如如不动的自信 真如就是本性 身佛本具之性体 真实之计如如不动 无量寿经 给我们讲了三个真实 第一个就是 开化显示真实之计 真实之计就是真如 就是本性 是宇宙人生一切万法的本体 本体就是根源 宇宙从哪里来的 人生从哪里来的 一切万法从哪里来的 从这个地方生的 在佛法里面叫做自信 在哲学里面叫做本体 哲学里有这个名 有本体之名 本体没找到 不晓得在那里 不晓得是什么 佛法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性 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 本性 真心是如如不动的 从来没有动过 觉得时候不动 迷的时候也不动 迷 那个心会动 是望心会动 真心不动 真实之计 如 是这个意思 是 开化显示当下即是 真如在哪里 本性在哪里 本性在哪里 真心在哪里 当下旧事 不但是 释迦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是从真心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 十方三世 三世是讲过去 现在 未来 一切诸佛菩萨所说无量无边法门 也是从这儿流露出来的 所以佛佛道同 没有两样 两样就错了 金刚般若 如是 华言 法华 也如是 弥陀经 无量寿经 亦如是 同一个根源流露出来的 既然同一个根源流露出来 我们要问 这一切精通不通 当然通 所以佛佛才讲 一精通 一切精通 不但一切精通 是出世间法 没有义法不通 为什么 一切迷雾染境都是从这里面变现出来的 离了自信 离了真如 无有义法 这是 如是 两个字的意思 浅而易知 我们能得这一点浅意 就有受用 晓得佛经上所讲的不是别的 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 本来有的 换句话说 佛讲 金刚般若波罗蜜 是我们自信的金刚般若波罗蜜 你要是用这种态度来学习 来修学 那个味道不一样了 受用不相同了 我们学的 不是释迦牟尼佛的 金刚般若波罗蜜 现在我们读经 学佛 为什么不得受用 说一句老实话 你所听的 所学的 是释迦牟尼佛的经典 与自己不相干 这个念得好苦 念得好累 好像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自己一点做不了主 如果你一下觉悟了 这是我自己的金刚般若 那就不一样了 主动的 自发的 味道完全不相同 你修净土 是我自信净土 你学 华言 学 法华 学一切法门 是自信法门 四红是愿理 自信法门是愿学 不是别人的 我们现在学佛法 学得好辛苦 学得好累 观念搞错了 学的是人家的 都不是自己的 今天在这个地方 希望能够唤醒诸位同修 或然觉悟了 我要学自己金刚般若 自信理显露出来 这个味道就浓了 那完全不一样 这一部 金刚经 念下来 是真的开智慧 真的的利益 改变我们整个生活的形态 却确实实能帮助你破迷开悟 李苦得了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若研习报告 第五卷新加坡佛教居士 林荡明 9年2月3-005 请看 金刚经讲义节要 卷2 经本11页第五行 昨天将 如是 两个字 简单的介绍出来 虽然说得很简单 但意思非常重要 不仅如是两个字 我们要会归自信 即使全部的 金刚经 字字句句都要知道这样去领会 受用就大了 8. 我 即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常乐我尽知我 破空间障碍 文 反文文自信也 我 从乡上来看 是阿南尊者身作副讲时候的自称 会归到自信当中 即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常乐我尽知我 我们凡夫执着这个身是我 比较智慧高的 聪明伶俐的 他晓得这个身不是我 于是误会 把能思维 能想象的称之为我 都错了 都是分别 执着 我的定义 在佛法里面说的很多 最要紧的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主宰的意思 一个是自在的意思 如果我们从这两个意思来观察 就知道身里头没有我 能够思维 想象的这个里面也没有我 为什么 主宰是自己做得了主 我们这个身身老病死 刹那刹那在变化 做不了主 这里头没有主宰 能够思维 想象的念头 我们讲心 那个念头也在刹那变化 前念灭了 后念又深 深深灭灭 不能叫它停住 由此可知 这里头没有主宰的意思 更没有自在的意思 哪来的我 可是佛告诉我们 真的有我 也就是说真有主宰 真有自在 是真我 真我是什么 真我就是真心 就是本性 永恒不变 真正做得了主宰的 永恒不变 这是我 所以 长乐我敬 那个 我 是真的 这四个字都是真的 真长 真乐 真我 真净 说实在的话 长乐我敬 这四个字 在我们凡夫身上没有 四个都没有 凡夫的望心里面 那个心就是念头 望心里头也没有 这四个字决定找不到的 到什么时候有 佛告诉我们 法身有这四种德 长乐我敬 班若里面也有四种德 解脱里面也有四种德 法身 班若 解脱 佛门里面称为三德密藏 三德密藏里都具足这四德 所以有真我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是一而三 三而一 心佛众生 是相上有差别 性是一个 体性是一个 所以这个 我 会归到自信 是长乐我敬的真我 我们念佛人 从清净心里面去正的 清净心里面就有真我 破空间障碍 超越空间 闻 要像观世音菩萨在冷言会上所说的 反闻 闻自信 凡夫耳根都向外攀圆 所以被外面沉浸污染了清净心 佛菩萨比我们高明 他的闻向内 他不向外 反闻 向内 闻自信 所以他们不但是明心见性 而且是就近圆满的正的自信 他会用功 我们读这两个字 不要想到阿南尊哲深作念 如是我闻 读到这个字就想到 自己切实用功的诀窍 这才真正的利益 九 一时 时事古今 不离当年 三 记心不可得 破时间障碍 初学佛的同修 往往在经典上看到 一时 总是免不了有疑惑 阿南尊哲记性好 凡是经历一次 永远不会忘记 为什么在截集经的时候 不把时间写清楚 某年 某月 某日 某时 释迦牟尼佛在哪里讲的 这不是叫我们一看就很清楚 很明白吗 他没有记载年 月 日 时 含糊笼统说各一时 这是很不能叫人心服口服 殊不知阿南尊哲说这两个字是别有用意 这是佛门常讲 他有秘义在 时间 实在说是个抽象的概念 尤其是尊当年在世的时候 印度并没有统一 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一样 许许多多小国家 中国算是不错了 在下 商 周的时候 虽然每一个小国都是独立的 但是他有一个盟主 有一个大国为大众所尊敬的 都用他的立法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纪元 比较好办 印度没有这个情形 没有一个在国际上得到大众尊敬的领袖 因此每一个小国都有自己的立法 立法不统一 而世尊当时讲经说法 可以说是周游列国 每一个地方的立法都不一样 纵然阿南尊者寄出来 我们也无从考证 没法子考证 像现在在我们世间所用的立法 我们现在是用阳历 大概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用 在中国有农历 在亚洲的西面 阿拉伯国家有回教历 立法都不一样 月份日期都不相同 现在我们要记载立法 要记哪一种立 几月几日 不但是费事 后人真的无从考证 一时的意思 审了 一时是真的 给你讲年 月日 时 那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一时 是一星 一面之时 如果你能够到一星 不但空间超越了 时间也超越了 由此可知 时分跟方分 我们在百法明门里面讲的 方分就是空间 时分就是时间 属于不相应形法 分类的时候分在不相应形法 不相应形法就是 它不是心法 也不是色法 与心与色都不相应 可是它的确是从心法 色法里面产生出来的一种抽象的概念 没有实体 抽象的概念 时间跟空间都是一个抽象概念 都不是事实 事实是一真法界 一才是真的 二就是假的 诸位一定要记住 一就是真的 所以到一星 到一念 时空统统突破了 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就完全明了 就真相大白 完全明了了 时事古今 这是讲时间 时间通常讲三事 过去 现在 未来 过去还有过去 有过去 现在 过去未来 现在有 现在过去 现在 现在 现在未来 这样就变成九事 加上根本的一事叫时事 时事古今 不离当念 就在这一念之间 一有分别执着就变成三事 变成十事 如果离开一切分别 妄想 就是一真 一真是诸佛菩萨的境界 实法界是没有见性众生的境界 我们凡夫没见性 身文 原觉 全教菩萨没见性 这些人住在实法界里头 因为他有妄想 执着 离开妄想 执着 那就入一真法界 三济 心不可得 这事是尊在本经里面 告诉我们事实的真相 三济 是过去 心不可得 现在 心不可得 未来 心不可得 这三种心都是旺心 不是真心 真心 没有过去 未来 有过去 未来 这个念头 你要警觉到 你用的是旺心 不是真心 所以 突破了空间 现代的科学家 可以说相当的聪明 他们根据科学仪器观测 依照数理来推论 知道空间是多为次的 也较多因次 所谓是三度空间 四度空间 五度空间 科学家证明有十一度空间存在 从理论上来说 空间是无限的度数 而佛法里面告诉我们 确实是这样的 空间确实是无限度数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是从妄想 分别 执着里面产生的 你看看我们的妄想多少 一切众生的妄想 加起来有多少 然后你才晓得 时空的为次是无量无边 这么来的 一念要是归缘 一切妄念断了 再恢复成一念 一针 这个多为次的空间就不存在了 恢复到一针 这个道理 大成经上讲的很多 科学家能发现不简单 他虽然发现 他不知道如何突破空间 科学家说过 假如有能力突破空间 可以回到过去 也可以进入到未来 那就的大自在 佛法里面有 佛教给我们用什么方法突破 用禅定 就是说你心里要知道 多为次的空间是怎么来的 你了解它的原因 你把它的原因消除 问题就解决了 多为次空间是从妄想 分别执着而来的 你要是离开一切妄想 分别执着 这问题就解决了 由此可知 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的世界 实在说是不同的空间 我们也常听到古人所讲 念佛法门 深者决定深 去者实不去 这话怎么讲法 你要是了解事实真相 你就会点头正确的 空间的突破 西方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是在不同为次的空间 所以深决定深 去没去 空间转变一下 就好像电视荧幕一样 频道换一换 荧幕没有换 还是那个荧幕 深决定深 西方极乐世界现前 缩婆世界不见了 还是这一个一针法界里面 没有离开一针法界 一针法界就像荧幕一样 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因此一时才正确 这在中国有很明显的证明 学佛的同修大家都知道 随朝末年 天台山的智者大师 读 法华经 读到 要王菩萨本食品 他老人家入定了 定中他到了灵鹫山 释迦牟尼佛在那里讲 法华经 他还进去听了一作 出了定 回来告诉大家 世尊灵山一回现在还没散 智者大师去释迦牟尼佛一千多年 灵山一回还没散 实际上是他在定中突破时空 回到过去了 回到一千多年前释迦牟尼佛那个法会 他参加了 一时 对我们来讲 希望无穷 释迦牟尼佛讲 金刚经 那一回也没散 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一时 你就可以参与这个法会 所以这个 一 是一心的时候 念佛堂里面 老师父教导我们一心称念 要一不能二心念 三心念 那不行 那个没有感应 一心称念就有感应 不但是世尊这一回没散 一切诸佛的法会都没有散过 十 佛 自信天真佛也 佛 在世相上说 这是主讲的人 六种成就 主讲的人就是指本师 释迦牟尼佛 我们见到佛像 听到佛名 如何把他融归自信 自信天真佛也 天 是天然 不是造作的 本来就是 真 是不假 世尊在许多大成经上说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佛这个话是真话 不是妄语 也不是赞叹我们 夸奖我们 不是的 是事实真相 本来是佛 现在变成凡夫了 为什么变成凡夫 是你自己不敢承认你是佛 不敢当 你太客气了 你不敢当 不敢直下承当 这叫谜 这叫颠倒 佛 是觉的意思 觉而不迷 见到佛像 听到佛名 提醒自己 我们对人 对事 对物都需要觉而不迷 这是佛的意思 觉 觉性是本有的 这个不是外来的 我们念本师是迦牟尼佛 本师是根本的老师 是第一个老师 我们叫他做本师 也就是说创教的这个老师 我们尊称他为本师 我们自称为弟子 这个关系很清楚 我们跟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 佛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是他的学生 这样的称呼只有在学校里有 只有在教育里面有 宗教里头没有 所以佛教是教育 佛教不是宗教 我们用宗教的心态来学佛 你所得的很有限 你的得利益是宗教的 所以第一个观念 我们一定要把它搞得清清楚楚 佛的名号 就是他老人家教学的纲领 佛教导众生 前面我们谈到 应激师教 就好像医生 大夫给人治病一样 应病与药 你害的是什么病 我给你什么药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众生 这个时代是一个大时代 释迦牟尼佛的法运 一万二千年 我们就以这一万二千年 做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里面的众生 大毛病是没有慈悲心 换句话说 大毛病都是自私自利 都是损人利己 所以佛的名号上 标上一个释迦 释迦 的意思 要用我们中国话来说 就是慈悲的意思 翻作能仁 仁慈 我们要以仁慈的心 看待一切众生 这是释迦的意思 另外一个大病 我们的心不清净 妄想很多 执着很重 心不清净 所以佛的名号上用一个慕尼 慕尼 就是清净的意思 寂灭的意思 所以念到这个名字 我们要修清净心 清净心怎么修法 金刚经 上所讲的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名号 应摩锁住 就是慕尼的意思 而身其心 就是释迦的意思 释迦教我们 生仁慈的心 慕尼教我们 心地清净寂灭 应摩锁住 无助身心 就是释迦牟尼 千经万论 不离这个宗旨 释尊真的是苦口婆心 种种善巧方便 教导我们 提醒我们 我们要会听 听了之后 要能够会归自信 这才有用处 一个法子会了 样样都要会 那才行 这一个会了 那一个不会 那你不算是真会 你们看到我 叫我净空法师 你的心净了没有 空了没有 你能够从这个名字上 马上会归 你就得受用 如果你认为 净空法师是那个人 与我不相干 那你一点受用都没得到 所以你就晓得 一法通了 一切法都通 世间哪一法不是佛法 都是佛法 如果你不会 金刚经 弥陀经 华严经 法华经 哪一法是佛法 都不是佛法 会了都是 不会都不是 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十一 舍卫国 记照原荣 自信原具之风德也 舍卫国 是当时释迦牟尼佛奖经的一个都会舍卫大臣 舍卫是泛语 翻成中国意思叫风德 记照原荣 自信原具之风德 这个都市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名称 风 是说它物产丰富 用今天的话来说 这个都市可能在当时是印度一个经济中心 经济很发达 非常富有 所以用风 德 用现在的话说 文化水准很高 有道德 有学问的人很多 换句话说 舍卫两个字的意思在今天来讲 是经济文化的大都会 是这么一个意思 我们看到这个地名 也要把它会归 我们自信里面有无量的智慧 这是德 有无量的能力 那是风 正是六祖会能大师所说的 和其自信 本来具足 我们的真心本性理念一样都不缺 世尊在 华言经 上所说的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 智慧是德 德相是风 我们自家本具 智慧是智慧是智慧 既是清静心 既是体 照是用 但是照也可以说是体 既也可以说是用 既跟照互为体用 因为它是一而二 二而一 它是一桩事情 一体之两面 所以可以互为体用 到什么时候 我们记照的性德能够透露出来 能够得到受用 先从记下手 菩萨六波罗密也是这个顺序 禅定后免是班若 禅定就是记 班若就是照 我们要这样去修法 我们念佛实际上就是用这个功夫 念佛的目的 是要达到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就见性 一心不乱就放光明 就能够照见宇宙人生的真相 佛法无论是大臣 小臣 修功的总原则 总方向就是 记照 这两个字 世尊以无量的方便教导一切众生 方便虽然多门 方向是一个 目标是一个 这就是总的方向 总的目标 所有一切方便门 都是从记照里面开出来的 所以读到舍位 要会归到自信之风德 十二 指数 战胜五音魔杖 少龙佛种 则是自信之指托太子之功德灵也 指数给孤独源 这是世尊讲经常所知所在 犹如我们今天在此的讲经 今天不是在舍位国 是在新加坡 不是在指数给孤独源 是在佛教居士林 这个道场为什么叫指数给孤独源 这里面有一段很长的故事 舍位国的指托太子跟须达多长者两个人 发心提供这一个道场 供养释迦牟尼佛跟他的弟子们 在这个地方修行弘法 两个施主 原本发起要邀请佛陀 到舍位国来讲经 弘法 就是须达多长者 须达多的外号 人家叫他给孤独 因为他很慈悲 家里面很富有 常常照顾贫穷孤独之人 这是一个大慈善家 所以人家送他这个别号 不叫他的名 给孤独长者 都这么称呼他 这是个对他很尊敬 很赞叹的一个称呼 他邀请释迦牟尼佛来 但是世尊的长随众有1255人 加上世尊 1256个人 这么大的一个团体 要接待这么多人 一定要找一个相当宽大的地方 来供养佛 这才表示尊敬 长者到处去看了一看 就看中太子的别墅 太子别墅是花园别墅 很宽敞 园林也很美 房屋也够用 1200人住下去 可以住得进去 就跟太子商量 买他这个别墅来供佛 买的时候 太子就问 你买我这个干什么 他说 我要供养释迦牟尼佛 太子也不知道 释迦牟尼佛是何人 就跟他开玩笑 听说你家里黄金很多 我这个园子卖给你可以 你黄金铺多少 我就卖给你多少 黄金铺底 给孤独长者 他就很认真 回家开仓库搬黄金来铺的 太子一看到这个情形非常惊奇 就问他 释迦牟尼佛到底是什么人 你肯花这么大的代价去请他 他就把释迦牟尼佛简单跟太子介绍 太子听了很欢喜 功德我们两个人做 不可以你一个人做 给孤独长者说 不行 我要一个人做 我家里黄金还够 可以铺满你的园子 太子一想没法子 他说 如果你不让我参加 好 我把地卖给你 树木花草是我的 你要不肯和我合作 我全部把它砍光 一砍光变成荒地 那就没意思了 给孤独这才答应 好 我们两个人合作 只述给孤独园 纸陀太子的树 原是被给孤独长者买去了 两个人做这个功德 做得都非常欢喜 纸陀 这个名号 也是梵语 意思是战胜 是国王在一次战争里面打了胜仗 宫廷里面来报告 皇后生了一个小孩 所以他很欢喜 给他取名叫纸陀 战胜的意思 我们看了指数 指驼太子的树 就晓得指驼是战胜 要战胜五音魔杖 五音 色 兽 想 行 十 世尖 世尊在八大人绝经 里面告诉我们 魔有四大类,五音魔,烦恼魔,死魔,天魔。 修行人如果不能克服四大类的魔障,就没有办法逃过魔掌,换句话说,你就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 魔的范围就是六道轮回,超越六道轮回,那你是脱离魔掌,你才算是战胜。 在今天我们读了许许多多大乘经论,唯一有效的方法,对我们来讲,有把握了生死出三界,唯有念佛求生净土。 如果不念佛求生净土,诸位想想,五音,烦恼,死魔,天魔难缠,没有法子,都不过它,这个是事实。 幸好有各代业往生的念佛法门。 少龙佛种,少世继续,我们要把佛陀的会命继续下去,弘法立身。 自己依教修行,又能够把佛法说给别人听,像本经所说的,为人演说。 则是自信之指托太子之功德灵,这个树灵是功德之灵。 十三,给孤独猿,昔日离家园走,经返家园,承受家业,依礼明珠,不劳而获,即兴得也。 这几句话,是,法华经,里面的意思。 佛讲,法华经,做了一个比喻,比喻一个小孩离家出走,在外面受尽了很多苦难,把自己老家也忘掉了。 但是他的父亲认识他,他流浪久了,不但家不知道,连父亲也不认识了。 父亲把他找回来,不能承认他是儿子,承认儿子吓死了,不敢承担,就雇他来做工,慢慢提拔他,慢慢让他知道这是他自己的家,知道这个老板就是他的爸爸,这个样子才能接受了他的遗产,这是,法华经,上的比喻。 实实在在讲,释迦牟尼佛是比喻我们,我们的情形就跟经上讲的一模一样。 我们的老家是什么? 真如自信,这是真的。 我们今天迷失了自信,不认识自己了,把这个假乡当做自己,这个假的幻乡当做自己的家园。 禅宗里头常说,父母为生前本来面目,那是你自己,忘掉了,迷失掉了。 诸佛如来是我们的慈父,他今天来召唤我们,我们接受佛的教会,这就是返回家园。 要紧的是回头,从哪里回头? 从五欲六成里面回头,从明文立仰里面回头,从六道生死轮回回头,这才行。 要紧的是要知道回头,一回头就成就了。 像观音菩萨返文文自信,返文就是回头,用一个文做代表,六根在六成境界上统统回头,回头是岸。 承受佳业,承受如来佳业,为什么? 如来佳业是自己的,是自己真如本性里面所现的,不是外来的,也不是别人的。 使法界依正庄严,全是自己真性变现之物,哪有外来的。 伊里明珠,不劳而获,这也是比喻,迷的时候,在六道里面,就像贫穷之人受尽苦难,自己有无价之宝不晓得,忘掉了。 藏在衣服口袋里面,原来有无价之宝,忘了,到外面去讨饭吃。 名人指点他,你何必这么苦? 你衣服口袋里有无价之宝,一身受用不了。 口袋里摸一摸,果然不错,是有。 你看,那个贫穷苦难不就冤枉受了吗? 这是比喻我们在六道轮回受这些苦难,冤枉受了。 那我们的无价之宝在哪里? 大家读过,冷言经,就晓得,就在六根门头。 所以禅家讲,六根门头放光洞的。 那就是自家的无价的明珠,那就是自己的真信,这个是信德,都是说的信德。 十四,大比丘,大致大悲大怨。 比丘未远离成狗。 众,是礼是和和。 大比丘,大致大悲大怨,在乡上讲,这是属于大臣比丘,他不是真正的小臣,小臣不能接受如此的大法,原顿大法。 所以是大臣的比丘,大悲大怨。 比丘未远离成狗。 比丘在此的,取清净之意,六根清净,一臣不染,取这个意思。 众,用现代话讲,就是团体,社团。 古时候印度就称之为众。 我们在寿三规的时候,规一僧,众中尊。 僧众,就是出家人的团体。 释迦牟尼佛弟子这一个社团,这样的社团,这样的一个团体, 他在世间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是最尊贵的,最值得人尊敬的,这叫众中尊。 为什么值得人尊敬? 这个团体每一个分子都守法,都守规矩,遵守佛的六条戒律,六合径。 换句话说,我们遵守六合径,这个团体才叫僧团, 才是所有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 六合径,就是见和同解,戒和同修,身和同住,口和无正,义和同月,利和同君。 这是佛为我们大众在一起,制定的六条戒律,一定要遵守,遵守这六条才叫做僧团。 礼是和和,这六条式是和和,同正真如,同正涅槃这式礼和和,大家同在一起生活,修学,是一个共同的目标。 十五,千二百,圆满功德。 五十五,即时性,时柱,时行,时相,四加行,时地,等爵士也。 千二百,这个数字代表,圆满功德,这式曲,《冷言经》上的解释,《冷言经》上讲圆满功德是一千二百。 它分配作四方,我们眼大概能看到两方,后面看不到,所以眼的功德只有八百。 而后面能听到,耳的功德是一千二百,是圆满的,圆满功德。 五十五,即时性,时柱,时行,时相,四加行,时地,等爵,这是菩萨修行的位次。 好像念书一样,从一年级要念到五十五年级就毕业了,毕业就成佛了。 我们这样子体会,一千二百圆满功德。 如果会修的,圆人修持跟一般人不一样,圆人他会修,一修一切修,一切修一修,华言经,上所说的,任何一位都圆满含舍一切位。 譬如说,初性位菩萨里面就有等觉菩萨的功德在其中,正道等觉,也没有把初性菩萨遗漏。 他的的确却是圆容的,是平等的,这个教义才圆满。 我们读经读到这个,要向这些地方去体会,去学习,把我们的观念改正过来,使我们齐心动念,念念都与佛法相应,与佛法相应就是与自信的信德相应。 这一点特别要了解,如果不了解,你所能够得到的受用,就要打很大的折扣。 不了解的时候,你所学的是释迦牟尼佛的东西,如果明白了,听到释迦牟尼佛讲的,是学我自己的东西。 换句话说,我们迷惑颠倒,信德没有能够显露出来,借着释迦牟尼佛的言教,把我们的信德都引发出来了,那受用不一样。 十六,此节经文所表,为如如不动之本性,当下即是。 果能破障返文,则自信佛现,而心大悲大愿,远离成垢,礼事和合,远满诸菩萨之修德,而与世尊心心相应,光光相照。 则见此续尽相为非相而见如来矣。 一部经文所说,总不外此矣。 学者当于一切时,一切事,一切尽,皆如是体会的,则动尽亦如,无往而不适宜。 这是总结。 此节经文所表,所含是,所表现的意义,为如如不动之本性,当下即是,从,如是我闻,到,1250人据,全都会归在自信上, 都能把性得显示出来,真的是当下即是。 果能破障返文,则自信佛现,而心大悲大愿,心是心起,我们常讲发心,发大悲心,历成佛度深的大愿。 远离成佛,成佛是烦恼,妄想,烦恼一定要舍弃,这个东西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这事一定要认识清楚,必并说之不尽,我们无量劫生死轮回都受它的害,今天一定要彻底的觉悟,要把它放下,远离旧事放下。 礼事合合,我们跟诸佛菩萨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这事礼合,与一切大众相处,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界,修六种适合。 我们的身心自然清净,自然安乐,清净安乐都从合合当中的来的。 圆满诸菩萨之修德,修德有功,信德就现前。 而与世尊心心相应,光光相照,这两句诸位有没有体会? 如果我们读前面这段经文,真正能领会到它的义去,应该有相当深刻的领会,就是现前,就是当下,跟释迦牟尼佛真的是心心相应,光光相照,我们沐浴在一片佛光之中。 则见此序静相,看到序文里面所说的境界,为非相而见如来矣。 金刚经,说,即非,是明,这一段你在这里面看到,正性即非正性,那你就见如来了。 怎样看到正性即非正性? 回归到自性上,即非正性虚。 一部经文所说,总不外此意。 学者当于一切时,一切事,一切尽,尽有两种,一个是我们生活环境,物质环境,一个是我们生活的人事环境,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就用这一个字来代表。 皆如是体会的,则动静一如,无往而不适宜,那就行了。 我们修功样样都如法,真的穿衣,吃饭都是圆满的佛法,这样我们才真正生活在如来所说妙法之中。 要以本经,我们生活在金刚般若之中。 那不是如来,至少也是法身大事,绝对不是普通人,当下即是,就在现前,要我们自己敢承担,自己能直下承担,那就对了。 正性虚就介绍到此地。 二,发起序。 下面这一段是第二段,是本经的发起序。 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这样稀有甚深的大法,发起在极平常的生活之中,他含的意思非常非常之深。 请看经文。 二十世尊时时这一持波,入舍为大臣启时。 与其城中,四地起义,还至本处。 饭食器,收衣波,洗足义,夫作而作。 二十世尊时时,吃饭的时候。 六道众生哪一个不吃饭的? 有不少人,一天三餐还不行,还要加几道点心,晚上还要吃宵夜。 可见得什么事情都会忘掉,唯独吃饭不会忘掉,用这个事情来发起,最妙不过了。 最平常的事情,最不会忘记的事情,用这个来发起,世尊吃饭的时候。 这一持波,入舍为大臣启时,世尊当年在世,出家人的生活方式都是脱波,而且并没有好的房屋居住。 那个时候树下移宿,日中一时,一天吃一餐,就中午吃一餐,出去脱波,晚上睡觉,随便哪一个树下,他们都是打坐,在树下坐一晚,休息休息。 世尊在戒律上定得很严格,树下只可以移宿,不能住两晚,明天要找另外一棵树,不能在老地方。 因为有些大树很好,你会贪爱,每天都到这里来,就起了贪心,佛是把你贪甜吃统统打断掉。 树下只可以移宿,不能够二宿,佛这个方法好。 对质我们贪甜吃的病根,就用这个方法。 释迦牟尼佛自己也做个样子给大家看,学生就心服口服,老师也是这个样子。 其实一定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走路也走得端庄,我们今天讲风度,风采。 这样入城托波,让一般人见到都生恭敬心,都对出家人生敬仰之心。 他们虽然是托波的,真正是有道德,有学问,对这个世间五欲六成,丝毫都不贪然,他这个旧式教化。 与其城中,四地起义,佛出去托波用平等心,托波的时候只托七家,按照顺序一家一家的托。 如果玻璃装满了,就不再到第二家。 如果玻璃头很少,不够吃,再托第二家,再到第三家,到七家玻璃头还不满,不可以到第八家去,那就变成贪心了。 四地起,平等,公平,不可以挑剔。 那一家有钱,他们家吃的东西很好,天天到他家去托,那一家很穷,没有东西吃,吃的东西很差,我们就少到他家去,你生这个心就不好,心就不清净,不平等。 所以佛的制度是四地起,生平等心,在这个地方培养平等,培养清净心。 连生活统统都是修行,都是断贪甜吃,都是陈旧界定慧。 孩智本处,饭食器,收衣钵,洗足以,夫作而作,这是平常的事情。 释迦牟尼佛,当时出家人,一天到晚就做这个事情,他们就这种生活方式。 这个生活方式里面,就圆满修了六波罗蜜,就圆成佛道了。 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表演这套修行的方法,我们从这里去体会,从这里去学习。 你现在是怎样的生活方式,就在你生活当中,修六度万行,就在你自己生活,工作当中,成就圆满的菩萨道,不必要改行。 释迦牟尼佛这样修行脱波,我也跟他一样,那你就错了。 你现在是某一种身份,从事某一个行业,做某一种工作,就在本位上学释迦牟尼佛的理论与方法,学了马上就会用,用了马上就的好处,这快得不得了。 佛法真实的利益受用,立刻就得到。 请看注解 一,出家本位度众,欲度众生,须先断货。 断货必须苦行,使人见知,道心增长,俗念减少。 则岂时之有益于众生也大意。 出家本位度众,因为是尊是限的是出家人,出家人的目的是度众生,学佛总目标是要成佛,是要自度度他。 在家人,生在家,心要出家。 出家,在佛法里面讲,有四种出家。 第一,像释迦牟尼佛跟菩萨们,生出家,心也出家,对于这个世间一无所求,统统放下了,身心都出。 第二,生出家,心没出家。 生出家了,是出家人的样子,心里面还有世间五欲六成,还有明文力养眉放下,生出心没出,这个没用处的,不会有成就。 第三,生没出家,心出家。 行。 可以成菩萨,可以成佛,在家的菩萨,在家可以从事各行各业,都不爱事,都是菩萨。 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五十三餐,五十三位善知识里面,有经商的,有做公的,有做官的,做帝王的,做宰相的,做将军的,各行各业都有。 就是说明这个社会在家大众,他们心出家了,心里面对于世间所有一切,五欲六成,明文力养,统统放下了。 心上放下,不是世上放下,世上他一切照做,心里头没有。 所以他是真的菩萨,他是真的佛。 第四,身心拒不出家。 根释迦牟尼佛同时代的维摩居士,那就是佛,他是在家佛。 我们在《无量寿经》看到,贤护等十六正式,是在家菩萨。 十六个人都是等觉菩萨,他们的地位跟文书,普贤,观音,世智都是平等的。 所以菩萨,在家比出家多,在中国,中国的佛法有四大名山,四大道场,四大名山是四大菩萨教化众生的场所。 四位菩萨里只有一位菩萨是出家的,现出家乡的藏菩萨。 观音,文书,普贤菩萨都是在家乡,只有的藏菩萨一个是出家乡。 说明在家学佛,做菩萨做佛都不难,都能成就,不一定要出家,但是心要出家,心要度众生。 你就在你自己本行里面去度众生,去行菩萨道,那就没错了。 你是经商的,商场就是你的道场,跟你生意往来的,你要度那些众生,你要发这个心才行,不发这个心你就不是菩萨。 如果你是家庭主妇,家庭里面父母,兄弟,子女都是你度生的对象,你要度这些众生,家庭就是道场。 菩萨所在之处就是道场。 一切时,一切处都是自行化他的道场,不一定要到这个的方来才算道场,那你就错了。 道场要修道,道怎么修法? 虚先断惑,这个要记住,决定不迷惑。 什么叫不迷惑? 不要被外面引诱,这一引诱你就迷惑了,绝不为外境诱惑。 常常记住佛在,金刚经,上的教训。 如果境界线前,心理动念,顺心的就起了贪心,不和自己的意思就讨厌,那你就动心了。 这个心才动,立刻想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心平了,就不动了,这是断货的好方法。 怎么样能做到不取余相,如如不动。 这两句经文,最好写在时时刻刻看得见的地方,提醒自己不要忘掉。 一忘掉马上就迷了,迷得很快,所以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迷惑,要断货。 断货必须苦行,这一点很重要。 迷惑为什么断不了? 贪心太重了。 看到别人穿一件新衣服,我也想有,看到别人开个好车,我也想有。 天天换花样的,天天讲旧生活品质的,今天讲追求石灰的,要知道那是魔,那是妖魔鬼怪,我们怎能跟他学? 不能跟他学,不能上他当。 他们的本事就是时时刻刻来诱惑你,时时刻刻在迷惑你,学佛的人要提高警觉,决定不被他迷惑。 所以要修苦行,苦行就是我们在物质生活的水平要降低一点。 降低有很大的好处,第一个,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 我生活过得很苦,希望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去,没有贪恋的心。 第二个,那就是广度众生,给众生做各样子,让别人看到,心里觉悟。 你不是没有钱,不是没有能力,有钱还过得这么苦,那钱干什么? 不失,去帮助一切众生,做这个有意义的事情,让众生都想你的福。 我们自己把享受降低,让众生都想你的福,让众生以你做榜样。 由此可知,所谓菩萨,说一句实在话,就是要给所有一切众生做一个好样子,那就是菩萨。 出家人,是家慕尼佛做个好样子,在家菩萨,你经商,你要能够做整个世界商场里面的第一个模范,好样子,你做工,你是工人里面好样子,榜样。 你做学生,在学校同学当中是个好榜样,那就叫菩萨。 样样如法,如理如法的修学,这叫做修行,这叫做学佛。 所以佛法要在生活当中行,不是在口头上念的,口头上念不能成就,要做出来,果然做出来,你身心清凉自在,天天智慧增长,法系充满,这的无量的受用。 不是叫你每天念多少不经,念几万身佛,念累死了,还是打妄想,还是生烦恼,那样学佛没用处的,不能成就的。 世尊在这里表演这个样子来发起,不简单。 所以要晓得,苦行对于自己绝对有好处,对于身心健康有最大的利益。 不要以为现在很多这些科学家,特别是医学家,天天在报纸,电视发表,要讲求怎么样营养,这个东西养分多少,那个养分多少。 给诸位说,那都是妖魔鬼怪,想尽方法叫你起心动念,叫你起贪甜吃,叫你口袋里和包钱全部被他骗去。 这为他命,是为他的命,不为我命,我的命没有了,他为了。 所以学佛有好处,学佛就聪明,开智慧了,就不会被欺骗。 所以你看看,佛们太多太多,在古大德当中,他们的生活,吃得非常简单,在我们看起来,一点营养都没有,人家身体健康长寿,体质比我们好。 像虚云老和尚,我没有见过他,我在香港讲经,我听香港同修们告诉我,老法师在香港住的时候,他们常常清静,知道老法师的生活状况。 虚云老和尚一年剃一次头,他的头发都很长,一年洗一次澡。 我们三天不洗澡,身上臭汗,他一年洗一次澡,他身上放清香,没有难闻的味道,身上放清香,体质不一样。 人家粗茶淡饭,我们看一点营养都没有,这么好的体质。 我们天天讲求营养,天天讲求补贫,一身的臭汗,这都是事实。 所以,一定要晓得。 你明了之后,你才喜欢苦行,你才会赞叹苦行,你才会愿意苦行。 真好。 审视。 一点都不操心,这样才能达到身心健康,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一切都随缘,这才得大自在。 使人见知,到心增长,俗念减少,所以一个修行人,要不要长篇大论去跟人家演讲。 不需要,真做到了,身教,做出样子给你看。 你一看,不就明了了吗? 比说还有效。 说了,听了,未必是真的,真正做到了,那人家看到,这不是假的。 像印光大师,我们在,印光大师传记,里面看到,那个,传记,不是随便写的,不是造谣言骗人的。 印祖在七十岁那一年,蚊虫跳蚤不咬他,房间里面原来有蚊虫,有跳蚤,有这些东西,他老人家这一住,那些东西都搬家了,都搬走了。 这些小动物都有灵性,那是个有道德的人,不能够骚扰他,他在修订,不要去扰乱他。 小动物都会签单,搬家,他都搬走了。 何况是人,哪有不能感动的? 如何感动? 真诚。 你没有能感动人,你的真诚心不够。 果然做到真诚,没有不被感动的。 中国人讲笑,讲笑子,历史上第一个就提出顺王,为什么提出他? 他的父亲还没什么,后娘虐待他,折磨他,父亲也无可奈何,跟着他的后娘,听他后娘的话,百般折磨, 他已真诚感化,到最后一家人都被感化,这叫大笑。 姚王听到这个事情,世间有这样一个好人,把两个女儿嫁给他,王位传给他。 他能够感动他一家人,他就能够感动天下人。 在家里是个好儿子,那座皇帝一定是个好皇帝。 真诚,这个要紧。 印光大师在,勒凡四训,续文里讲, 圣贤之道,圣是佛,贤是菩萨,为臣与明,就是两个字, 一个是臣,一个是明,明就是班若,智慧。 真诚,智慧,那就是佛菩萨。 所以我们带人,对事,对物,用真诚心, 绝没有一丝毫的隐瞒,没有一丝毫的欺诈, 完全出之于一片真诚。 我已诚心对他,他来骗我,他真的来骗我,又有什么关系? 他骗我顶多骗个几十年,几十年之后, 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当菩萨去了,那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不甘心,不情愿,这几年他欺负我, 我忍受不了,那好了,你又搞六道轮回了。 这个仗要好好的去算算,好好去想想,亏吃大了。 要忍,忍人之所不能忍。 我们都要能忍,这衣冠通过,禅定就得到,班若就现钱。 忍辱这衣冠一定要通过,不能忍就不能成就。 到忍受不了的时候,你就去念,金刚经,念到, 一切有谓法,如梦幻泡影,那还有什么不能忍的? 根本就没事,都是假的。 则岂时之有益于众生也大意。 出家人当年行这种制度,这个生活方式, 利益众生真的是无量无边。 可惜佛教传到中国之后,这个制度在中国就行不通了。 佛教传到中国时,中国人对于佛法真正的意思, 并不完全了解,以我们世俗的情见来看佛法, 这个制度自然就废除了。 中国人尊师重道,对老师很恭敬。 而中国人最看清的,就是讨饭的,是平贱到极处。 平是没有财富,见是没有地位,到了极处是要饭的乞丐。 老师怎么可以让他去讨饭,那还得了,学生还有面子吗? 尤其佛法当时是帝王请来的,皇帝的老师, 叫他到街上去讨饭,那还得了,不得了。 不但不让他出去启食,而且还给他建筑宫殿, 派很多人伺候来供养。 这是每一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中国跟印度不相同。 印度可以说从帝王到庶民,对于出家人其实都非常恭敬, 在中国观念上不一样。 可是我们要晓得,其实好处太多了, 虽然我们观念上不一样, 但是我们在生活上尽量把水平降低。 在中国,古来的这些高森大得住茅棚, 许多茅棚都是自己建的。 就在山上就地取材,砍树,砍竹子,搭个小茅棚。 粗茶淡饭,就附近旁边种一点菜, 过这样的生活,清心寡欲,身心健康, 这样对于佛法的弘扬,有很大的利益。 到后来,施主多了,信徒多了, 大家出钱出利盖大庙,出家人一接受这些五欲六成的供养, 于是一个个都往生到地狱去了。 所以俗话常讲,地狱门前僧道多。 要明白这个道理,这是真的。 我过去在许多地方讲经,提醒大众,出家人为什么会堕落。 是你们帮助他堕落的,你们引诱他堕落的。 你们还说你供养有功德,天晓得。 将来那个出家人一堕落,跟严罗王说, 哪个信徒供养我的,那个账拿出来,我就是这么堕落的。 你们还想有成就吗? 不可能。 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多做弘法利生的工作,我们能报佛恩,没有第二个方法。 佛的智慧,佛的福报,是出世间没有人能够相比。 释迦牟佛是现这一持播,这是表演给我们看的, 真正是他自己果地上那个富贵,你读华言经,就晓得,不读华言, 不知道佛家的富贵。 他那种受用,是信德显现出来的, 他不是求的,本来就是那个样子。 为了度我们这些苦难众生,做这个样子给我们看, 让我们断贪甜吃,目的在此。 我们修行,一个是为自己,一个是为一切众生, 怎么能不这样做? 点点滴滴要为众生,要为宣传佛法, 要把佛法殊胜的利益介绍给一切大众。 印光大师是我们近代一个好榜样。 印光大师很出名,中国,外国都知道他,都尊敬他, 信徒不知道有多少,供养也不晓得有多少。 老法师穿的衣服,没有做一件新衣服, 没有去做一双新鞋子, 没有在吃饭时多加几个小菜,没有。 一件衣服还是穿二、三十年, 那些钱哪里去了? 都印经去了。 苏州豹国寺,是他晚年闭关的地方, 他就在豹国寺成立一个红化社。 信徒所有的供养,都拿去做印经的经费, 流通佛法,不施佛法,这是他做给我们看的。 他一生就做这一桩事情,怎么知道的? 上海护国习灾法会,请老法师去主持, 讲开示,上海护国习灾法会法语, 我从那里面看到的。 那个时候北方有旱灾, 老法师发心, 从印经款里面提出三千块大洋到北方去振灾。 我们才晓得老法师一生就做印经一样功德, 必要的时候, 救灾的时候, 是从印经钱里头拿, 并没有其他的专款。 他做的专, 专精于一门, 这是值得我们效法, 值得我们学习。 修行的道场念佛堂, 从初一到三十, 一年到头日夜佛号不断。 我们现在佛号也不断, 用念佛机。 人家念佛堂佛号不断, 是同修们到里面去念的, 晚上轮流换班, 四个人一班, 日夜佛号不断。 一年到头佛号不断, 那叫念佛堂, 那是个净土道场。 我们非常羡慕, 非常向往。 希望将来这样的道场, 又能够在这个世间见到, 那是众生之福。 最近洪化社要恢复, 我听到之后非常欢喜, 我跟苏州联络, 洪化社恢复之后, 我建议它专印净土宗的经典, 现在大陆上印经典的地方很多, 有几十个地方都在印经。 希望洪化社本着印族的仪归, 专红净土, 不但印经, 现在还可以做录音带, 录影带, 光碟, 都可以做, 专门做净土的, 弘扬净土的。 我建议它们, 依旧还用老招牌洪化社, 老字号, 老招牌, 弘扬净宗。 我们有诚心, 也必定有感应。 二, 将居士以为, 欲佛法大心, 非行岂时至不可。 但虚信心者多, 然后能行而。 他这个见解正确, 岂时制度是好。 我那个时候初出家, 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佛法, 我就想去托波。 因为我到台中, 台中莲友跟我都很熟, 台中的莲友非常多, 每一条街上, 每一条巷子都有。 我去托波一定每天都吃得很好, 他们一定拿好东西供养我。 晚上睡觉, 火车站上长板凳, 天天晚上都有人睡觉, 我就到那里去睡, 我也不必到树下医塑。 我就把这个事情报告李老师, 我说, 我出了家之后, 再回来跟老师学的时候, 我的生活方式是这样子。 李老师听了之后, 笑一笑说, 不行, 我说, 为什么? 他说, 你到我这个地方来, 要天天托波, 火车站睡长板凳, 人家会骂我, 他是真正发心来学, 你不照顾他, 你让他天天出去讨饭, 外面睡长板凳。 他说, 我受不了, 没法子, 还是住磁光图书馆, 他给我找了一个小房子住。 实在讲, 我那个生活一定比磁光图书馆的饮食好的太多。 这都是时事, 时节因缘, 想这样做, 客观的条件不许可。 这样做法, 确实会有人批评, 会有人骂李老师, 你对于学生不照顾, 对出家人不照顾, 你天天讲佛法, 是假的, 不是真的。 客观环境我们必须了解, 然后知道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 自己应该怎样做法, 这样才能够如法。 将居士这从整个来说是正确的, 他这个说法没有错。 三, 还至本处, 回头也。 夫作而作, 经形入定, 亦甚深广, 需体会得。 而落实到自家日常生活中, 这一持播, 入舍位大臣, 这是守规矩, 守法, 守礼, 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学习, 我们要守法, 要守礼, 要守规矩。 次第起, 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 要有次第, 要有先后, 要有顺序, 有条不紊, 表这个意思。 还至本处, 就是知道回头, 回头事案。 我们凡夫, 不但是间人不知道回头, 学佛的人也不知道回头, 学佛的人要是知道回头就成功了。 回头是回到哪里? 回到清静心。 譬如我们念佛人, 念佛人除了早晚功课之外, 定课, 散课很重要, 散课就是有空就念佛, 佛号要训练他不中断, 做事情的时候佛号就放下, 专心做事。 事情做完了, 佛号又提起来, 那叫回头, 又回到佛号上, 这才叫回头。 事情做完之后, 佛号也忘掉, 也没有了, 那就是不晓得回头。 要懂得回头。 夫做而做, 是表示入定。 做得像是定得像, 这就表示回头之后心清静, 万元放下, 万元放下就是入定, 恢复到清静心。 从清静心里面生起一句佛号, 这叫做一心称念, 这样念佛才相应, 古人所谓,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所以, 还至本处, 夫做而做, 这个意思很深, 很广, 我们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去做, 去体验, 你才会真正明了。 精行入定, 亦甚深广, 需体会的, 而落实到自家日常生活之中, 这个经典真正的受用了。 所以这两句讲的是原理, 原则,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 你从事某一种的行业, 你要知道从你本行, 本业里面回头, 夫做而做, 你旧的受用, 得的是心地清静, 智慧增长。 有了智慧, 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了。 唯有智慧才能解决问题, 没有智慧就不能解决问题。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六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9年2月3-006。 请看, 金刚经讲义节要, 第十四页。 四, 此经发起于日用寻常知识, 是说明佛法诠释教人 绝不迷, 正不邪, 竟不染之真善美慧的 幸福圆满的生活。 佛陀就在生活中, 如此释现。 是故善献见之开口便叹稀有, 即曰, 善护念, 善父主。 即是大悲大怨之无见也。 大乘佛法, 最上乘法, 无非是教我们过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 充满就近智慧的生活。 所以无上乘的大法, 决定离不开我们日常生活。 世尊释现的是出家人身份, 在出家人当中释现一个榜样, 一个模范。 我们从这个地方应当得到圆满的启示, 那就是在我们各个人, 自己生活之中, 自分行业之中, 来修菩萨道, 来学菩萨行, 这是佛法。 所以他的宗旨是交给我们绝而不迷, 正而不邪, 静而不染, 绝, 正, 静就在生活当中去学习, 在生活当中去修得。 所得到的, 却确实实是真, 善, 美, 会幸福圆满的生活。 佛陀所示现的, 在世相上示现守规矩, 守法度, 穿衣, 持播, 这是礼节, 守礼, 四地起, 守法,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世尊每天都这么做, 从来没有人发现过, 今天虚菩提发现了。 其实虚菩提也是古佛在来, 他真的是今天才发现吗? 我们要这样想, 那就是低估了虚菩提。 今天在这个会上他提出这个问题来, 是观察大众机缘成熟了。 诸佛菩萨说法, 是应激说法。 看到机缘成熟, 于是这个问题提出来, 能令预会大众恍然大悟, 对于自己的修学更深信而不怀疑, 往后的行持更踏实。 因缘成熟了。 善线, 就是虚菩提, 虚菩提是泛语, 翻成中国意思是善线, 他见到, 他明白, 开口便叹稀有。 什么稀有? 原来无上甚深的妙法就在穿衣, 吃饭, 就在这些事上, 这真是稀有。 接着他又说, 如来善互念诸菩萨, 善父主诸菩萨, 这就显示佛陀对于一切众生, 我们常讲九法界有情众生, 上自等觉菩萨, 下至地狱众生, 没有不关怀的, 没有不互念的。 佛的慈悲广大而无边际, 永远没有间断, 佛恩之大, 没有人能知道。 五, 起时奔走同凡夫, 不住佛乡, 显示无我相。 不说一字, 显示无法乡。 三空礼章, 此未知, 善父主。 是乃生教也。 我们观察世尊的行持, 起时奔走。 根据经典记载, 指数给孤独猿道舍卫尘有无理路, 诸位要晓得, 无理路要不行, 不行走得快也需要半个小时, 佛与弟子们很注重威仪, 所以走路决定是不快也不慢, 表现一个很正常的, 这也是一桩辛苦事情。 每天都要往舍卫大臣去托波。 是同凡夫, 金刚经, 教我们离一切相, 佛成了佛, 不住在佛乡上, 他的生活跟一般凡夫没有两样。 不住佛乡, 成佛不住佛像。 视线无我相, 我们从这个地方去看。 不说一字, 一句话没有说, 一个字没有说, 显示无法相。 须菩提赞叹释迦牟尼佛, 稀有世尊, 那个稀有就从这儿来的, 他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无我相, 无法相。 可是世上天天做, 这么样认真做, 循规蹈矩, 一点也不马虎, 这叫不住非法相。 非法相是空, 不住空相。 三空礼章, 三空是人空, 法空, 空空。 三空之礼在哪里? 就在世尊日常生活当中, 全都表演出来了。 此位知善父主, 父是分父, 主父, 教会之义。 释迦牟尼佛没有用言教, 用, 身教。 做出来给你看, 完全用的是身教, 这叫做善父主。 不说一个字, 做出来给你看, 叫你去体会, 叫你去模仿, 去学习, 这种教学的方式真的是善巧到了极处。 六, 四摄同事, 以身作则未作榜样, 此未知, 善互念。 四摄, 是佛接引一切众生的四种方式。 一, 不失, 不失是跟众生结缘, 用现在的话说, 与众生建立关系。 不跟他结缘, 他怎么能够甘心情愿接受佛的教会? 先要跟众生结缘。 二, 爱语, 爱语不是说众生喜欢听的, 那就错了, 是爱护众生的教导。 像父母对于子女一样, 有的时候管教, 也有打, 也有骂, 但是那是爱语, 真正爱护他, 要帮助他, 要成就他, 这个语言叫做爱语。 三, 例行, 所做的一切对于众生一定有利益。 像世尊, 入舍位大臣启时, 这一, 持播, 都是例行, 让众生看到他这个样子, 觉悟了, 明白了。 能令一切众生觉悟, 这是最大的利益, 所以这种行持是利益众生的行持。 四, 同事, 世尊表现的是同事, 跟一般凡夫完全一样, 没有一丝毫的特殊。 我们今天所讲的特权阶级, 没有。 佛的生活方式跟弟子们完全相同, 没有一丝毫的差别, 这是, 以身作则, 以身作一个榜样, 这叫, 善护念, 也没有说一句话。 善护念, 善附主, 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保佑, 加持, 佛是用这种方式来保佑一切众生, 加持一切众生。 我们有没有得到佛的保佑? 有没有得到佛的加持? 如果你像虚菩提一样看出来了, 是尊对一切众生的无比智慧的善巧教会, 你看出来了, 明白了, 你就得到加持, 就得到保佑, 你就觉悟了。 从今之后, 我要跟佛一样, 要效法佛陀作为众生的榜样, 作为大众的典型, 这就得到佛的护念, 加持。 心要清净, 要平等。 譬如你是一个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应当做的一些事情, 你都规规矩矩, 安分守己, 尽心尽力把它做得很圆满, 照顾这一家人, 使一家人的生活愉快而温暖, 你是家庭主妇当中的榜样, 好样子。 佛菩萨就是一个好样子, 六度万行就在你日常琐碎事情当中去修。 这个家庭不仅是我们这一条街上的一个模范家庭, 模范的主妇, 而是我们这个都会的模范, 一个都会还不够, 是我们全国的模范, 再扩大是全世界的模范, 再扩大是三千大千世界的模范。 你们想想够不够? 不够, 因为三千大千世界是六道的范围, 出不去。 所以要发一个大心, 做尽虚空, 便法界一切众生的模范, 那就行了, 那就对了, 这样才能超越。 我们发心要做个好样子, 做哪些人的好样子? 尽虚空, 便法界一切众生的好样子。 释迦牟尼佛是这么做的。 这个心量一大, 把三界六道突破, 你才超越三界, 超越六道轮回。 这是我们在《金刚经》上要学习的。 你要是没有看出这一层, 不能在这上满学《金刚经》就白读了。 七, 佛法修正, 即在寻常日用间, 里显三空, 观荣二地, 此之未稀有。 修行, 修菩萨行, 修菩萨道, 在哪里修? 就在生活上修, 就在穿衣, 吃饭上学。 里显三空, 观荣二地, 此之未稀有, 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都要像世尊一样, 无我像,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都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当中显示出来, 他生活与这个相应。 穿衣, 从穿衣上显三空之理, 吃饭, 从吃饭上显三空之理, 走路, 奔走, 再走路上显三空之理。 点点滴滴无非这个, 那你就叫真的学佛, 你真是在学佛, 学佛才能成佛, 才能做佛。 佛是这样学法。 二地, 是真地跟俗地, 真地讲的是体, 俗地讲的是像。 像是原生的, 原生性空, 性就是体, 所谓是像有体无, 是有理无, 性像是亦不适而。 融通了, 性像是一个, 理事也是一个, 都在生活当中表现无疑, 这叫真正的稀有。 八, 佛法及家常茶饭, 一日不可离也。 如来是同凡夫, 奔走成劳无他, 欲令众生, 回光返照。 持戒, 入定, 生会, 是众生幸福美满之生活。 如是, 如是, 佛法及家常茶饭, 家常茶饭是天天不能缺少的, 一日不可离也。 佛法的修学, 总纲领, 总原则就是, 三空二地。 任何一个法门, 我们念佛也不能例外, 还在这一个原则之中, 要学习。 果然能与三空二地相应, 那就是破弥开悟, 也就是明心见性。 念佛讲你已经的一心不乱了。 如来是同凡夫, 奔走成劳无他, 佛到我们世间来教导我们, 他要献人生。 这就是说, 应以什么生的度就要献什么生, 在人间献人生, 在天上献天生, 在处生到度众生献处生生, 随类化生。 随类化生为的是什么? 绝不是为自己。 为什么? 佛没有自己, 无我相, 怎么会为自己? 凡夫为自己, 为什么他要为自己? 因为他有我相。 佛与大菩萨无我相, 他不为自己, 因此一切的视线修持都是为众生。 欲令众生, 回光返照耳, 佛菩萨的视线为这个, 让众生看到佛菩萨的行持, 看到佛菩萨的生活方式, 回头想想自己, 给他一个条件, 让他依着这个条件, 认真去反省, 这就叫回光返照。 所以他在此的视线, 很清楚的, 持戒, 入定, 生会。 持戒就是守法, 守规矩。 是尊给我们定的一些规矩, 我们要遵守。 世间大众定的这些规矩, 像国家的宪法, 法律, 规约, 我们也要遵守。 除了这个之外, 没有文字的风俗习惯, 道德观念, 我们一律都要遵守, 这包括在持戒的范围当中。 要守法, 要守规矩。 一切时, 一切处, 常常保持着清净心, 这就是入定, 这就是回头。 像是尊起时能够回到本处, 回到本处就是回头, 回到清净心, 清净心是我们的本处。 洗足, 是表洗刷我们的妄想, 分别, 烦恼, 要把这些尘够洗得干干净净。 用什么方法洗? 用定, 用慧, 心地清净了, 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 示众幸福美满之生活, 如是, 如是, 学会了。 是, 是视线, 表演, 表演给你看, 最幸福, 最美满的生活。 世上讲, 持戒, 入定, 生会, 都要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处事, 待人, 接物, 守住这个原则, 心地上, 在理上, 那就是, 三空二地, 显三空, 荣二地, 全都在日常生活, 都在穿衣, 吃饭上。 你过的生活, 就是佛菩萨的生活, 不是凡人的生活。 佛菩萨的生活是真善美慧的生活, 真, 善, 美, 还要加上智慧。 九, 修行之药, 在理事双容。 对境随缘, 情习堪厌。 立事断心, 动静一如, 无往不适。 修行之药, 要, 是重要的, 要紧的, 在理事双容。 对理, 对事都要看得透彻, 看得明白, 理才能容事, 事才能容理。 理事不相应, 不相容, 换句话说, 对于理根事都没有搞清楚, 所以才有这个过失。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同修们常常有一个疑问, 实在讲也是一个事实上的现象, 心定不下来, 妄想扶不住, 原因在哪里? 原因就是理事不相容, 就出在这里, 理根事都没有透彻搞清楚。 理根事要真的搞清楚, 搞明白, 他就相容了, 心就能定下来了。 许多童修读过, 勒凡四训, 勒凡先生在早年时在讲没什么功夫, 他是遇到孔先生跟他算命, 算得很准确, 很灵验, 一点都不差错, 他什么妄想也不打了, 他打妄想是空的, 什么念头也没有了, 他心定下来了。 他是相信, 一饮一浊, 莫非前定, 相信因果的道理, 相信因果的事实。 这个理根事是小者, 这是小的理根事, 他能够双容, 他的心定了。 理事之大者, 诸佛如来所证的, 宇宙人生的真相, 那是理事之大者, 理事之究竟者。 这个要是清楚明白了, 就入大定, 不是小定, 入的是大定。 定的等级很多很多, 佛法分是坚禅定, 就有四禅八定, 四禅八定还是大分, 细分那就太烦了。 对静随缘, 这是讲日常生活, 生活要学着能够随缘而不攀缘, 你的生活就自在。 情习勘验, 力事断心, 底下就是讲修行真正的重要原则, 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修。 情习, 勤劳, 学习, 就在生活当中, 去勘验自己的功夫, 勘验自己的境界。 验什么? 验觉, 正, 警。 我又没有迷惑, 还有没有邪知邪见, 还有没有污染。 从这个地方去勘验, 这叫真修行。 力事练心, 不能怕事, 没有事的磨练, 你的心怎么会清净。 清净心, 要在事相上去锻炼, 换句话说, 我们讲放下, 事不在现前你怎么知道放下没有。 事相就在面前, 看你心里面有没有执着, 有没有分别, 如果心里面还有分别, 还有执着, 没放下, 心里果然离开一切分别, 执着, 那你是真放下了, 真清净了。 修行药, 力事练心。 我们在, 华严经, 上看到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五十三餐他学什么? 就是这两句, 情习勘验, 力事练心, 从出发心一直到如来的, 就是用的这个功夫。 动静一如, 无往不适, 这两句话, 也就是说一切时, 一切处, 在一切物质环境, 人事环境当中, 都要把握着这个原则, 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 诸佛菩萨已经做一个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 佛菩萨除非不出现在世间, 出现在世间就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的。 让我们看到他的行持, 能够体会, 能够觉悟, 能够反省, 能够改过自新, 这是真正的富主, 护念。 十, 到在善巧利用其环境, 则无时无处不适到场。 你发心想修道, 想找一个理想的修行环境, 你错了, 不需要找, 就在你现前生活环境当中。 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智慧, 你会不会用你的环境? 你要会用, 成就了。 如果环境是处在顺境当中, 你应当认真去修布施, 顺境修布施, 如果在逆境的环境当中, 成就忍辱波罗蜜, 不必要换, 要改。 处乱事, 大家都不守法, 都乱来, 我在这个环境里修持借波罗蜜。 大家都不守法, 我守法, 大家不守规矩, 我守规矩。 你要是会利用环境, 哪一个环境不是好修行的处所? 如果你不会, 你跳到什么处所都不能修行, 都是障碍。 换句话说, 没有你修行的环境, 人间, 天上你都找不到, 这是真的, 你到哪里去找? 如果你会了的话, 哪个地方都是我修学的好环境? 丝毫不要挑剔, 任何环境都成就我六波罗蜜, 都成就我十大愿望, 就看你会不会。 佛菩萨那些表演, 你要从这里去看, 你才会看到真正有味道。 真正学到, 真的开悟, 真的学到了, 你要从这上去看。 你也就会读经了, 你也会看祖师的传记, 语录了, 你都会看了, 所谓是看的时候眼睛都放光了, 门道看出来了。 无时无处不是道场, 这是真话。 任何一个人, 都是帮助我的, 任何环境也都是成就我的。 就跟《华严经》上讲的一样, 学生修行人只有我一个, 我一个以外的都是诸佛菩萨, 他们一举一动所做的样子, 都是给我看的, 都是叫我觉悟的。 表现正面的, 是教我要学习他的好样子, 表现是反面的, 也是提醒我觉悟, 让我反省, 有没有他那个反面不好的样子, 换句话说, 正面反面都是老师, 都是善知识, 我统统都学到了。 这样学佛哪有不成就的? 这样学佛哪有不快速圆满的? 十一, 持戒修福, 事入班若门。 戒能资定, 定能发挥。 须知会无戒定, 乃狂会, 非正会。 世尊在这一部经里面交给我们入门。 持戒修福, 是入班若门, 持戒就是守规矩, 守法。 肯守法, 肯守规矩, 又肯修福, 这样的人, 佛选定位教导的对象。 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 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法器, 他有资格接受如来的大法。 那我们要认真反省, 我们是不是一个守规矩的人, 是不是一个很欢喜修福的人。 如果是的, 金刚班若会上, 你就是当机者。 世尊这一部经, 正是对你说的, 帮助你成就。 如其不然, 我们在此的也听到了, 也明白了, 今天发心也不迟, 我要发心守规矩, 我要发心修福, 这也非常稀有难得。 因此, 我想我们在座的这么多的同修们, 每一位都是世尊班若会上选择的对象, 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 珍惜这一份缘分, 不能让它空过。 戒能资定, 持戒, 戒能够帮助你的定。 为什么? 一个守规矩的人, 奉公守法的人, 心事安定的。 所谓没做亏心事, 心地非常平坦, 没有做亏心事, 没有做对不起人的事情, 他心事容易定。 人要是做亏心事, 常常想利己损人, 他的心不安。 为什么? 怕他的坏事让别人知道, 要处处去提防, 防不胜防, 晚上做梦都做噩梦。 那种人修定就困难了, 那个定很不容易成就。 持戒, 容易的定。 戒能资定, 姿势帮助, 帮助你的定。 定能发挥, 定的作用就是智慧。 虚智慧无戒定, 乃狂慧, 非正慧, 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辨别清楚, 如果没有界定, 不肯守法, 不能循规蹈矩, 心不清静, 这个人忽然有了智慧, 这个事情确实有, 不是没有, 有了智慧, 这个会叫狂慧, 不是真慧, 佛法里面讲的是智变聪, 属于这一类的。 这一类还不可怕, 而最可怕的, 冷眼睛, 上所讲的魔附在身上, 那个智慧能力不是自己的, 是魔附在身上的。 冷眼睛, 上说五十种阴魔, 它有特殊的能力, 我们今天讲神通, 它有神通。 诸位要知道, 真正的神通是从定中发的。 假如它没有界定, 忽然有神通了, 那个神通决定不是它自己的, 冷眼睛, 上说, 是魔附在它身上的, 哪一天魔走了, 它那个能力就完全没有了。 这是世尊在经上讲的很清楚, 很明白。 如果是自己发的神通, 一定是有界, 有定。 我们自己的修行功夫不够, 程度不够, 除处现前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在佛经上讲事五卓二事, 卓二到了极处。 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 几乎在这个世界上, 任何地区我们都能够遇到, 都能够见到, 奇怪的想法, 奇怪的看法, 奇怪的做法。 而且这些奇奇怪怪还很能吸引人, 相信的人很多, 于是造成一股风潮, 他们的视力很大, 信徒很多, 财力也很丰富。 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心, 仔细观察它是不是从界定里面, 得的这些特殊的能力。 如果没有界定的基础, 我们对它最好视近而远之。 自己老老实实依照佛经典上的教训来修学, 这样才不至于走错路。 真智慧跟狂慧, 要有能力辨别。 十二, 学人能向衣食起居成牢鞭锻炼, 便是降伏忘心最好方法。 虚是对境随缘, 不迷, 不凡。 应是有条不稳及持戒, 清静自在及定, 会。 故经云, 一切法皆是佛法。 离乡发心, 降伏之道, 尽在其中。 只要谈到修行, 无论你是学哪一个宗派, 哪一个法门, 佛法里常讲的, 法门无量是远学。 法门再多, 目标的确只有一个, 就是降伏忘心, 忘心就是念头, 一个念头起, 一个念头灭, 生灭的念头, 无非是为降伏忘心而已, 这一点我们要认真的记住。 我们修, 修什么? 降伏忘心而已。 你把这点搞清楚, 你修行的功夫不能说不得力了, 你真正抓到了要害。 否则的话, 无论怎么用功, 忘心照样起, 烦恼照样起, 这就是功夫不得力, 怎么会有成就? 要降伏忘念, 忘念说实在话离不开, 贪甜吃慢, 如果贪甜吃慢没有了, 忘念自然就没有了。 原了凡先生, 对于因果的道理搞清楚了, 他贪甜吃慢就没有了, 心就定了,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所以我们修行最好的方法, 在生活当中学, 学知足, 知足就长了。 成劳边锻炼, 炼得是知足, 知足就不求, 妄想就少, 杂念就少, 心就渐渐会定下来。 衣食住行, 在现代人的生活, 我只要达到一个普通的水平就够, 不再争取。 我们的心才清净, 才有充分的时间去学到, 读经, 研究经典, 念佛, 用功, 为人解说, 我们才有时间做这个事情。 这是真正的好事情, 是出世间没有比这个事情再好了。 实在讲, 也是本经所谓的第一稀有。 为什么不去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把一身大好的光阴, 消磨在毫无意义的妄想杂念当中? 实在讲那太可惜了。 衣食住行当中锻炼, 锻炼是样样知足, 没有一样不知足, 样样随缘, 你就样样都自在。 这是降福旺心最好的方法。 这是降福旺心最好的方法。 虚式对境随缘, 这一句很重要, 一切随缘, 一切都不攀缘。 不迷, 不烦, 不迷事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个世间苦恼, 世间太苦了, 人不能做, 你要叫我来生再到人间来, 我听了害怕。 怕什么? 你看那个小朋友天天背的书包, 功课那么重, 我一想这个太苦了, 我一看到小朋友上学念书, 看那个样子, 我就不敢来了。 书念好了, 踏进社会, 社会是战场, 每一个行业好辛苦, 仔细观察一下, 不可以再来。 不再来怎么办? 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这就是, 不迷,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烦, 烦恼从哪儿来? 你自己找来的, 你自己不找烦恼, 烦恼不会找你的。 所有的烦恼, 都是你自己找来的。 怎么找来的? 总不外乎贪、 甜、 吃。 里面有贪甜吃, 外面有诱惑, 你的烦恼就起来了。 里头没有贪甜吃, 知足了, 心定了, 外面种种诱惑, 你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不受他骗, 不为他所转, 烦恼就没有了。 一心一意求生净土。 谁来陪伴我们? 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西方三圣, 天天陪伴我。 你看这多自在, 哪有烦恼? 应是有条不稳及持戒, 事情来了, 我们应付事情有条理, 有头绪, 一点都不乱。 无论是对人, 对事, 对物, 我们有分寸, 这就是持戒。 清静自在及定慧。 顾经云, 一切法皆是佛法。 这是, 金刚经, 后半部所说的。 哪一法不是佛法? 明白了, 不迷了, 不邪, 不染了, 没有烦恼了, 一切法皆是佛法。 离乡发心, 降伏之道, 静在其中, 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 要知道这一个事实真相, 那就好修行了。 就在生活当中, 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 对人, 对事, 对物, 每天所干的是菩萨行, 你觉悟了, 是菩萨行, 就是六度万行。 你要是不会, 不会, 不会就造业。 不会, 从早到晚是造业, 造的是善业, 恶业, 善业感三善道, 恶业感三恶道, 干的是这个。 一觉悟, 一明白了, 把那个造业一转变, 变成菩萨道。 就在念头上一转, 转凡成圣, 转六道成四圣法界, 转凡恼成菩提, 转身死成涅槃。 就在这一念之间你会不会转, 转过来了, 一切法皆是佛法, 转不过来, 一切法都不是佛法, 就看你会不会转。 这一部经, 是尊教给我们怎样转。 十三, 经言, 五蕴即是法身, 这就是叫人要即换有, 见真空, 非断灭相。 古得云, 但物逐望, 何须求真, 皆明不取不断, 不及不离之以。 经言, 五蕴即是法身, 佛在许多大成经上都是这样为我们宣布。 这就是叫人要即换有, 见真空, 非断灭相, 这里面把, 金刚经, 的宗旨, 也都显示出来。 有是相, 五蕴是相, 是假有, 法身是体, 是真空。 真空从哪里看? 从有上去看空, 那才见到真空, 什么都没有, 你怎么能见到真空? 从有上见到真空, 从真空里面看到妙有, 原来空, 有不而。 心经, 上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空有是亦不是二, 这就是性相双融, 所以它不是断灭相。 断灭相, 怎样见空? 把有灭掉才见空, 那叫断灭相, 那个是错误的。 所以诸佛不说断灭相, 断灭相是错误的。 古得云, 但物逐望, 何须求真? 皆明不取不断, 不及不离之意。 这些纲目都应当应用在生活当中, 即使穿衣, 吃饭都不例外, 都要与这个意思相应。 换句话说, 你穿衣, 你是在修六度万行, 修菩萨行, 吃饭也是在修菩萨行, 没有一样不是在修菩萨行。 所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 没有一法不是佛法。 穿衣, 空有二边不着, 吃饭, 真俗二帝圆融, 它都在这里头。 不能把佛法离开是相另外说一套, 那个有什么用处? 那就没用处了。 古得这两句话说得好。 但物逐妄, 不要追求虚妄, 不要执着虚妄。 什么是虚妄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这句话是叫我们离相, 交给我们随缘, 随缘就是离相。 离什么? 离执着, 离分别, 离攀缘。 分别, 执着, 攀缘都离了, 那是随缘, 所以随缘就是离相, 随缘是不固执。 何须求真, 如果你有一个求真的念头, 你就错了, 你又执着, 又分别了, 又在打妄想了。 妄不执着, 真也不求, 妄离开, 真的就现前了。 真在哪里? 就在现前。 刚才说了, 穿衣, 吃饭都是真的, 绝对不是假的。 二帝圆融, 那怎么不是真的? 三空里显, 真的。 诸佛如来所证的就是这个, 一部, 金刚经, 所说的也就是这个, 这些东西就在穿衣, 吃饭, 日常琐碎点点滴滴当中, 完全显露出来。 所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 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错。 十四, 般若妙法, 任运有所谢事相上自在流出, 无法相也。 以不言之教, 互念父主一切发大心者, 亦无非法相也。 能随时如是观照, 则得真实受用。 般若妙法, 是佛与大菩萨, 我们常讲法身大事们所证。 在哪里? 就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之中, 琐碎事相, 就在这里, 点点滴滴都显示出三空二地。 佛流露出来, 自在流露。 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自在流露? 是的, 也是自在流露。 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受用? 迷了, 不晓得这个东西就是。 佛给我们讲三空, 我们天天打望想去找三空, 找二地, 也莫名其妙, 二地究竟在哪里? 不晓得吃饭就是二地, 穿衣就是二地, 你跟朋友聊天也是二地。 你, 不知道, 你看, 多可惜。 所以大家要明了, 金刚精, 真的是通达了, 原来就是日常生活, 天天干的, 一天也没离开, 这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多, 这个才有味道。 生活还是依旧照常生活, 可是心情不一样。 从前是凡夫心, 现在是佛菩萨的心, 不相同了。 心变了, 世相也变了。 从前你一天到晚过这个日子是苦恼, 过的是六道轮回, 苦海无边, 现在念头转过来了, 心转过来了, 你生活在一真法界里面, 所得到的是大自在, 那怎么会一样? 你所得的是真实的圆满自在, 别人看不出来。 就像释迦牟尼佛这个生活方式, 须菩提看出来了, 旁人看不出来。 旁人以为释迦牟尼佛是凡夫, 他不懂。 我们今天在, 金刚经, 上得到消息, 我们也小小的看出一点了, 我们的境界也小小转一点了, 这个就自在, 这就的受用。 无法相, 知道,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我们也不离开一切相, 也不执着一切相, 这就叫随缘, 这就叫做真正的受用。 真实受用, 受用里面没有负作用。 凡夫这个受用付出的代价太大, 它有负作用, 它里面有妄想, 有分别, 有执着, 有烦恼, 有果报, 这个代价付得太大了。 佛菩萨受用, 生活上一样的受用, 他的收获是法身般若解脱, 常乐我近似近的得, 他的收获是这个。 同样的生活方式, 得的东西不一样。 这也就是说明, 像江卫农居士所说的, 般若不能不讲, 般若要讲, 要讲的透彻, 要讲的明了, 不能够有误会, 若有误会, 不但利益得不到, 恐怕还有更深的弊病。 怕波无因果, 堕恶取空, 那个麻烦就大了, 那个病诸佛菩萨都救不了, 变成邪见。 以不言之教, 护念父主一切发大心者, 亦无非法相也, 释迦牟尼佛天天往舍未尘去起时, 走一趟, 表演的, 举一个例子。 实际上要晓得世尊的生活, 从早到晚点点滴滴, 都是流露出圆满的, 护念父主, 无量的功德。 只是举这一个例子而已, 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才能够显示三空荣二帝, 其他没有了, 那你就完全错了。 要知道一及一切, 一切及一, 那就没有错了。 所以他这个教化, 护念一切发大心者, 发大成心这些人。 可见得佛没有着空, 佛没有说断灭香, 他这样做就是护念, 就是父主。 能随时如是观照, 则的真实受用,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明了这个事实, 什么叫, 观照。 也用在自己生活当中, 像佛一样, 你的的受用当然是真实的, 这哪是虚假的。 所以这佛法学了, 马上就有用处。 续分我们就到此的介绍完毕, 向下从第三段开始到179段是本经的正宗分。 其实正宗分无非是释迦牟尼佛日常生活的说明而已。 三、正宗分当机赞请礼赞俱仪。 时长老须菩提, 在大众中, 即从做起。 偏袒又奸, 又膝着地, 和掌恭敬, 而白佛言。 这一段文字, 是节级经典的人所写的, 是记载须菩提尊者, 在法会当中为我们, 代替我们请法。 这里所讲的是请法的规矩, 请法的礼节, 依旧是礼节。 对老师要恭敬, 对佛法要恭敬, 真诚恭敬心来起请。 时, 就是世尊入舍为大臣托拨回来以后, 饭吃完了, 洗足以, 夫坐而坐, 大家都坐下来了, 这个时候。 长老须菩提, 常老是尊称。 在大众中, 即从做起, 从他自己的座位起来, 他要请法一定从自己的座位起来, 走到佛的面前, 先跟佛行礼。 偏袒又奸, 平常穿衣服两个肩膀都包起来的。 佛陀在世的时候, 出家人衣着很简单, 只有三衣一波。 佛法传来中国来以后, 要适合中国人的生活环境, 所以许多生活上的衣龟也都改变了, 一定要改成适合中国人的环境才行。 中国在印度的北方, 气候寒冷, 三件衣服决定不能保暖。 所以佛法传到中国之后, 三衣就变成像真性的礼服。 我们现在不像印度人用布包起来, 我们用扣环, 而且衣的面积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印度的衣很大, 整个裹在身上。 南传的佛教, 还是用过去这个衣, 这大家都看到的, 死的南传的法师们常常来, 大家能看到的。 所以中国的袈裟只有他们的三分之一。 日本的法师那个衣就更小, 更方便, 他把那个袈裟大概合成一小块, 平常放在西装口袋里头, 要搭衣的时候, 用绳子套在上面, 更方便了, 适合于每一个国家的国情, 生活方式不相同, 这我们要知道。 偏袒右肩, 行李的时候, 要把右肩的绑臂露出来, 像我们这样搭法就是偏袒右肩, 便利做事情。 在佛面前行李, 说不定佛有什么事情吩咐你, 叫你马上去办, 右手在外面办事方便。 跪下来的时候, 右膝着地, 左膝不着地, 这叫狐跪, 这种跪法起来方便, 行李当中不忘成事, 不忘记佛要是有什么事情吩咐, 我可以很快去办, 是这个意思。 两个膝盖跪在地上, 起来就不方便, 动作没那么快, 所以跪的时候是一只脚, 又膝着地。 合掌恭敬, 合掌表意心, 平常这个掌散乱的, 心是散乱的。 妄想妄念多, 对佛行李的时候, 掌合成一个, 表示把妄念都收回来, 一心专心来听佛的教会, 专心来接受佛的教导, 和掌示表意心, 所有念头和而为一, 表这意思。 这都表法的, 和掌代表恭敬。 白佛言, 白, 是下对上, 佛对弟子们讲话, 佛告, 告诉你, 告诉是上对下, 下对上是白。 现在我们都不讲求这些, 现在小朋友对父母, 我告诉你, 学生对老师也是, 我告诉你。 现在不讲求, 我们随俗, 随俗要知道恭敬, 恭敬心不能够没有, 言辞可以随顺世俗, 恭敬心要具足。 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学起。 一, 此一段以下, 至, 是明法相, 179节, 是此经正宗分。 二, 十, 自一身。 是大彻大悟时, 一眼去破时, 所谓千在一时也。 一击始觉之时, 非时机成熟不可说也。 十字一身。 释迦牟尼佛托波回来, 吃完饭, 洗足, 夫坐而坐, 这个时候, 这是从世上讲。 这个地方, 十, 一死身了, 因为释迦牟尼佛每天都这样做, 今天虚菩提尊者才把这个事情说穿, 这个, 十, 含义就不一样了。 是大彻大悟时, 虚菩提尊者看到这个事实, 看到世尊这样善巧方便教化众生, 父主护念, 这是觉悟了, 彻底觉悟了。 一眼去破时, 一眼看破了。 所谓千在一时也。 释迦牟尼佛每天都是这样表演, 从来没有被人看破, 今天被虚菩提尊者看破, 刚才说过, 实在讲虚菩提也是表演的, 也不是他今天真的看破。 今天大众的缘分成熟,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跟大众说明, 大众能觉悟, 能够肯定, 能够相信, 不会怀疑, 因缘成熟了, 机缘成熟了, 应该要把世尊身教的意义详细说出来。 一级始觉之时, 始觉就是开始觉悟。 佛法讲觉, 第一个是始觉, 始觉是开始觉悟, 第二个讲究竟觉, 是圆满的觉悟。 圆满的觉悟只有一个, 始觉不晓得有多少。 我们每天都有觉悟, 每天都是始觉。 天天都有新的觉悟, 那个新的就是开始觉悟, 一直到等觉菩萨, 开悟的时候也叫始觉。 所以始觉的意思, 我们要明了, 始觉有浅身不一样。 时性菩萨始觉就浅, 时的菩萨始觉就深。 所以始觉的意思, 也是很深, 很广。 这个地方讲的始觉, 不是须菩提尊者始觉。 遇会大众, 有能力接受这个法门, 有资格, 有条件修学这个法门, 这个始觉是大众的始觉, 这个意思才圆, 才正确。 非时机成熟不可说也, 大众始觉, 时机成熟了。 世尊跟长者就像唱戏一样, 一问一答, 让我们在旁边听了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么回事情。 平常天天跟在释迦牟尼佛身边都蒙在鼓里, 不知道释迦牟尼佛一举一动, 一言一笑, 点点滴滴都是圆满的金刚般若波罗蜜, 不知道。 今天这个缘分成熟了。 三, 凡是皆必时节因缘成熟, 方能凑合。 佛说法教人, 亦如是也。 凡是皆必时节因缘成熟, 时节因缘不成熟没法子, 讲了时空讲, 毫无意义, 大家得不到利益。 佛为一切众生说法, 句句都是真实的, 都是利益一切众生。 如果说法气理不气机, 理说的没错, 但是大众时机不成熟, 没有法子接受, 这样说法就白说了, 是闲言语, 闲言废话。 如果说是气机不气理, 说出来的很好听, 大家听了很开心, 很欢喜, 不是正道, 不是正理, 那一种说法叫魔说, 那不是佛说。 佛所说法, 一定气机气理, 理机双气, 时节因缘成熟, 方能凑合。 佛说法叫人, 亦如是也。 佛这样教导我们, 我们要守住佛的原则。 我们要教给别人, 也要观察他的机缘有没有成熟, 应该给他说某一个法门, 选择经典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经典。 经典纵然选出来了, 还要懂得怎样给他介绍, 是浅说, 还是深说, 是长说, 还是短说, 这里面的方法很多很多, 但是一个不变的目的是要令众生觉悟, 令众生现前就的利益。 这是从礼节上所显示的, 我们也要懂的。 可见得不但是加穆尼佛表演给我们看, 须菩提尊者一样也表演给我们看。 四,称赞。 下面两段是尊者的话, 先赞叹, 再提出问题。 这都是属于礼节, 行礼之后一定对佛赞叹。 赞叹里面含的意思也很多, 这个诸位要晓得。 难道佛喜欢听人家巴结, 喜欢听人家说他的好话, 那就错了。 对佛的赞叹, 这些言词是替佛接引众生的, 赞叹是这个意思。 佛是一个圆满智慧的人, 天上, 人间第一好老师。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找一个善知识来教导我们, 善知识到哪里去找。 善知识自己总不能说我是好老师, 我很有智慧, 你们来跟我学, 这个话说不出口, 学生虽然有异物介绍, 学生也不能说, 我这个老师不错, 你去跟他学, 这个也太过分了, 容易叫人说你们自己抬高自己, 自己为自己宣传, 这毫无意义。 于是用什么方法? 用赞叹, 赞叹老师让别人听, 他听到了, 他有意了, 原来这个人有这样的德行, 学问, 那我要跟他学习去。 不拉信徒, 也不劝你, 但是一定要告诉你, 用这个方法。 我告诉你, 我不劝你也不拉你, 让你自动自发到善知识这边来求学, 赞叹是这个意思。 佛门里赞记, 畅相赞, 都是赞叹佛的。 唱的时候要以真诚, 清净, 恭敬心, 要唱得清清楚楚, 自证腔圆, 能够叫外面人, 不学佛的人听到之后, 他心里头有所感动, 赞颂的目的在此地。 假如说我们这个赞子, 唱得呜呜呀呀, 唱了半天一个字也没听到, 不知道唱些什么, 目的就完全达不到, 这就错了, 这是必须要晓得的。 唱的时候, 有唱的规矩, 有唱的方法, 不能够随便乱来的。 要知道, 要达到目的, 这就对了。 稀有, 世尊。 如来善互念诸菩萨, 善互主诸菩萨, 稀有, 世尊, 一开口就, 稀有, 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无尽的声广。 这两个字提出来, 整个讲堂听众大家耳朵都竖起来, 什么事情, 稀有, 他底下一定是集中精神, 很注意去听。 如来善互念诸菩萨, 善互主诸菩萨, 这就把两庄稀有的事情说出来了。 一, 稀有, 四亿, 十稀有, 人生难得佛难遇, 处稀有, 得稀有, 是稀有。 此稀有正指般若波罗蜜言。 稀有, 含有四个意思, 这事略说, 细说说不尽, 无量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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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稀有, 人生难得佛难遇, 实在说世间人不懂, 所以在迷, 不觉, 觉悟了之后, 知道六道里面要得人生很不容易, 机会非常渺渺茫, 人生难得。 佛在经典曾经举过许许多多的比喻, 为我们说出这一个事实的真相。 的人生, 在能够遇到佛, 或者是遇到佛法, 佛虽然不在世, 佛法还在世间, 我们能遇到也非常稀有。 想想世尊在经上告诉我们, 佛的法运总共是一万二千年。 我们的人生要刚刚好在这一万二千年当中, 在这个以前没有佛, 在这个以后也没有佛法, 佛法灭尽了。 佛法灭尽, 要什么时候再有佛法? 一定要有佛出世, 佛才讲经说法。 底下一尊佛是弥勒佛, 弥勒佛什么时候到我们这个世间来? 弥勒下身经, 说, 以我们这个世间年月来计算,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 弥勒佛到这个世间来释现成佛。 你想想看, 五十六亿多万年没有佛法, 你纵然的人生也没用处。 你才晓得, 这个, 时, 真是稀有。 一万二千年比起无限的时间, 好短好短, 我们就生在这里头, 不容易。 真难。 二, 处西有, 讲经的处所, 法会的成就, 当年只述给孤独猿这个地方, 释迦牟尼佛开这个法会讲, 金刚班若, 处所西有。 同样道理, 今天我们在新加坡居士05楼讲堂, 处西有。 没有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法会不能成就。 三, 德西有, 这个德是如来圆满的果德, 佛所说的是如来果德全体的流露, 不是如来所证的果德里头的一分, 两分。 一分, 两分是别的法门, 其他的经典, 这个经典是圆满的果德。 所以古人判这个经是圆教, 圆教是圆满的法轮。 圆满果德所显, 德西有。 我们能在这么少的文字, 五千多字的这样一部经典当中, 得到是尊所证的圆满果德, 你说这个多西有。 四, 是西有, 这个是就是指班若波罗蜜多, 特别是指金刚班若波罗蜜多, 佛不是为我们讲别的, 为我们讲这个西有的大法。 和上面四个意思, 真正是西有难逢。 我们今天遇到了, 正如同是尊在本经后文上所讲, 成就第一西有功德, 与这个地方的西有, 前后呼应, 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 这个地方讲经也很西有, 因为我们每天都讲, 连星期假日也照常讲。 大家听经要把一些琐碎的工作应酬都要放下, 你才能够天天来听经, 才不至于缺课, 这个也很西有。 现在一般讲经, 说实在话, 一个星期讲二天, 讲一天, 便利你能够抽出时间来听。 像我从前在台中, 李炳南老居士讲经, 一个星期讲一天, 为什么要这样讲法? 便利大家把这个经从头到尾听完, 一堂不缺。 因为天天讲你就不可能, 有些应酬, 有些家里事情就不能来。 我们天天讲, 假期都照常讲, 你要每天都来听, 一堂不缺, 第一稀有。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念佛。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七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9年2月3-007。 请看, 金刚经讲一节要, 卷二, 经本第十六页。 二, 世尊, 世总号, 称乎实用之。 称佛则表果德。 称, 如来, 则表信德。 这三种称号, 在本经随处都可以看到。 为什么要用三种称号, 一种岂不是更简单吗? 何必要用三种? 称号里面含着许多的意思在, 我们明了之后, 才晓得, 金刚经, 字字句句都含义无限的声广, 从这些地方能够体会, 这才得真实的受用。 世尊, 世事世间, 人间天上。 佛的身份是老师的身份, 叫天人师, 佛的十种称号里面有天人师, 佛是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三界六道。 三界之中, 唯有师道最尊。 中国古人都知道尊师重道, 唯有师道最尊。 父母生我们这个肉, 肉身, 肉身的自于父母, 生命, 可是智慧的自于老师, 会命是老师帮助我们的。 因此在世间法里面讲, 恩德最重的就是父母, 师长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的恩德是相等的。 在古理里面, 我们处处都能够见到。 譬如, 最普通我们见到称名,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礼节了。 古时候, 男子满二十岁行官礼, 官礼就是戴帽子, 戴帽子就是代表他是成年了, 是大人, 不是小孩了, 在社会上大众对他要尊敬, 不可以把他当小孩看待。 行了官礼之后, 不能称他的名, 要怎样称呼他。 同辈分当中的这些兄弟, 同学, 朋友, 大家送他一个字, 字就是别号, 这是从行官礼那天起, 大家对他称字不称名, 这是对他恭敬。 所以古时候有名, 有字, 女子也一样, 也有名, 有字。 女子十六岁行祭礼, 就是书头了, 表示成年了。 官礼之后, 这一生当中唯一叫他名的就是父母, 他的博书, 他的祖父, 对他都称字, 都不称名, 这是对他尊敬, 唯独父母称名。 另外一个称名就是老师, 老师一生称他的名, 这就说明老师的地位, 跟父母是相同的。 父母过世了, 要扶桑三年, 就是代孝三年, 老师过世了, 也是心丧三年, 不穿孝服, 叫心丧三年。 从这些地方看出中国古代的社会, 对于老师非常尊敬, 何况佛是天上人间的导师, 所以尊称魏世尊, 世间最值得人尊敬的一位师长, 称佛称世尊, 这是总号, 总称。 别号里面有十个意思, 在此的这十个称呼, 我们在这里也都省略了。 这里头有两个, 一个是佛, 一个是如来, 这是十号里面的两种。 本经里面称, 佛, 是从他修行正果, 他正道圆满的佛果, 是从这上说的, 换句话说, 是从事相上讲的。 如果称, 如来, 那就不是从相上讲, 是从本性上说的。 所以有的时候称佛, 有的时候称如来, 我们一看就晓得了。 譬如, 这段经文里面说, 如来善互念诸菩萨, 善父主诸菩萨, 这个地方不是说佛善互念, 说如来, 如来是真如本性里头, 本来就如此, 这不是从事相上说, 本来就是这样的, 这试读, 金刚经, 必须要知道。 不仅, 金刚经, 如此, 在一般大臣经上, 大概都是有这个意思。 三, 世尊入城还原, 如如不动。 密室注心, 以身作则, 正是加护意念。 世尊入城还原, 到舍卫大臣去起时, 脱拨回来之后, 回到指数给孤独原。 如如不动, 他仍是动了, 从住的经舍到都市里面走了一圈回来, 我们晓得一个往返有十几里路, 大概也要走一个多小时。 不动, 心不动, 虽然这一趟往返, 从来没有起心动念, 当然更没有分别, 执着, 所以叫, 如如不动。 密室注心, 以身作则, 密, 不是秘密。 密是什么? 他没有说话, 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表演给我们看, 让我们从事相当中去体会, 去领悟, 去学习, 这个教室, 世事事显。 正是家户意念, 须菩提尊者所说的善户念, 善父主,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显示出来了, 这个意思很深。 学佛无论在家, 出家, 就是要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样子, 我们能够常常存这个心, 为一切众生的典型, 为一切众生的模范, 做出来给大家看, 这就是互念一切众生。 用现代的话来说, 潜移默化, 潜移默化就是此的讲的密室, 佛这样教我们, 我们也这个样子教化一切众生。 心量要大, 我们教化的对象是尽虚空, 便法界一切众生, 要有这样大的心量, 与信德就相应了。 有这样的心量, 广大心, 清净心, 平等心, 才能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 心心相应。 这事真正去做, 自己一定能够体验得到, 这叫真实的功德, 真实的受用。 四, 实气焰做, 一念不生。 密室降心, 令众取法。 正是托付尊主。 动静之间, 以身教不以言教。 随时随处, 无不为菩萨正觉模范。 正是所谓善, 须菩提今日使看出而叹未惜有也。 实气焰做, 吃完饭之后打坐。 一念不生,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出来了, 是尊是一切时, 一切处, 行住坐卧, 都能保持住如如不动, 一念不生, 这是跟我们凡夫不一样的地方。 凡夫一切时, 一切处, 一切境界当中, 起心动念, 分别, 执着, 这叫凡夫。 凡夫跟佛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看出来了。 凡夫要想学佛, 就学这个, 都在日常生活当中。 密室降心, 教导我们如何降伏旺心, 旺心就是念头, 妄想, 杂念, 佛这样教给我们降伏的方法。 令众取法, 这一句话的意思, 叫大众效法佛陀, 向佛陀学习。 正是托父尊主。 前面讲的善护念, 是对所有一切学佛同修而说的, 甚至于包括还不相信佛法的一切众生, 佛没有不互念的。 父主那就是佛的学生, 对学生才有吩咐, 才有主父, 没有学佛的, 那对他主父是没有用的, 他不能接受。 主父就是教导, 教你怎么学, 就像佛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样子, 学会了就行了。 自行就是化他, 化他就是自行, 自行化他是一不是二, 如果把他看作两桩事情, 那就错了。 释迦牟尼佛生活当中, 每天做的事情就是自行化他, 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要这样学法, 这就对了。 以身教不以言教, 完全做出来, 这才叫真正的受用。 随时随处, 无不为菩萨正觉模范。 此真所谓善, 须菩提今日使看出而叹为稀有也。 佛为菩萨, 哪些是菩萨? 所有学佛的弟子都叫菩萨, 只要你发了大诚心, 我今天发心来学佛, 我愿意做佛, 我要求生净土, 动这个念头的人, 就是菩萨。 不一定要去受菩萨戒才是菩萨, 受了菩萨戒而不发菩萨心, 还不是菩萨。 真正发了菩萨心, 没有受菩萨戒, 佛菩萨承认你是菩萨。 真正向佛学习, 就是在一切生活当中, 我们在这里得到修行的纲领, 在生活当中, 保持着如如不动, 一念不生。 这是金刚经, 末后开导的, 不取于香, 如如不动。 只要学到这两句, 那你就真的学佛了。 在一切时, 一切处, 无论做什么, 保持着外部着相, 内部动心。 他有愿, 他的愿是给学佛的人做一个模范, 给求证觉的人做一个好样子, 这一点要特别留意, 这才所谓是善, 真正善巧到了极处。 须菩提见到了, 明白了, 当然就会效法, 就会学习。 五,请法。 接着尊者向世尊提出请教。 世尊, 善男子, 善女人,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应云合柱, 云合降伏其心。 本经分前后两步, 三十二分里面, 前面十六分是上半步, 后面十六分是下半步。 下半步一开端, 尊者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说话跟这个很相像, 只有几个字颠倒了, 颠倒了意思就不相同。 所以有一些流通的金刚经本子, 前后问的问题是一样的, 那个讲不通, 一样的问题, 前面问过了, 后面何必还要再多事? 所以, 后面问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 印云合柱, 后面问的是, 云合印柱, 四个字完全相同, 就是顺序颠倒了一下, 那个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 意思完全不一样。 古本里面是正确的, 将为农居士依照古本把他定正, 这个意思绝对不相同, 所以他没有重负。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就是善。 善男子, 善女人, 善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算不算善? 佛的经典有大成, 有小成, 大小成经典里面所讲的善男子, 善女人, 那个善的标准不一样, 这是必须要知道的。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成佛, 要成佛先要符合佛要求的标准, 也就是说, 我们要有条件做佛的学生, 善就是条件。 世尊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 把这个标准就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第一, 人天善, 现在有很多人讲, 提倡人间佛教, 也不错, 也很难得, 这是所谓五圣佛法, 五圣是仁臣, 天臣, 身文, 圆觉, 菩萨。 人天善, 三福第一条, 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这是人天善男子, 善女人的标准。 孝养父母是不是对父母衣食样样都照顾到了, 这就能算效了吗? 没有。 诸位要晓得, 孝养父母是从学佛开始, 一直到你成佛都不能离开。 为什么? 要把孝养讲得圆圆满满, 成佛才能做到。 因为不仅是供养衣食住行, 要养父母之智, 养父母之心, 叫他没有烦恼,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这才叫孝。 这个孝还不究竟, 学了佛的人知道, 一定要劝父母念佛往生净土, 亲近阿弥陀佛, 他真的往生了, 这才算是孝。 假如父母还在六道里搞轮回, 那叫进什么孝?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学佛, 在家里就要做一个好榜样, 叫一家人看到你都欢喜, 你劝他念佛, 他才肯相信。 你学佛了, 在家里这个样子也怪, 那个样子也怪, 家里人总是看不惯, 天天闹别扭, 怎么能叫家人信佛? 家人不但不信佛, 而且还在亲戚朋友当中宣传, 你们要小心, 千万不要叫小孩学佛, 学佛就坏了, 这叫你父母家人反而造了口业, 这叫大错特错。 家人或者很固执, 不明理, 怎么办? 普贤菩萨不是教给我们吗?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你要能顺父母, 要能顺家人。 譬如, 最常见的家里面生活起冲突的, 你学佛了, 吃素了, 家里的人吃肉, 吃婚, 这一下就麻烦大了, 天天吵架, 天天彼此看得都不顺眼。 你说家里人杀生造业, 家里人说你奇奇怪怪的, 不通人情。 佛法要开智慧, 佛法要通人情。 你要能够随顺, 逐渐去感化它, 渐渐去启发它, 让它明了素食也有营养, 也健康, 它就欢喜了。 开始千万不要拿佛经里面这些话, 吃它半斤, 将来要害它八两, 还要威胁它, 那人家怎么能接受? 不可能接受的, 根本就是要打架的。 先要从卫生上说, 大家都很重视卫生, 从卫生上量去启发它, 让它多想想。 现在这个社会许多奇奇怪怪的病, 从前没有, 你们想想, 看看报纸, 看看医院这些病例, 三十年之前没有这么多怪病, 现在好多怪病出来了。 这病从哪里来的? 古人说的好, 病从口入, 你吃的东西不干净, 不卫生。 学佛, 佛没有叫我们不吃肉, 释迦牟尼佛出去托波, 还托得有肉食, 世尊那个时候托波, 人家吃什么就给什么,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托波要是天天叫人做素菜给你, 这不是找人麻烦吗? 佛大慈大悲, 不找人麻烦的, 你吃什么就给我什么。 现在小城国家, 斯里兰卡跟泰国, 他们托波没有吃素的, 即使其他一般大城国家, 日本的佛教没有吃素。 不但没有吃素, 日本出家人还喝酒, 酒真是大戒, 五戒离不饮酒, 他们喝酒, 不但他喝酒, 他还拿酒去供佛。 日本很多大的寺院, 我都去参访过, 佛像前面一瓶一瓶酒供在那边, 都是好酒, 这是每一个国家地区, 他们风俗人情不相同。 而佛在戒经上交代我们吃三净肉, 三净肉是不见杀, 不闻杀, 不为我杀, 脱波吃的是三净肉。 素食, 唯独中国佛教素食, 外国佛教没有。 中国佛教素食怎么来的? 梁武帝提倡的, 梁武帝以前, 中国这些出家法师也是吃肉的, 不过没有听说会喝酒。 梁武帝读, 伦家经, 看到菩萨心地慈悲, 不忍心吃众生肉, 他读了之后很感动, 于是自己就断肉食, 自己发心吃素, 他是我们佛门的大护法, 所以在佛门里面提倡素食运动, 素食运动梁武帝带头。 到以后, 佛教不管是出家, 在家, 统统都吃素了, 好像吃婚罪不可赦, 这都是很大的误会, 你没有把历史搞清楚, 到底是怎么来的? 可是素食实在好, 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 现代这个时代真是好, 这是我们要晓得的。 为什么我讲特别是这个时代?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肉真的不能吃, 问题太严重了。 从前你吃的猪、 鸡、 羊这些肉食, 这些动物都是放在外面养, 它一生也过得很自在, 到被杀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把它抓来杀了吃它的肉, 平常都放在外面, 它很自由自在的, 它的心情很正常。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这些畜生关在笼子里养, 换句话说, 一出生就盼终身监禁, 你想想看, 它的情绪怎么会好? 它的心情一定不好。 它的心情不好, 那个肉里头就有毒, 这个注意。 有道理。 应光大师在, 文超, 李特别教戒, 妇女, 大陆上很多妇女不懂这个道理, 用自己人奶喂小孩的时候, 一发脾气, 脾气发完之后, 马上喂小孩, 小孩几天就死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死了, 发脾气那个奶就有毒。 所以, 应祖讲发完脾气之后, 至少要两个小时以后, 心情平静下来之后, 才可以喂奶, 你就晓得脾气发的时候, 身上全是毒素。 现在养的这些动物, 一天到晚关在笼子里, 终身囚禁到最后杀它, 它那个脾气多大。 愤怒。 所以一生都是病菌, 你吃了怎能不生病? 现在肉食不能吃。 在台湾我晓得, 我不知道外国情形, 台湾养猪六个月就杀了, 打针, 打荷尔蒙, 让它长得快, 关在笼子养六个月就杀了, 它就肥肥胖胖的, 就杀了。 鸡是六个星旗, 也是小鸡伸出来之后就打针, 打三针, 它长得是又快又肥, 都关在笼子里, 根本就没有见过太阳, 这怎么能吃? 所以, 现在的肉食不可以吃, 吃了会得病的, 奇奇怪怪的病都从这儿来的。 素食里面, 你要说素食没有营养, 你看我们出家人很多大法师, 一个个都肥肥胖胖的, 怎么会没有营养? 身体都很健康, 这你们都看过的。 前几天到这儿来打水路的, 你看看真蝉老法师, 真蝉法师大概有八十岁了。 上一次我到这儿来, 你们大家看到明山老法师, 明山法师八十一岁, 这都是一生吃肠素的。 如果说素食没有营养, 那是大错特错, 是你观念错误。 所以, 素食运动时实在在是好, 与一切众生不结冤仇, 身心清静, 培养自己的慈悲心。 所以要说一番道理出来。 我学佛是六个月我就吃素, 我也不是别人劝我的, 我是明白其中的道理, 晓得素食才是最健康的饮食。 世间人懂得卫生, 卫生是保卫生理, 生理健康, 重视卫生, 吃东西要干净, 要新鲜。 可是诸位要晓得, 现在的肉不干净, 不新鲜, 你用显微镜一看就晓得, 很可怕。 伊斯兰教比我们一般人高明, 他的饮食懂得卫性, 我们一般人忽略了, 我们只晓得卫生, 他懂得卫性, 性情, 他知道饮食对于生理起作用。 所以, 他的饮食有选择, 凡是性情不好的, 他统统不吃, 他晓得保护自己好的性情。 我在没学佛之前, 在学校念书, 跟伊斯兰教大概有一年多的关系, 我读他们的书籍, 参加他们的教会活动, 我也参加过基督教, 我觉得伊斯兰教比基督教还要好, 我很欣赏, 他们的, 武功, 很有伦理的味道。 以后学了佛, 才知道佛法里面生活比伊斯兰又要提升一级, 佛法不但卫生, 卫性, 他懂得保护慈悲心, 不食众生肉事培养慈悲心, 这个饮食材是健全的, 卫生, 卫性, 卫心。 我明白这个道理, 我就发心素食了。 佛法里面不吃五荤, 五星叫五荤, 你看那个荤是草字头, 它不是肉食, 就是葱, 大蒜, 韭菜, 小蒜, 洋葱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为什么不吃? 是卫性, 保护好的性情。 冷言经, 上佛讲得很清楚, 这五样东西, 生吃容易冻肝火, 容易发脾气, 发脾气就不是好事情, 不能吃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熟吃, 这些东西能产生大量的荷尔蒙, 会引起性冲动, 都不好, 所以佛才把它禁止, 有禁止的道理在。 你们在家人, 蔬菜里面用一点葱, 蒜条味道, 这个不碍事, 量很少, 不起作用。 就像酒一样, 酒做料酒, 放在菜里不会喝醉的。 佛每制定一条戒律, 要问他为什么要制定。 我们应该怎样来受持? 所以条条戒都有开圆的, 开遮食饭, 他不是死的, 条条戒都是活的, 佛弟子的生活, 活活泼泼, 这些都必须要知道, 这是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善的标准一定要清楚, 人天之善。 我们在家庭里面做一个好的佛弟子, 就是家庭当中一个模范, 一个好样子, 一家人对你都欢喜, 一家人对你都赞叹, 你才是佛弟子。 佛脸上才有光彩。 你学了佛, 人家看到你就讨厌, 佛多难为情, 你这丢佛的人。 你错了。 你, 不能说别人错, 自己错了。 所以处处我们要为佛争光, 要给佛有面子, 这个才行。 这一定要懂的。 第二善就是小臣, 这提升了, 身文, 原诀, 三福第二条, 受持三规, 具足重戒, 不犯威仪, 要做到这三条。 大臣菩萨善, 我们这里是大臣经, 所以辞得的善男子, 善女人, 是大臣菩萨善, 那还要加四句, 三福第三条, 发菩提心, 身性因果, 读诵大臣, 劝进行者, 劝进行者就是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榜样。 换句话说, 大臣经上所讲的善男子, 善女人的标准, 就要把这三条十一句统统做到, 这才是大臣经世尊所教导的对象。 这三条末后, 佛告诉我们, 佛说这三种敬业, 是, 三世诸佛敬业正因, 这一句话非常重要。 三世诸过去, 现在, 未来。 诸佛要以, 金刚经, 来讲, 从原教出驻菩萨一直到如来果的, 四十二个阶级都叫诸佛。 一切诸佛修行正果, 法门不一样。 譬如我们现前所看到的, 我们这个地方用念佛的方法, 有不少人生禅, 用参禅的方法, 也有不少人学秘, 用持咒的方法, 这就说明成佛的方法很多, 真的是法门无量, 无量的方法, 无量的门禁, 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基础没有两个, 是同样的, 就是, 观经, 上讲的三符, 所以三符非常的重要。 我们不能够提倡, 不能够认真学习, 我们在大乘佛法里面, 就好像盖房子一样, 没有打地基, 怎么能成就。 所以, 学佛要晓得从哪里学起, 从孝亲, 尊师学起, 从培养自己的慈悲心, 修食善业到学起, 非常非常重要。 有这个基础, 才能受持三规一, 才能受戒, 所以, 这是首先要把善自认识清楚。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这是我们平常讲的发菩提心。 菩提示范语, 这一句都是范语, 音译的。 其实可以把它翻成中国意思, 古得不翻, 在翻经体力里面所谓是尊重不翻。 对于这个名词术语, 我们尊重它, 读它的原因, 然后再加以解释, 这是属于尊重。 学佛我们为的是什么, 我们求的是什么, 就是这一句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 这一句就是成佛之法, 你如果得到, 你就成佛了, 成佛就是成就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我们今天发心要做佛, 发心要正的佛果, 佛果就是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 阿翻做无, 诺多罗翻做上, 三翻做正, 秒是等, 三又是正, 菩提示觉, 无上正等正觉。 如果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 这一句话的意思, 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是魔所不知, 魔所不能的智慧。 世间一些宗教, 赞美上帝全知全能, 这一句话也就是全知全能的意思。 上帝未必真的是全知全能, 佛是真的, 真正的全知全能。 全知全能是什么? 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如自信。 所以佛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因为你自信里头本来就具足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无上正等正觉不是从外面学来的, 不是修的的, 是你自己本性里头本来有的。 本来有的现在没有了, 是因为有障碍把它障住, 它不能现前。 修行没有别的, 就是把障碍去掉, 去掉障碍, 我们自信里面圆满的智慧得能又现前了, 就这么回事情。 一, 大论云, 从因至果, 有五种菩提。 发心菩提实性。 福心菩提实注, 实行, 实回向。 明心菩提初的至七的, 初到菩提八的至十的。 无上菩提如来果位。 正等正觉数因, 无上数果。 这是, 大制度论, 上讲的, 如果要是发心红法力生, 大制度论, 是很重要的一部书, 整个佛法这些名词术语, 大制度论, 里面都解释得很详细, 很清楚, 可以把它当作佛学常识来读。 从因, 因是初发心, 果是成佛。 从因至果有五种菩提, 菩提是觉, 觉悟。 觉悟有五种, 五种就是浅身层次不一样。 第一, 发心菩提, 这是最浅的, 发心了, 发心觉悟了, 十性位。 此的全是讲原教, 原教初性位, 非常难得了。 从断烦恼这一方面来看, 等于小陈出果, 他有能力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或, 这是初性位的菩萨。 原教初性位菩萨, 若论智慧, 小陈虚陀还望尘莫及。 智慧很高, 断正等于小陈的虚陀还。 七性位的菩萨断烦恼的品位, 就等于小陈阿罗汉, 可是七性菩萨的智慧, 高过阿罗汉太多了, 正是所谓, 原人说法, 无法不原。 即使是初性位的菩萨, 他都是原知原见, 知见都是原容的。 第二, 福星菩提, 金刚经, 上所说的, 云和降伏其心, 那个心真的降伏了。 由此可知, 发心菩提妄念还没伏得住, 有时候妄念还会起现行, 虽然伏不住, 诸位要晓得, 我们没有办法跟它比。 我们举个最浅显的例子念佛。 念一支香, 通常念佛堂是以长香作为时间的单位, 一支长香大概是现在的一个半小时。 你在一个半小时念佛当中, 会打几个妄想。 出入念佛堂的人恐怕那个妄想数不清, 但是念佛有功夫的人, 一支香当中有三、 五个妄想, 清清楚楚的, 那就不一样。 这种情形, 是发心菩提, 没有辅助。 福星, 一个妄想都没有了。 但是她的烦恼妄念并没有断, 只是她有定功把她扶住, 她不起作用, 这叫福星。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这三十个位次都叫福星菩提, 都是降伏其心, 也就是降伏的程度不相同。 有人浮得很深, 有人浮得比较浅, 降伏有浅深不相同, 把它分成三十个阶级。 这三十级统统是福星, 福烦恼, 没断。 我们凭良心讲, 烦恼是断不了的, 烦恼哪能断? 为什么? 烦恼也是信德启用, 烦恼断了, 那自信不就断了。 哪有这个道理? 所以, 讲断烦恼是一个比喻的话, 烦恼确实没有了, 它变了。 佛家讲转烦恼, 把它转变了, 转变之后, 它就不是烦恼了, 烦恼没有了, 烦恼就断了, 其实它转变了, 变成菩提。 所以, 你现在的烦恼多, 不怕。 烦恼越多, 将来一转变的时候, 你菩提多, 怕什么? 不怕。 我举个比喻给你说, 譬如做小偷, 做贼的, 他手段很高明, 偷窃的手法他懂得很多, 造一身的罪业。 假如他觉悟, 回过头来了, 知道我从前造一身罪业不好, 做的都是损害别人的事情, 现在一回头, 他当警察, 专门抓小偷, 他的本事高明得很, 小偷那一套他都知道, 那他就不是小偷, 他变成警察, 保护老百姓, 转烦恼成菩提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他一转过来的时候, 有无量功德, 真是自度度他, 他是转而不是短。 第三, 明星菩提, 这就赚了, 明星就赚了, 所谓是明星见性, 见性成佛。 初的至七的, 明星了。 第四, 初到菩提, 初世超出, 到世到达, 到达佛的地步, 这是, 八的至十的, 八地, 九地, 十的叫初到菩提。 第五, 无上菩提, 到了顶端, 上面再没有了, 这叫无上菩提, 是, 如来果位。 正等正觉属因, 也就是从发心菩提至初到菩提都是因地, 都是在修因。 无上属果, 到无上菩提是真正究竟圆满的果报。 这是, 班若经, 上常讲的, 大制度论, 里面为我们解释的, 这也是属于佛学常识, 我们明了就好。 偶艺大师在, 弥陀经要解, 里面, 跟我们说得非常之好, 他那个说法是发古人之所谓发, 古人从来没有讲过的, 他跟我们讲清楚了。 实在对我们是很深的一个疑问, 他老人家替我们解答了。 这个很深的疑问就是, 菩提心, 我们到底要怎么发法? 大臣起信论, 上, 马明菩萨说, 执心, 身心, 大悲心。 世尊在, 观无量寿佛经, 上讲菩提心, 他讲, 至诚心, 身心, 发愿回向心。 实在说, 这些名词都不好懂, 古人的解释我们看了, 越看越迷惑, 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但是大臣法如果不发菩提心, 怎能成就? 我们念佛, 静宗是大臣, 不发菩提心怎么能往生? 可是我们又有一个疑惑, 有许多老阿公, 老阿婆, 字也不认识, 经也没听过, 他就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往生的时候站着往生, 坐着往生, 他没有发菩提心, 怎么会往生? 这是我们很深的疑惑。 读了偶艺大师的, 要解, 恍然大悟。 他老人家告诉我们, 以一个真诚的心, 你发真诚的心求愿往生, 那个心就叫无上菩提心, 这我们就明白了。 老太婆虽然是不认识字, 没有听过经, 他念阿弥陀佛, 他真心想生净土, 真心想见阿弥陀佛, 那个心就是偶艺大师讲的无上菩提心, 那往生他是应该的, 他一样也不缺。 大臣三福他样样具足, 一点没错。 偶艺大师把这个问题跟我们解答了, 解答得非常之好, 非常圆满, 我们仔细想, 越想越有道理, 他的话简单明了。 二,问意有三, 一,凡未菩萨, 虚发, 菩提心, 故先问。 二,出发心, 不能如佛之随缘安住, 故次问, 主。 三,又以忘心竖起, 不能似佛之自然降伏, 故再问, 降伏。 这个地方, 尊者发问, 问意有三, 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 因为底下的经文都是世尊答复的。 一, 凡未菩萨, 须发菩提心, 故先问, 发菩提心才是菩萨, 不发菩提心不叫菩萨。 所以先问, 问发心。 二, 出发心, 不能如佛之随缘安住, 故次问住, 佛的确在生活上所示现的, 无住而住, 住而无住, 这是佛在生活上显示给我们看的, 凡夫没有这个能力。 凡夫一定是起心动念, 分别, 执着, 这个心要安住在哪里。 这是个大问题, 我们的心要安住在哪里。 三, 又已忘心竖起, 忘念太多太多了, 不能似佛之自然降福, 佛是自自然然的, 根本就没有一个忘念, 故再问降福。 这一句话里, 问了三桩事情, 世尊底下这个经文就答复这三桩事情。 这是在班若会上, 要大家彻底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事实真相。 所以不厌其烦地, 详详细细地解说。 三, 得人身闻佛法, 必要发大心, 方能修大行而得大果。 人身难得, 佛法难闻, 机会一定要珍惜, 不要以为这个道场永远存在, 奖金不会中断, 你要是这样想法, 你就错了, 一定要记住佛警惕我们的话, 国土为粹, 人命无常。 今天报纸上你看到的库叶岛的大地震, 听说死伤一千多人, 几秒钟的时间。 世尊当年说法的道场, 现在都成了废墟, 你们到印度灵旧山, 只述给孤独猿去看过, 废墟, 说明国土为粹, 人命无常。 所以, 大家一定要掌握今天的姻缘, 那你是个聪明人, 你是真正觉悟的人。 一生当中, 我们如果是圆很殊胜, 的三宝加持, 这一不经能够在这个道场讲圆满, 不可思议。 真的像前面讲的稀有的因缘, 我们的心才会在道上, 你要是想来日方长, 那就错了, 你的心不在道上, 你的警觉心一点都没有了。 所以, 时时刻刻提高警觉心, 我们心里头真正有佛。 所以闻佛法一定要发大心, 什么是大心? 成佛的心是大心。 我要跟佛一样, 我们学佛就是要学做佛。 佛在此的所表演的, 处处, 点点滴滴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学处, 我要学习。 这一部, 《金刚经》, 说些什么? 实在讲, 就是讲世加穆尼佛日常生活, 每天入舍位大臣去起时, 回来吃完饭, 洗洗脚, 敷作打作, 这部, 《金刚经》, 就说明他生活里面所含的意思。 我们明了之后, 就在我们自己本分的这种生活方式, 我们的生活方式跟佛不一样, 但是原理, 原则是相同的, 只是在形式不一样。 真正的意思是在一切生活当中不着香, 学佛的清净心, 不起妄念, 那就成功了, 那就是佛, 就是菩萨, 学这个。 所以, 经理要跟我们说, 你为什么会有妄念? 佛为什么没有妄念? 你为什么会这香? 佛为什么不着香? 讨论这些问题, 真的样样都搞清楚, 样样都明白了, 你这才会死心塌地, 甘心情愿地要向佛学习, 学不着香, 学不动心, 也成就像佛那样就尽圆满的智慧, 像佛那样自在幸福。 所以, 一定要发大心。 假如这个大心还是发不出来, 这个情形很多。 念, 金刚经, 的人多得很, 几个发了大心, 实在发不出来。 发一个念佛求生净土的心也行, 那就是大心, 非常殊胜, 绝不亚于菩萨们所发的菩提心, 你所修的行就叫做大行, 你的的果就是大果, 深到西方极乐世界, 即使下下品往生, 都是大果。 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 果报书甚不可思议, 这是诸未读, 无量寿经, 读四十八愿都清楚, 都明白。 四, 善才美欲善有皆云, 我已先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而未知云和学菩萨行, 修菩萨道。 是知发大心者, 必修大行。 助, 将, 正修行之切时下首处也。 这是引用, 华严经, 上的一段经文, 这一段经文, 我们很熟悉, 为什么? 善才童子五十三参就讲了五十三遍, 这一不经读下来, 读一遍别的句子记不得, 这一句会记得, 重负了五十三遍, 当然你就会记得很清楚。 换句话说, 重负这么多遍, 一定是最重要的句子, 要不是最重要的, 何必重负这么多遍数? 就是给你加深印象, 让你有深刻的印象, 不会忘记。 这是修学大臣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条件。 善才是世尊在, 华严经, 上假设一个代表修学大臣的人物, 不是指定的一个人。 所以, 诸位要听到, 看到善才这个名字, 就想到观音菩萨旁边那个小孩, 你就想错了, 你完全折了香, 你起了分别执着, 你就错了。 善才是代表什么? 善是善根, 才是福德, 一个有善根, 有福德的人, 就叫善才。 弥陀经, 上说的,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因缘的申彼国。 由此可知, 这一发心决定要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这个人就是善才。 童子是说他身心洁净, 就是我们讲一心专注, 无有杂念, 取这个意思。 所以, 善才里面就包括男女老少, 统统都叫善才, 是这么个意思, 不要把这个名字错毁了意思。 我们今天发心, 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善才, 经上讲善才, 那就是讲我们自己本人, 这个要知道。 他是表法的, 代表一个修学大臣的人。 每遇善有, 善有是善知识, 老师。 向人请教一定先说, 我已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这一句话就是把他自己修学的目标先说出来, 我希望得到无上正等正觉, 现在向你请教, 我要怎样修学才能得到, 人家才好教你。 如果你自己没有方向, 没有目标, 你去问人家路, 你到外面迷了路, 你去请人家指你一条路, 人家问你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叫人家指路, 人家怎么指给你? 你一定要说出我到哪里去, 有一个目标, 人家才能指路给你。 所以, 善才先把他的目标说出来, 我很希望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向你请教, 我怎么样学法, 怎样才能得到? 而未知云和学菩萨行, 行是什么? 生活。 释迦牟尼佛天天表演的, 那是生活, 那就是菩萨行。 修菩萨道, 道是存心, 道是心。 也就是前面这两个问题, 云和降伏其心, 应云和柱, 柱跟降伏其心都是属于道。 行是讲生活, 怎样在日常生活当中, 处事待人皆物, 包括我们自己一切的工作, 我要怎样做? 提出这个问题来。 五, 然词二问, 实在相姿。 以决心住, 则望心不降而降。 望心降, 则决心不住而住也。 然词二问, 实在相姿, 姿就是彼此互相有密切的关系, 住就是降, 降就是住。 两个问题合起来是一桩事情。 以决心住, 则望心不降而降。 望心降, 则决心不住而住。 可见得问两桩事情, 实在讲是一回事, 两个问题是一桩事情。 佛教给我们, 没有别的, 教我们觉悟。 禅宗着重在开悟, 大彻大悟。 教下不例外, 也是着重在开悟。 教下的名词叫大开元解, 大开元解跟宗门的大彻大悟没有两样, 一个境界。 在念佛法门里面叫做李易心不乱, 李易心就是明心见性, 名词不一样, 境界完全相同, 统统是属于一桩事情。 这个问题是在班若会上提出来的, 假如在弥陀会上提出来, 答复就很简单, 不用这么麻烦。 应云和住。 难无阿弥陀佛。 心住在阿弥陀佛上就行了。 云和降伏其心。 难无阿弥陀佛。 都解决了。 答复得干干净净, 圆圆满满, 这个很重要。 在班若会上, 怎么住, 怎么降伏, 我们真的搞不通。 金刚经, 纵然详细给你讲完, 你依旧不晓得怎么住, 怎么降伏, 这是实实在在的话。 但是我传给你这个法门, 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一点都不错。 心住在哪里? 住在阿弥陀佛上。 怎么样降伏妄想? 就用阿弥陀佛降伏妄想, 念头一起来, 难无阿弥陀佛, 把妄念扶住, 就降伏住了。 心里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你这个心就真的安住在净土当中, 你能这样修学, 没有不往生的, 往生决定是品位高高, 所以我们要会。 六, 如来赞许赞应。 佛言, 善哉善哉。 须菩提, 如辱所说, 如来善互念诸菩萨, 善父主诸菩萨。 这是佛给他印证, 须菩提你所看的, 你所讲的, 完全正确, 一点也不错。 释迦牟尼佛在生活当中, 确确实实就是善互念, 善父主, 一点都不错。 一, 二, 善哉, 一赞他大智能见, 二赞他大慈带问。 二, 善哉, 善哉说了两个。 善哉, 用现在话就是, 好极了。 说了两句, 两句就表二个意思。 一赞他大智能见, 你能看出人家生活行为里面, 表涵着有无量的深意在当中, 这是要智慧, 没有智慧看不出来的。 二赞他大慈带问, 第二个赞叹他大慈大悲, 能带一切众生发问。 一切众生当中很多没有看出来, 虽然没有看出来, 也有利益, 为什么? 潜移默化, 天天跟着佛, 天天看着佛, 潜移默化之功, 不知不觉受佛的感化, 这一说明就更明显, 那个力量就更显著, 力量就更大了。 二, 善现所见, 是尊欲令众生于其者依持波, 去来动静, 日用平常生活中, 领取护念父主之意。 善现所见, 善现是须菩提尊者, 是尊欲令众生于其者依持波, 去来动静, 日用平常生活中, 领取护念父主之意, 这世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把须菩提的见地说出来了, 也把世尊硬化身在这个世间作用说出来了。 我们的身体在这个世间是夜暴身, 现这个身在世间做什么用的? 我们不知道, 佛清清楚楚, 大小陈经理都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身是来长夜的, 愁长夜报。 前世做了善因, 你这一世就来享福德, 前世造恶因, 你这一世这个身是要来受罪的。 佛现这个身是干什么? 是来度化众生的。 佛的生活起居, 衣食住行, 没有一样不是教化众生的, 不仅是言语讲经说法, 点点滴滴全都是。 所以说三页教化, 深页, 语页, 异页, 统统是教化众生, 而我们言福提众生而跟罪利, 只晓得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 释迦牟尼佛生活所为就不知道了, 就看不出来了, 这是眼根不如耳根, 眼不明, 看不出佛所显示的甚深的道理。 七, 许说总是借听飙宗。 辱经地听, 当为辱说, 善男子, 善女人,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应如是助, 如是降伏其心。 这种答复, 如果我们要不看古人的注解, 这答复你们不满意, 你懂不懂? 尊者问, 应云何助? 佛答复, 应如是助。 他问, 云何降伏其心? 答, 如是降伏其心? 我们听了会懂吗? 这是禅宗的疾风。 所以从五祖, 六祖以后, 禅宗就用, 金刚经, 应心, 很有道理, 这个问答就是禅门的疾风话。 别人不懂, 虚菩提懂, 因为虚菩提看出来了。 应云何助? 佛的意思, 就像我这样住。 云何降伏其心? 就像我这样降伏其心, 就这个意思。 虚菩提当然懂的, 可是别人不懂。 不但当时遇会的人有不少人不懂, 当然也有很多智慧很高的, 听到佛这么一说, 都完全明白了, 可是程度低的, 就听不懂了。 我们当然是更听不懂, 不晓得他们在说些什么。 我们现在还来解释经文, 一句一句的来讲。 乳经地听, 首先要教他, 你要仔细地听, 要认真的听。 凡是弟子向佛请法的时候, 佛在说法之前, 一定会嘱咐, 你要地听, 为什么? 如果不能够地听, 佛所讲的, 你没听懂, 那就白讲了, 这个法会就毫无意义。 所以, 你一定要地听。 一, 地, 真实正确。 不供高, 不卑下, 虚心领受。 这是地的意思。 这个地, 我们通常讲地时, 就是老老实实。 这个地方解释, 把它的心态完全都显示出来了, 最要紧的, 要虚心, 这才能够领悟。 二, 看经文法, 必须抛开一切之鉴。 以一心对境, 方能契入。 这一段也是解释地听的样子, 什么样子才是地听? 佛在的时候, 讲经我们要会听, 会听的人开悟了。 不会听的人, 不觉悟。 佛不在世, 留下来许许多多的经典, 会看的人, 领悟了, 会开悟, 不会看的人, 念一辈子也不会开悟。 关键在哪里? 就在这个, 地, 字。 所以, 前面这一句我们不能体会, 不懂它的意思, 这一句讲得清楚, 讲得明白, 可以能够明了了。 要, 抛开一切之鉴, 也就是平常我们讲的, 放下万元, 你认真的一心听。 其实就是马明菩萨在, 大臣其信论, 里面, 告诉我们听经文法的态度, 他说了三句, 这三句也就是地听的真实意。 第一, 离言说香, 不要执着言说, 言语。 看经是文字, 文字是言语的符号, 看经不要执着文字香, 跟听经不执着言说像是一个语, 的意思。 第二, 离名字香, 名字香是名词术语。 譬如此的讲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这是名字, 这是佛教的术语, 不能执着, 体会它的意思, 不着它的像。 第三, 离心原香, 心原香就是此的讲的, 抛开一切之鉴, 就是用清静心来听, 来读, 不能有知鉴, 知鉴是成鉴, 那就错了。 你能够离言说, 离名字, 离心原香, 你想想你用的是什么心? 真心。 佛说一切经, 是从真心本性里面流露出来, 你能够用真心去接受, 那还有什么话说, 那怎么不开悟? 我们今天听经, 读经不开悟, 我们是用妄心, 用妄心对佛的真心, 把佛所有这些话全变成妄想, 那怎么能开得了悟? 道理在此地, 所以地听就是要用真心去听, 你才会的受用。 所以听经的时候, 决定不能打妄想, 决定不可以有意见, 一直听下去, 这样听经, 给诸位说, 就是戒定会三学一次完成。 如果你要会的话, 这两个小时, 你在此地修什么? 修戒定会。 什么世界? 你坐在那里, 规规矩矩, 你到佛堂来, 衣服穿得整整齐齐, 这衣持波, 持戒, 规规矩矩的这是持戒。 你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抛开一切之鉴, 一个妄念都没有, 这是定。 你在这里听讲经, 两个小时讲眼, 字字分明, 句句听得清清楚楚, 这是会。 所以这两个小时, 你在此地世界定会三学一次都圆满了, 圆成了。 那怎么不得受用? 真的会开悟。 方能契入, 契入就是开悟, 九世正德。 三、二、如是, 克指上闻善护念, 善父主二句。 有限前指点, 当下即是之矣。 二如是, 应如是住, 如是降伏其心, 佛说了两个如是, 这是答复的话。 克指上闻善护念, 善父主, 指这个意思。 有限前指点, 当下即是之意, 本经当机是须菩提尊者, 实际上, 须菩提尊者是代表我们大众, 问题是我们肯不肯发大心。 肯发大心, 就应当直下承担, 我明白了, 我懂得了, 我从今天起, 我就这样做。 怎样做? 前面跟诸位说过两次, 要发大心。 什么大心? 我要做尽虚空, 便法界一切众生的好样子, 这叫大心。 就像佛, 佛给一切菩萨做样子, 那个一切菩萨是尽虚空, 便法界一切菩萨, 不是释迦牟尼佛会里头那几位菩萨, 也不是我们娑婆是界这些菩萨, 是尽虚空, 便法界所有一切的菩萨, 做样子给他们看的。 我们今天发了一个心, 给尽虚空, 便法界所有一切众生做个好样子, 跟佛发的心一样, 这叫发大心。 那么你在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都是大心, 都是震大果。 大果在哪里震? 当下即是。 不是在将来, 不是在明天, 当下就是。 所以这个法, 真的是现前指点, 一点都不错。 指点虚菩提的, 就是指点我们的。 所以, 我们如果用清净心来面对着这个经文, 确确实实能契入, 方能契入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 不是假的, 是事实。 一定要用真诚的心, 要用清净心, 用恭敬心, 大慈悲心, 金刚智慧是可以的得到的。 四, 佛之视线, 是无我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看破, 放下, 自在, 随缘, 都在穿衣吃饭上显示无疑。 与此体会的, 念佛必定见佛。 佛之视线, 这是我们从总纲领上说, 这个视线就是他的日常生活行为。 是无我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这是, 金刚经, 上特别强调的, 无我相, 佛正的佛果, 不住佛相, 是同凡夫。 佛的福报不可思议, 诸未读, 华严经, 无量寿经, 弥陀经, 里面所说的, 那是佛的果报, 佛不住, 佛不住极乐世界, 佛不住七宝那种享受, 他不住, 他是现人, 跟人一样。 不住, 这是视线无我相。 每天生活, 循规蹈矩, 一句话不说, 无法相。 虽一句话没说, 他统统做出来了, 会的人在他一举一动当中, 那他就是说法, 都表现出来了, 这是一无非法相, 非法相就是这空, 他也不着空。 空有两边都不着, 你看妙不妙。 如果你学会这个本事,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管你从事哪一个行业, 不管你是什么生活方式, 你能够学会了, 学的什么。 无我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那你就是金刚班若会上的当机者, 不是虚菩提一样, 也是虚菩提第二, 真得大受用。 你才晓得真自在, 真清静, 而且当下就得到。 我们无量解以来, 生死烦恼种种问题解决不了, 这一下就解决了, 班若真是金刚会见, 快刀斩乱麻, 立刻就见笑。 底下这十句, 是我常常勉励尽踪的同学, 要知道我们修的是什么, 就像善才童子讲的, 菩萨道跟菩萨行, 我们存什么心。 真诚, 在日常生活当中, 处事, 待人, 接物, 我们学这个, 我们用真诚的心, 一丝毫的虚伪都没有, 一片赤诚。 不要怕人骗我, 不要怕人欺负我, 没有那回事情, 我用真诚心对人, 人家用虚妄心对我, 没有关系, 我们要成佛, 他要当凡夫, 不一样。 我们的目标方向不相同。 清静心, 像六祖所说的, 本来无一物, 心里面保持清静, 一尘不染, 心要空, 心要静, 常常保持空, 保持静。 平等, 离开一切分别就平等了。 正觉, 觉而不靡。 慈悲, 无条件地帮助一切众生, 帮助他破迷开悟, 破迷开悟的果报就是离苦得乐, 我们只帮助他破迷开悟就行了, 离苦得乐他自然得到。 这是五条存心。 生活, 处事, 态度, 说的底下五条。 看破, 金刚经, 上教我们,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有未法, 如梦幻泡影。 常常想着, 世间如梦, 这是看破。 看破之后, 当然一切不会放在心上, 也不会去计较, 自自然然你就能, 放下。 生活就可以像世尊一样, 那么样的, 自在, 那么样的, 随缘。 自在随缘里面不起心, 不动念, 我们学这个。 都在穿衣吃饭上显示无疑, 从早晨起来到晚上睡觉, 每天固定的工作也好, 不固定的工作也好, 都守住这个原则, 这叫真修, 真干。 与此体会的, 念佛, 必定见佛。 能存这个心, 这种生活态度, 在老实念佛, 哪有不见佛的道理? 必定见佛。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八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9年2月3-008。 请看, 金刚经讲一节要, 卷二, 经本第十九页。 八, 气质请详。 为然, 世尊, 愿乐欲闻。 实际上, 须菩提尊者所提的三个问题, 世尊在前面都已经答复尽了, 也就是说, 金刚班若波罗蜜多, 已经讲圆满了。 后面, 若不是尊者在此地为我们大家向佛提出请教的话, 这个经就没有了。 所以, 他这一句含义就很深了。 为然, 世尊, 愿乐欲闻, 这四个字是带我们起请。 一, 为, 是助降之礼, 彻底明了。 然如来互念父主, 他尚未见, 故带为起请。 为, 是很恭敬的答应, 是助降之礼, 彻底明了。 这是前面曾经说过, 尊者有高度的智慧, 能够看出来, 是尊所正的的无上菩提, 究竟圆满的大法, 都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 换句话说, 日常生活点点滴滴都视线了, 不是部分的视线, 而是圆满的视线, 这就太难了。 你要问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的道理, 一切修行的方法, 佛穿衣全部在里面, 吃饭也全部在里面, 走路也全部在里面, 正是, 华言经, 上所说, 一集是多, 多集是一, 无量法门就是一个法门, 一个法门展开就是无量法门, 所以生活之中点点滴滴无意不适, 这才妙。 所以, 尊者才赞叹稀有。 我们要从这些地方体会, 要从这些地方去学习, 这才叫真正的学佛。 拿经典去研究, 跟自己的行持毫不相关, 那就叫佛学, 不是学佛了, 同样是两个字, 颠倒一下, 意思都不一样。 一个是把佛教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研究, 一个是认真向释迦牟尼佛学习, 向诸佛如来学习, 这才得真正的受用。 唯, 是完全了解, 佛在前面这一开示, 他都懂, 彻底明了。 然如来互念父主, 他尚未见, 故带未起请, 尊者说, 我明白了, 可是还有许许多多在做听的人, 他们还没明白, 我们不能不理会这些人, 否则就没有慈悲心, 所以, 带大家起请。 起请的话四个字, 愿乐欲文。 二, 愿, 乐, 欲, 文, 四字, 厚厚身于浅浅, 一声声广, 应知。 愿, 乐, 欲, 文, 这四个字是代表当年在法会当中, 全体大众的程度有浅深不相同, 这四个字就是说明听众程度不齐, 厚厚身于浅浅, 一声声广, 愿乐欲文这四个字, 每一个字意思都很深, 很广, 这是我们要晓得的。 愿, 是愿意听听, 这是程度浅的, 班若法门很难听到, 有人愿意听一听。 有一些程度比较深一点, 乐, 非常喜欢听, 那倒不是随便听听, 很欢喜听, 这个乐是爱好。 程度更深一点, 愿, 愿就是我非听不可, 把这个当作欲望, 很想得到, 不得到不甘心, 他有这个味道在里面。 他晓得班若法门对他很重要, 他非听不可, 非学不可。 文, 是最高级的, 文道开悟了。 反文文字信, 信尘无上道, 是尊详细一讲, 他就开悟, 他就正果, 这是听众里面程度最高的。 这四个字, 是一切大众当中程度不齐, 虽然程度不齐, 个个人都得利益, 程度浅的的浅的利益, 程度深得的深得利益, 没有不得利益的。 金刚经, 上, 字字句句的确都很有味道, 意义都无量的声广, 如果含糊笼统念过去, 当然就没有味道了。 你要是明了, 读起来真是有味。 尊者代我们请法, 意思我们明白了。 三, 人人本具如如不动之自信, 无名为账, 志望心生灭不停, 故学者印在文字上用功, 反文文字信, 实时照, 实时文, 则见诸法实相。 人人本具如如不动之自信, 这是讲真如本性, 一切众生本来都有的, 不要从外面学习的。 无名为账, 我们凡夫的麻烦, 不但是凡夫, 九法界众生, 九法界里有菩萨, 菩萨也有账, 那个账比我们轻。 我们有三种账, 而且都非常严重, 有无名, 沉沙, 烦恼这三种账。 到菩萨, 烦恼账没有了, 沉沙也没有了, 只剩下无名, 无名对他还是障碍, 所以菩萨有无名账。 即使到等觉菩萨, 距离成佛差一点点, 为什么成不了? 他还有账, 最后那一品无名,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无名有四十一品, 四十一品无名他已经断了四十品, 还有一品没破, 这是等觉菩萨, 那一品还是他的障碍, 必须这一品无名破镜, 他就圆满成佛, 自信圆满的现前了。 因为有账, 志望心生灭不停。 我们现在这个念头生灭真的是无量无边, 无法控制, 妄念无量无边, 而我们能发现的, 给诸位说, 是粗念, 我们的心很乱, 念头很多, 粗念。 维系的念头, 我们还没有觉察得到, 即使有相当的定功, 也觉察不到, 阿罗汉正道九次地定, 菩萨的定功比阿罗汉高得太多太多, 佛在经上说, 大成员教八的菩萨, 才看到维系的念头。 假如这些念头, 念头就是生灭心, 你根本就没有发现, 你怎么能断它? 一定是先发现它, 发现叫觉悟, 把它断掉那叫功夫, 你的心要觉悟。 八的菩萨, 才能看到维系的生灭念头。 所以念头的生灭当然有, 也不必害怕, 不必恐惧, 为什么? 一切众生都是一样的, 没有例外的, 如果对于佛的教会, 我们能够信得过, 能够理解, 依照佛教给我们的方法来修行, 却确实实是有方法解决这问题的, 不是没有方法, 方法也有很多, 我们自己可以选择。 顾学者印在文字上用功, 前面讲的愿、乐、欲、文, 当然在这上面, 那是做真功夫。 《冷言经》, 第六卷, 观世音菩萨为大家报告他所修行的理论与方法。 如果《冷言经》读了之后, 还看不懂, 那你回过头来, 再去读《金刚经》, 观世音菩萨用的理论跟方法, 与《金刚经》所说的, 无耳无别。 说的话可能不一样, 里面的内容完全相同, 所以要紧在这里。 反文文字性, 时时照, 时时文, 则见诸法时相, 诸法时相就是心性, 见诸法时相就是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是一个意思。 尊者带我们起请, 世尊的确大慈大悲, 就为我们详谈《金刚般若》。 九, 详谈约静明无助以张般若正治的 是无助以身性标示。 约静明无助以张般若正治。 本经分位上下两部分, 上半部跟下半部。 为什么要这样分? 因为上半部, 佛已经把意思说尽, 理论跟方法都说出来了, 那就不必再说了。 须菩提尊者接着在起请, 为什么在起请? 尊者很慈悲, 有大智慧, 观察大众, 明白的固然不少, 还有一些有疑惑的, 于是在起请, 这个道后面经文, 我们再详细跟诸位报告。 要把所有的疑惑断得干干净净, 在菩萨修行的菩提道中, 才能够一凡丰顺而没有阻碍。 前半部的经文, 有生有浅, 后半部是为生无浅, 后半部是约心, 来说的, 前半部是约静, 来说的。 静视境界, 也就是我们生活环境, 从生活环境当中来说明无助, 总而言之一句话, 班若的宗旨就是, 无助, 两个字, 张, 是显示, 完全表现出来班若的智慧。 底下又分二段, 第一段是, 得是无助以生性, 只是我们无助, 从这个地方让我们建立信心。 底下小科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只着重大科。 前半部性, 解, 后半部行, 正, 正中分前后两部合起来是性解行正四分, 这个架始根, 大放广佛华言经, 无耳无别。 佛告须菩提, 诸菩萨摩赫萨, 应如是降伏其心。 一, 佛告句, 甚为紧要, 不可忽略读过。 诸菩萨句, 指发大心之善男女言。 佛告须菩提, 这是特别提醒我们, 像这样的句子在本经很多, 告示告诉, 上对下, 老师对学生。 告诉须菩提就是告诉我们, 诸位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 你才得受用。 否则的话, 他跟虚菩提讲的, 跟我没有关系, 那你就得不到受用, 你也就白听了。 虚菩提是我们的代表, 他是代表我们请法的, 告虚菩提就是告诉我们。 遇到这样的句子, 下面一定有很重要的开示。 叫着名字, 提醒你的注意, 底下的话很重要, 一定要仔细地地听。 诸菩萨句, 指发大心之善男女言, 前面讲的善男子, 善女人, 诸菩萨是指他们。 全教菩萨在提升到法身大事, 那就是, 摩赫萨。 这一句里面, 含义就广了, 不但是深, 很广, 这里头显示一个什么意思? 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 实在说没有别的, 就是无助而已。 就是降伏而已。 不断地去做降伏的功夫, 一直到等觉菩萨, 还有一品身香无名媒魄, 还要用这个功夫, 把他降伏住, 那就圆满菩提。 他含这么多意思在里头, 不仅是表面指各个不同阶层的菩萨, 五十一位菩萨, 功夫是一个, 一个原理, 一个原则。 亦如是降伏其心。 二, 发心要发的圆满究竟, 如上尘佛道, 下化众生。 又知虽上尘而实摩索尘, 虽下化而实摩索化。 乃是摩索尘而上尘, 摩索化而下化。 则信得究竟, 体用圆满, 而称为大菩萨乙。 发心要发的圆满究竟,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你发心不圆, 不究竟, 你的的果报就很小, 如果等到我正到小果, 我再发大心, 这样次第发心, 时间很长也很累。 不如一开头就发足, 那就很神事。 好像你们有不少同修, 驾车到这儿来, 驾车当然要加油, 你那个油加一点点, 开一点点再去加一点点, 那岂不是自找麻烦吗? 为什么不统统家族? 一下就开到了, 就好比这个意思一样。 心要不是发得很大, 很圆满, 在菩提道上常常要停顿, 常常要休息, 那一停顿, 一休息就退步了, 不进则退, 你修行的时间就费很长很长, 三大阿僧止结, 发足就快了, 一生当中就圆满, 那是不能够相比的。 如上尘佛道, 下化众生, 一定要发这样的愿, 要发愿做佛, 要发愿学佛, 学佛是学做佛。 这是, 金刚经, 上, 世尊所赞叹的, 所选择的教学对象, 选这样的人。 又知虽上尘而实磨所成, 虽下化而实磨所化, 上尘佛道, 下化众生, 为什么又说成磨所成, 化磨所化? 这个说法就是怕你执着, 你发个愿, 我要成佛, 执着在这个佛上, 你成不了佛, 不能执着。 愿要不要发? 要发, 心可不可以有? 不可以有。 有愿, 不能有心, 这个事情很难。 没有心, 愿不就没有了吗? 心跟愿是两桩事情, 两回事情, 要搞清楚。 有愿不能有心, 有心就有住了, 无心才无住。 有愿, 有愿你又有心, 身心了, 无住身心, 他能身心。 所以, 不可以住。 成佛不可以住成佛的相。 由此可知, 学佛也不能学佛那个相, 学佛那个相, 你不就执着了吗? 度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又不能执着度众生的相, 你要试着了度众生的相, 你就烦恼无边。 佛门也有句话说, 好事不如无事。 好事不如无事, 那还度什么众生? 那就没得度, 不度众生了。 佛祖句句话都是要, 他说这个话, 对什么人说的, 他这个要是治什么样的病人, 那个人害的什么病。 我们现在连好事都不愿意做, 这叫好事不如无事, 那就糟糕, 要用错了。 我们现在要鼓励人多做好事, 金刚经, 上不住香, 应摩锁住而行不失, 劝你做好事。 可不能听旁居士的话, 好事不如无事, 旁居士是治另外一种人, 喜欢做好事, 这相, 这相则生烦恼。 所以, 他那个话是治什么病的, 是对哪一种人说的, 我们要搞清楚,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害的是什么病, 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对治。 法药是不契机, 会害死人。 诸位要知道, 佛法好, 不见得。 就跟药一样, 药很好, 不错, 真的好吗? 你去吃, 随便吃吃, 保险一吃就死了, 不对症。 佛法也是如此, 法药契机, 才能帮助人开悟, 正果。 法药是不契机, 就把人的法身会命断掉了, 那个过失就重, 比杀人的生命重。 本经的大主义, 也可以说最高的指导原则, 叫我们不要执着。 上臣佛道, 下化众生, 这是身心, 实魔所成, 实魔所化是无助, 应魔所助而升其心, 要符合这个最高的指导原则。 责性得究竟, 体用圆满, 而称为大菩萨乙, 这才真正是一个大菩萨, 确实这不是赞叹的, 为什么? 你要真正能做到这个, 心地清静而一无所住, 这是真心显露, 就是明心见性, 又能上臣下化, 这不是法身大事是什么? 就是华严经上讲的法身大事, 这是介绍菩萨, 介绍菩萨摩赫萨。 三, 如念佛法门, 本是智元智顿之无上妙法, 因行人发心不大, 只知字了, 则最上乘法, 竟成为小乘以。 所以只能往生下品, 甚且并下品亦不够。 岂不上负佛恩, 下负己灵。 此皆由不明无上大法之所以然也。 是学佛不能不开智慧。 我们到场同修, 大部分都是念佛求生净土的, 将为农居士虽然一生都在研究学习, 金刚般若, 但是他念佛求生净土, 他所标榜的是教宗般若, 行在弥陀, 所以他的早晚课是念阿弥陀经, 念阿弥陀佛。 他在经典的研究, 专门在金刚般若下功夫。 念佛这个法门不仅是一些善知事门赞叹, 其实这个法门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共同的赞叹。 你们看, 弥陀经, 六方佛的赞叹, 无量寿经, 十方佛的赞叹, 就很清楚, 很明白, 他是一切诸佛之所赞叹。 却确实实是至圆至顿, 圆是圆满, 顿是顿超, 没有比这个法门再快的了。 这样的说法, 就连法相宗开山的祖师奎姬大师都承认, 奎姬大师注解, 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通赞书, 是奎姬大师做的, 他在注解里面, 也承认这个法门是最顿的大教, 最快的, 若一日到若七日就成功了, 还有哪个法门能比这个更快? 找不到了, 再没有了。 而且这个法门, 什么人修行能成功? 无论什么人, 三根普贝, 利顿全收, 这是真正不可思议。 其他法门也有圆顿的教法, 但是他要具备条件上根利质, 不是那个根性, 没有用处。 禅宗是智元智顿, 在中国历代祖师当中, 真正成就大众明星见性的, 是以六祖会能大师会下的人最多, 也不过43个人而已。 诸位想想, 当年跟六祖大师, 清静大师跟他学习的, 何止万人, 决定不止, 真正成就只43个人, 你就想想多么难。 六祖以前, 任何一个祖师大德会下成就的, 没有这么多人, 六祖以后也没有。 许多祖师我们看到的, 他的学生当中, 见了性的, 大彻大悟的, 一个, 二个, 二个, 三个, 多得五, 六个那就不得了了, 就很稀少了, 多半都是一, 二个, 六祖会下43个, 空前绝后。 他那个圆盾, 门槛高。 我们这些人爬不进去, 没用。 静踪这个法门, 只要具足三个条件性, 愿, 行, 就成功了。 无论什么人, 真正相信, 真正想到极乐世界, 真想见阿弥陀佛, 老实念佛就成功了, 这种条件我们行。 听了之后, 想想自己还可以, 还没有问题。 禅, 不行, 我们没有办法, 教, 我们也没有办法, 其他的法门, 我们遇到了, 想想自己的根性, 不行, 没法子。 这一个法门可以, 静踪念佛这个法门, 古得讲, 万修万人去, 一个也不漏, 真的是无上妙法。 而静踪经典的深奥, 也实实在在不可思议。 古得说, 无量寿经, 即是中本, 华言。 我们对于, 华言经, 的深广, 虽然不能完全了解, 但也听说过, 无量寿经, 的深广, 跟, 华言, 是一样的, 是中本, 华言。 说他做中本, 那当然还有个小本, 小本是什么? 佛说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 教义的深广, 也跟, 大放广佛华言经, 相同, 无二无别。 我们也略略地体会到了, 从哪里体会到? 从莲池大师的, 书超, 莲池大师给, 弥陀经, 做个注解, 叫, 书超。 他的学生古得, 亲自听老法师讲, 弥陀经, 做成笔记, 把笔记跟, 书超, 合起来, 他那个笔记叫, 书超演绎。 我们读了以后, 才真正相信, 弥陀经, 的教义跟, 华言, 是一样的, 是没有差别的。 这是说明缘到极处, 顿到极处, 顿势快速。 阴行人发心不大, 这就很可惜, 修净土的这些人心量太小了。 心量小, 大法也变成小法, 心量大的人, 小法也变成大法, 你相信吗? 金刚经, 才讲过, 释迦牟尼佛这一, 持波, 那是什么法? 大法, 无量无边的大法。 由此可知, 心量大, 点点滴滴, 一举一动都是圆满的大法。 菩萨无量的行门, 法门无量, 无量的行门, 他在一门里面显露无遗, 都表现出来了, 这是我们一般凡夫很难体会到的, 像须菩提他就知道, 他就看出来, 真的是致圆致顿, 无上妙法。 所以我们发心小, 太小了, 只知道字了, 实实在在说, 能够知道字了的, 就不多了。 大多数修净土念佛人, 他搞的是什么? 他是拿这个法门换糖果吃, 你说这可惜不可惜? 怎么叫换糖果吃? 求这一生的富贵, 求这一生的平安, 求健康长寿, 这就叫换糖果吃。 你说糟糕不糟糕? 他能够字了, 不错了, 字了是什么? 他想出三界, 他要往生佛国, 这就很难, 很不容易。 心量小, 凡圣同居土下背往生, 说实在话, 这个地方讲的, 往生下品, 应该是, 无量寿经, 上的下背, 不是下下品。 我们在经里面读得很清楚, 下下品往生的, 那是造作五逆十二极重罪业的人, 我们虽然天天也造作罪业, 没那么重, 所以往生绝对不是下下品, 也不会是下中品, 下中品是出了家, 破戒, 造作种种恶业, 下品终身。 由此可知, 我们不往生则已, 往生最低的品位, 应该是下品上身。 如果修得好一点, 中背往生, 上背往生, 这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 罪业不怕, 要懂得忏悔。 往生品位的高低, 固然是与平常修行的功夫有关系, 偶艺大师说的, 品位高下在于你功夫的浅身, 这是平常用功, 还有一个忏悔的功夫, 忏悔功夫也有浅身不同, 你那个心是不是真心, 纯心, 真诚达到极度的诚恳, 那样的忏悔, 品位不可思议。 我们在, 观无量寿佛经, 看到, 阿蛇士王造的罪业是忤逆十恶, 杀父亲, 害母亲, 跟提婆达多勾结, 破合合森, 出佛生血, 是阿比地狱的罪业。 他临终之前, 忏悔了, 知道他错了, 真正发愿悔改, 念佛求生西方净土, 他也往生了。 佛在, 阿蛇士王经, 讲, 他往生什么品位?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怎么想也想不到, 上品终身。 造那种罪业的人, 我们平常在经上看, 应该是下品下身才对。 这是说, 下品下身, 他真正忏悔, 念佛往生的时候, 决定能够去的, 就看他忏悔的力量, 他忏悔的心力大, 忏悔的心究竟, 圆满。 所以, 忏悔有程度浅身不同, 像阿蛇士王的忏悔, 可以到上品终身。 因此, 我们晓得这些事实, 明白这些道理, 对于那些造作罪业的人, 不能轻视, 不要小看他, 说不定他临终于忏悔的事, 品味还在我之上, 平常你要是瞧不起他, 轻慢他, 到极乐世界见面都不好意思。 所以对一切人要恭敬, 纵然他破戒, 造作罪业, 也应当恭敬, 这是决定正确的。 普贤菩萨教我们礼尽诸佛,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恭敬心对待人家, 每一个人机缘不一样, 说不定他在灵中一念忏悔, 像阿蛇士王一样, 那真的, 品味一下就提升上去了。 这一段说明, 学佛要有智慧, 没有智慧他心就不大, 心量一定要大, 特别是毒, 金刚般若, 一定要以世尊为榜样。 换句话说, 我就要学世尊那么大的心量, 就要学世尊这样圆满的行持。 圆满的行持, 就是要做尽虚空, 便法借一切众生的好样子, 你记住这句话就对了, 这就是佛, 这就是大菩萨。 不是单单做给几个人看的, 是加木尼佛表演, 是做尽虚空, 便法借人的好榜样。 我们今天无论自己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不必改, 就在自己生活方式当中, 自己从事于某一种行业, 也不需要改, 就在你自己这个行业当中, 你要做出典型, 做出模范, 做出好样子, 这就是佛法, 这就是自行化它。 四, 降伏其心, 是令妄想不起。 是不觉者觉, 出发心人, 下手只有降伏。 古人云, 但求希望, 莫更密争。 即是此意。 尊者问, 应云何柱, 云何降伏其心? 而世尊的答, 只答复降伏其心, 没有说住。 实在说, 他所问的三个问题, 三个问题是一个意思, 世尊在这三个问题里面, 只要答复一个, 三个都圆满答复了。 为什么不从发菩提心上答? 发菩提心大家不好懂。 为什么不从, 无助, 答? 无助很难体会。 从降伏其心, 大家印象深刻, 也好像比较具体, 所以世尊选择这个问题先来解决, 怎么样把妄想, 妄心扶住。 妄心就是不觉。 诸位要晓得, 觉心不动, 如果你觉悟了, 心是清静的, 觉心是清静的, 觉心是不动的。 不觉是动的, 不觉是不清静的, 不觉是不平等的。 使不觉者觉, 就是叫妄念起伏不止的人, 要把他袭灭掉, 恢复到自信清静心。 出发心人, 下手只有降伏, 我们学佛的第一步, 只有从这里下手, 无论是哪一个宗派, 无论是哪一个法门, 所谓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法是方法, 门是门禁, 修学的门禁, 方法不一样, 门路不相同, 目的是一个, 怎样, 降伏其心。 诸位要晓得, 目的是一个。 所以说法门平等, 殊途同归, 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然后你的心就会定下来, 不会产生错误的观念, 我这个法门好, 你那个不好,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这种说法, 就是棒佛, 棒法, 棒僧。 你说那个法门不好, 法门统统是佛说的, 你不是棒佛吗? 古今中外依照这个法门修行的人很多, 那你不是棒法吗? 许多人用这个法门修行正果了, 那你就是棒僧, 所以决定不能这样说。 只可以说, 那个法门适合它, 不适合我。 就好像药店里很多药物, 不能说它不好, 它都能治病, 有一些药物不能治我的病, 能治它的病。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就不会放法, 就不会轻视与我所修不同的法门, 不敢轻视, 不但不轻视, 而且要尊重, 要恭敬, 它有能力, 它有智慧, 它可以修学那个法门, 这是一定要明白的。 否则的话, 你修得再好, 你还批评其他的人, 批评其他的法门, 说老实话往生都去不成, 为什么? 因为你毁谤大臣, 你棒法, 这个罪很重, 会障碍你往生, 何况其心动念, 我们的心地污染, 不清净, 不平等。 无量寿经, 经题上, 把修行的原则交给我们, 清净, 平等, 绝, 经题上就交给我们了。 所以我们看一切法门, 要用清净心去看, 要用平等心去看, 用觉心去看, 都要尊重供养, 这是正确的。 所以, 尽管法门不一样, 都是降伏妄想。 禅宗教你打坐, 打坐的目的在哪里? 把心定下来, 降伏妄想。 教下教你读经, 现在教下跟从前不一样了, 以前学教不简单。 你要学天台宗, 你一入门, 老师父就把, 法华, 三大部给你, 这是天台宗根本的经典, 法华经文句, 法华经悬译, 磨合纸观。 这三大部, 从前那个宪装书堆起来有这么厚, 要叫你统统背过, 你要没有能力背, 没有资格进讲堂。 为什么? 讲堂听讲经, 不像我们现在有经本, 没有经本, 老和尚讲到第几卷, 第几页, 第几行, 大家都背过了, 都清清楚楚。 现在印刷术发达, 印书方便, 每个人都可以有一本, 从前没有。 从前经典只有在藏经楼, 只有一部, 寺庙里人再多, 经典就一部, 所以读经要去抄, 在藏经楼上, 本字借出来自己去抄, 没地方买。 现在人福报大, 经典一印, 印几十万本, 人手一策。 从前大家把经典宝贵的不得了, 很难得, 很稀有。 他有尊重心, 我们现在尊重的心没有了, 所以我们的成就不如古人, 古人真的恭敬。 所以说出第几页, 第几行都晓得, 统统背过了, 老师也背过的, 学生也背过的, 这才有资格到讲堂来听经。 那个时候, 五年学姐, 修行一入山门, 不管你是出家, 在家, 从前在家人在寺庙里修行, 用功的很多, 幽婆赛, 幽婆一代法修行, 常住在寺庙里面, 跟出家人的生活一样, 五年学姐。 出境去这个五年, 你没有资格到讲堂听经, 你也没有资格到念佛堂念佛, 也没有资格去听讲, 参禅, 都没有资格, 这五年干什么? 福劳义 寺院大众人多, 有许多工作要做, 分配工作你要去做工, 做工事修福, 你不能没有福报。 工作之余你自己去读经, 意思不要去管, 先念佛, 这是做第一步的工作, 五年学姐是做这个。 我们在, 谈经, 里面看到, 六祖慧能大师进了山门之后, 分配到草房里面去工作, 草房等于是厨房的下院, 这里面是匹柴充米, 他做这个事情。 我们晓得那个时候, 五祖的道场住中有三千人, 三千人吃饭, 那个时候烧柴火, 米是要冲, 不是像现在用机器, 你就晓得多少人在那里做工作。 那是做苦工, 这个工作一般都是五年。 能大师是一个天才, 杰出的人才, 再来人, 不是普通人, 八个月就开悟, 他就走了, 他在那里干了八个月。 这是出入佛门第一个阶段的修学, 在这个地方把你过去那些烦恼, 习气, 在工作当中磨掉, 把你的妄想, 杂念, 用读经的方法把它读掉, 办法很好。 读经的目的在此地。 我们念佛, 也是把妄想, 杂念念掉, 岂不是方法不一样, 目的都是降伏其心吗? 用的方法不一样, 有人用持咒, 有人用静坐, 有人用读经, 有人用念佛, 这举几个例子, 方法多的是, 目的何在? 都是降伏妄念, 这是诸位必须要记住。 然后才晓得, 我们修行修的是什么, 就是把妄念修掉, 没有别的。 修行有没有功夫? 得不得利。 就在这个地方去勘验, 测验, 我今年跟去年比一比, 妄想少了, 那就有进步, 如果今年跟去年差不多, 你这一年就空过, 这一年没进步。 如果说我不学佛妄念还少, 学了佛妄念更多, 那你就大错特错, 你完全走错了路, 你路子没有走正确, 不是理论上错误, 就是方法上错误, 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 假如方法正确, 理论正确, 一定是烦恼逐步逐步的减少, 心地一天会比一天清静, 清静心生智慧, 所以说烦恼少, 智慧多, 这才是功夫得利的样子。 我也常遇到一些同修来告诉我, 他说他念佛, 读经, 读经读了几个月, 有的读了一、两年, 妄想, 杂念还是很多, 他开始怀疑了, 来问我, 好像没什么效果。 其实不然, 确实有效, 你那个功夫还不到家。 不要怀疑, 继续努力, 你就收到效果。 如果起了怀疑的心, 你的功夫就要打很大的折扣, 你要想看到效果, 很困难。 这个法门, 实在讲应用在所有法门都相通的,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无论用什么功夫, 记住这个原则, 那就没有不成功的。 必须知道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 不是这一生养成的, 多生多劫无量劫来养成这个烦恼习气, 这个东西真是根深蒂固, 我们今天才学几天佛, 才学几个月, 才学一二年, 就想把它转过来, 哪有那么简单? 如果是那么简单的话, 学佛的人不个个都成佛了, 没那么简单。 所以真正有成就的人, 那就是佛法里头说的有善根, 有福德。 什么是善根? 不怀疑是善根, 他清楚明白, 路子选正确了, 不再怀疑, 善根。 不夹杂, 肯努力, 那是福德, 那个人真有福, 他这一生决定成就。 我们怀疑, 我们想退转, 静静退退, 这个自己要觉悟, 我们的善根, 福德很浅, 不够深厚。 不够深厚不怕, 现在可以培养, 我只要认真努力, 我可以培养, 我可以将自己的善根, 福德达到这个水平, 这一生当中也能成就, 不可以自暴自弃。 凡是能够努力发愤的人,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所以一定要有智慧, 要晓得我们修的是什么, 古人这两句话, 实在讲是把我们从妄念的根本上拔除, 但求希望, 莫更密真。 为什么? 你要是想真, 又是个妄想, 我们要除妄想, 怎么可以在妄想上再加妄想? 譬如有人问我, 我常常碰到, 法师, 我念佛几时能得一心。 他念念想的一心。 我就老实告诉他, 你没指望, 你这一生当中不会的一心。 他说, 为什么? 因为你有一个一心的妄念存在, 你就得不到一心。 想的一心这个念头没有了, 你就是一心, 还有一个求一心的念头在, 你怎么能得一心? 我说的都是老实话, 没指望, 一定要晓得。 所以说, 莫更密真, 绝不求真, 忘得去了就是真, 忘得去了再想一个真, 那就变成忘。 上求佛道, 不能有上求佛道这个念头, 有上求佛道的大愿, 不能有这个念头, 有这个念头就求不到。 所以告诉你, 所以告诉你, 实摩所求, 实摩所度, 把这个念头洗掉, 只要去做, 自自然然就圆满成就, 都是这个意思。 五, 不但出发心, 实则自始至终, 一直有降伏之功, 乃至成佛, 亦摩所住。 经上讲的, 无助, 这个原则, 是彻时彻中的, 从出发心一直到圆满成佛, 都是这一个无助, 一个原则, 一个道理。 尽管用的方法不一样, 我念佛, 他参禅, 持咒, 方法不一样, 原理, 原则一定是完全相同, 我念佛不住念佛的香, 参禅不住参禅的香, 持咒不住持咒的香。 现在为什么参禅的人, 看念佛的人看不顺眼, 念佛的人看持咒的人也看不顺眼, 什么原因? 折了香, 如果统统都无助的话, 心就清净, 平等, 大家相处一堂就欢喜了。 就是因为这香, 这香就盲修瞎恋, 是搞假的, 不是搞真的, 搞真的大家相安无事, 搞假的又打得头破血流, 那就没法子, 假的里头有冲突, 有意见, 真的里面没有, 真的里头心都清清净净。 一直到成佛, 你就守住这个原则, 就修的是这个东西。 穿衣不着穿衣的香, 吃饭不着吃饭的香, 工作不着工作的香。 不着工作的香就不会累, 做得再多都不会累, 他为什么会累? 因为他这香, 处是带人皆悟统统不着香, 那个日子就很好过, 就很自在, 很美满, 游戏人间, 像诸佛菩萨一样, 的大自在。 六, 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出降福外, 别无尽修方法。 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这是讲道究极之处。 除降福外, 别无尽修方法, 这是一定要牢牢记住的。 我们今天读, 无量寿经, 念阿弥陀佛, 要不着香, 不着香你念的功夫就得利。 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希求, 只求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尽踪跟般若不一样的地方, 就这么一点点。 只求往生极乐世界, 你要能这样去做, 你往生的品位不是上上品也在上中品, 不会在上下品, 这品位就高了, 为什么? 因为你心清净平等绝。 前面是尊提了一个纲领, 下面就是细说, 要解释了。 应如是降伏其心, 如是, 指的是什么? 底下举一个例子。 十, 证明。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若卵生, 若胎生, 若失生, 若化生, 若有色, 若无色, 若有相, 若无相, 若非有相非无相, 我皆另入无于涅槃而灭度之。 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 十无众生的灭度者。 这几句, 不仅三界六道一切众生包括尽了, 连声闻, 原觉, 菩萨也不能超过其外。 换句话说, 九法界有情众生尽在其中, 我们发心要发这样的大心。 我皆另入无于涅槃而灭度之, 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 十无众生的灭度者。 这是佛非常具体给我们说明, 应如是降伏其心, 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妙极了。 我们要懂, 要彻底明了, 要学, 我们这些妄想, 杂念就能服得住, 念佛功夫就能得力。 明相术语, 普通的我们都省掉, 都不解释, 以免耽误时间, 一般很容易能查得到的。 一, 缘和现身, 缘散即灭。 当体即空, 勒摩索得。 旧性言则本计不深, 精益无灭。 这是说明九法界一正庄严的石箱, 一是环境, 生活环境, 正是身体, 从菩萨一直到地狱, 都是因缘所生。 缘, 我们现在人讲条件, 众缘合合, 许许多多的条件合起来, 这个现象生出来了。 缘和旧现身, 现世现象, 这个现象出现, 生出来了, 出现了。 缘散即灭, 缘不可能永远合。 合的时间长短, 有一个力量在操纵它, 在凡夫教业力, 业力在操纵它, 诸佛菩萨是愿力, 过去在因地当中, 他发心帮助一切众生这个愿力, 这是一切现象聚合时间长短的主宰的力量, 这是我们要晓得的。 以我们人来说, 人的寿命不相等。 寿命是什么人主宰的? 不是阎罗王主宰, 也不是上帝主宰, 是我们的业力主宰的。 因为是业力主宰的, 你懂得道理, 方法, 寿命长短自己就能做得了主。 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自己也能做得了主, 譬如体弱多病是业力,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修清静心, 修慈悲心, 我们肯救护一切众生, 身体自然就健康强壮, 可以转, 不是靠药物, 不是靠一些补的东西, 那个东西不能转业力, 那是治标不治本, 不太多反而出毛病。 这是一定要晓得, 它有正确的理论, 有正确的方法, 正是所谓, 佛式门中, 有求必应, 它有道理在。 原散, 这个像就没有了。 由此可知, 相的现行, 相的生灭, 是假的不是真的, 完全是虚假的, 只是原具原散而已。 原散, 我们知道它空了, 相没有了, 原没有散的时候, 有智慧的人就晓得,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因为一切现象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你还会去执着吗? 自然不执着, 自然就放下了。 这一放下, 离开分别, 执着, 你的心马上就清净, 真心本性就显露出来, 无量的智慧得能就起作用了, 那是真的, 那个不是假的。 实法界一阵庄严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我们要求它干什么? 求得了, 那个利益太小太小, 等于求人间富贵一样, 你的享受昙花一现而挤。 你什么都放下, 什么都不求了, 你所得到的是尽虚空, 变法界。 像观音菩萨千处, 祈求千处应, 那个多自在。 观音菩萨为什么这么自在? 观音菩萨无求。 观音菩萨什么都不执着, 不分别, 不执着, 性得显露, 才得大自在。 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自在? 样样都贪求, 求得太多了, 烦恼就跟着来, 求不得苦。 求得了更苦, 求得了要想尽方法保持, 怕丢掉, 患得患失, 没有得到想尽方法求, 求到之后, 又想尽方法保持, 怕它丢掉, 结果还是要丢掉。 你看穿事实真相, 你的心就放下了, 什么都不求, 什么都不要了, 反而的大自在。 要多想想这些事实的真相, 事实真相确实当体极空, 了魔所得。 金刚经, 上讲,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包括四圣法界, 身文, 原觉, 菩萨, 佛, 统统是虚妄的, 实法界是虚妄的, 唯独一真法界是真的, 那不是妄的。 佛与大菩萨, 华严经, 上法身大事, 他们住的是一真法界, 那是真的。 实法界里的佛, 是假的不是真的。 那个佛, 是天台家所讲的藏教佛, 通教佛, 别教佛, 不是真的, 原教的佛才是真的。 实法界里面的佛, 是藏, 通, 别, 原佛, 不是真佛, 原教的佛才是真佛, 注意真法界。 华严经, 上讲的华藏世界是一真法界, 无量寿经, 上讲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 我们要求一真法界, 不住实法界。 所以佛那个念头也要放下, 我们有做佛的大愿, 不能这成佛之乡, 这成佛之乡, 你要真成了佛, 是实法界里面的佛, 不是一真法界。 所以乡不能这, 这乡我们的亏吃大了。 为什么? 旧性严则本计不深, 精益无灭, 因为本性上本来如是, 本性里头没有这些妄乡, 实法界的乡统统没有, 所以就是连成佛的乡都不可以执着, 这才与自性相应, 你才能够见性, 才能够正性。 凡是生灭的, 是实法界里面, 实法界里头有生有灭, 一真法界里头没有生灭。 念佛求愿往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要知道, 没有生灭了, 因为西方世界是一真法界, 它不是实法界。 二, 望尽晴空, 夜时寄转, 生灭心灭, 生死海出, 而正入不生灭之原明信海, 为之入无余涅槃。 为究尽绝果之称, 前面讲我们要发心, 要像佛一样的心, 不可以发的心跟佛的心不一样, 这个不可以。 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是凡夫, 罪业深重, 我怎么敢发跟佛一样的心, 那你就错了, 这是自卑感。 佛不许我们自卑, 也不许我们骄傲, 真心里面没有自卑也没有傲慢。 佛教给我们法, 我们依教奉行, 就是佛的好学生, 好弟子, 那怎么会有错误? 这叫发大心。 发大心然后才晓得修大心, 这是佛对我们期望, 希望我们能够很快地振大果, 这心不大不行。 望尽晴空, 望是望想, 望想尽了, 情就是望想, 一切众生情直太深, 这是烦恼的根源。 讲望尽, 一般人认为望应该要静, 没问题, 讲晴空, 情要是空掉那还得了。 一般人认为这不得了。 有一年, 佛光山办大专学生下令营, 星云法师找我去讲为时, 也讲到这个情要断掉。 当时有一位女同学提出问题, 法师, 如果人没有感情的话, 那还有什么意思? 我就说, 那好。 刚好高雄有一条河叫爱河, 你可以跳到那里面去, 爱河勇余。 他不晓得六道。 为什么你会在六道轮回? 就是被这个害了, 还不觉悟。 说穿了, 你那种爱情一文都不值, 为什么? 假的不是真的, 今天爱了, 过两天离婚了, 闹别扭不爱了, 不是真的。 你要认识清楚, 这世间六道理的人讲话都靠不住, 不能当真, 虚情假意。 不但别人的话不可以相信, 自己对自己都不能相信。 你能相信你自己吗? 到明天主义又变了, 自己都不能相信自己, 为什么? 里面这个妄想念头太复杂了, 千变万化, 全是假的, 怎么可以当真? 我学佛, 我懂得, 人家说, 我对你很好, 点点头, 不错不错, 假的, 不能当真, 你要是当真, 你就被他迷了, 你就错了。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全是妄想, 全是情直。 诸位要晓得, 真的情, 真的爱, 只有佛菩萨有, 佛菩萨不叫情也不叫爱, 名字换一个, 叫慈悲, 慈悲是真爱, 永远不会变的。 你尊敬佛菩萨, 佛菩萨爱护你, 你毁谤他, 侮辱他, 杀害他, 他还是爱你, 从来没有变过, 那是真的。 诸佛菩萨讲, 我爱护你, 我们可以接受, 那不是假的。 六道里面的凡夫说爱护你, 不是真的, 他说憎恨你, 你也不要怪他, 也是假的, 过几天他心又变了, 不是真的, 统统不是真的, 所以不要在意, 不要把他放在心上, 那你就对了, 这叫有智慧了。 世间凡夫所用的心, 叫三心二意, 怎么能当真? 学佛就是要, 望尽情空, 这四个字是一个意思, 望尽, 情就空了。 要把情转变成智慧。 情根治是一桩事情, 理性的, 就是智慧, 感性的, 智慧就变成感情。 情根治是一桩事情, 只是迷雾不同, 觉悟了, 情就变成智慧, 迷惑了, 智慧变成感情。 转烦恼成菩提, 要把他转过来。 夜时即转, 望尽晴空, 夜时就转了, 时就转成智, 转八时乘四智, 叫转时乘智, 这才是用功真实的功夫。 所以古德讲, 修行要再转时乘智。 研究经典, 研教要再大开元解, 修行要再转时乘智, 这非常重要, 都是修行的总纲领。 生灭心灭, 生灭是念头, 妄想, 妄境晴空了, 生灭心就没有了, 妄念就没有了, 生死就没有了。 生死轮回从哪里来的? 就是从生灭念头里头来的。 换句话说, 只要你有妄想, 只要你有念头, 就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 这一点我们不可以不知道。 换句话说, 佛法法门很多, 你去试试看, 哪一个法门里面, 真正到没有念头了, 你才有能力超越三界。 如果你修学这个法门, 修得很久也挺用功的, 那个妄想念头还在, 你就要明白, 你出不了三界, 你说这个问题多严重。 实在讲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不得不求阿弥陀佛, 唯独念佛法门可以代业往生, 就是你这个生灭的念头不断, 行, 可以往生。 八万四千条路里头, 只有这么一条, 不要断妄想能出的去, 除这一条之外, 任何一个法门没有代业的, 都要做到生灭心灭, 你才能出得了三界, 才能够离脱轮回, 生死海就是六道轮回。 我们搞清楚, 搞明白了, 才晓得法门有难有益。 古人讲, 念佛法门是异行道, 其他的法门跟净土法门一比, 难行道, 真难。 可是这个异行道, 难信。 你不相信, 那就没有办法了。 许多难行道, 很容易叫人相信, 信了白白的盲一身, 得不到结果。 这个法门难信, 信了的人, 他都出去了, 非常幸运, 都出去了。 正入不生灭之源明信海, 这是禅家讲的明心见信, 见信成佛, 这才叫, 入无于涅槃, 这是, 究竟绝果之称。 换句话说, 我们要帮助一切众生, 像佛一样, 要度他入无于涅槃, 要发这个心, 也就是说帮人要帮到底, 不可以半途而废, 那就很可惜了, 没有功德。 帮到什么程度? 一直要辅助他成佛。 这个想象, 太难太难了, 我们自己是凡夫, 怎么能帮助人成佛? 说出这个话人家也不相信, 说你说大话, 根本就做不到。 其实不难, 真做得到, 怎么做? 劝人念佛求生净土, 不就做到了吗? 确实不难。 遇到人就劝他念佛, 这个方法很好。 现在的人跟从前人不一样, 以前的人老实, 见了人很少说话, 现在的人喜欢表现, 废话连篇, 你接触到的时候不听也不行。 我们念佛人有好方法对付他, 不管他讲多少话, 讲完之后, 阿弥陀佛, 在讲完之后, 阿弥陀佛, 我们阿弥陀佛一句一句 灌到他八十田中, 他那些废话我们一句也没听进去, 这个方法妙极了, 这就是度他入无余涅盘。 你学其他的法门就很难, 很不容易, 真的博得凡夫做不到, 学净土法门容易。 十方三是一切诸佛, 都劝众生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我们也用这个方法劝一切众生念佛求生净土, 岂不是用的方法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 真正有这个热心, 这是慈悲心, 热心, 把这个法门劝导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真的得度了。 三, 入无余涅盘, 者无他, 灭食色欲之身灭心, 便渡身死海, 而达涅盘之彼岸矣。 四, 今云, 佛种从缘起。 又云, 凡事有心, 定当作佛。 又云, 有性无性, 其成佛道。 佛性虽众生本具, 而佛种要呆缘身。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但是他迷了, 迷了之后要破迷开悟, 再恢复佛性那要靠缘, 所以说, 佛种从缘起。 弥陀经上告诉我们,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 因缘, 缘很重要。 我们遇到佛法, 也是多生多结因缘成熟。 因此, 我们要给广大众生做增上缘, 把这样殊胜的法门介绍给他们。 以一切善巧方便, 把佛法介绍给人, 这真正叫学佛, 真正叫报恩。 在台湾有做T恤衣服的同修, 他们要到大陆去设厂, 行前到我这里来, 我就劝他, 你做这个T恤印上, 阿弥陀佛, 印上经文, 你求三宝加持, 销路一定好, 为什么? 端正社会风气 一定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 不要印一些妖魔鬼怪, 那个气氛不好。 这一次, 他做了几件带给我们, 前面是, 弥陀弟子, 后面是, 一切有为法, 如梦换泡影, 底下四个字是, 世间如梦, 红一大师写的字。 这就是说, 无论从事哪个行业, 就在你本行上, 你就弘法立身, 你就, 令一切众生入无于涅槃而灭肚之, 就在做这个事情, 不必要换一行, 就在本行, 就在自己本分工作里面, 我们就做, 就做出来了。 所以缘重要, 一定要发心, 为一切众生做佛种的增上缘。 这一切众生真能得度吗? 能。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是佛, 他有佛性。 涅槃经, 云, 凡事有心, 定当做佛。 因此, 我们做这个缘, 种这个缘, 一定有效果, 一定有收获。 缘觉经, 云, 有性无性, 其成佛道, 就是, 华言经, 所讲, 情与无情, 同源种制, 这个意思很深。 无情是讲植物, 矿物, 植物, 矿物也能成佛吗? 能, 为什么? 因为他有法性。 佛法中说, 在有情众生叫佛性, 在无情众生,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植物, 矿物, 叫法性, 可是要晓得, 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 不是两个性。 因此, 有情众生成佛, 无情的众生也跟着就转了, 依报随着正报转, 跟着转。 譬如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是凡夫, 我们是生灭心, 因此我们这个世界依报都是生灭的, 植物也是生灭的, 植物有生柱易灭, 矿物有成柱坏空, 都有生灭的。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世界的人心清净, 没有念头, 它那个心是不生不灭的清净心, 西方世界的依报也不生不灭, 那边的花草树木都不生不灭, 就转了, 那就叫同源种制。 华言经, 上所讲的, 你在, 弥陀经, 上看到了, 同源种制是这个意思, 都是不生不灭, 植物, 矿物统统是不生不灭。 佛性虽众生本具, 而佛总要呆原生, 成佛的缘分是一定需要的, 没有机缘是不能成就的。 机缘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 我们自己能成就自己, 我们也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得到究竟圆满的成就。 世尊在本经交给我们, 应摩锁住, 而生其心, 要生这个心, 不要生别的心, 应摩锁住, 而行不失, 我们不失佛法, 不失成佛的增上缘, 这就完全正确, 要以这个为第一。 今天时间到了。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第九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负零零九。 请看, 金刚经讲义节要, 卷二, 经本第二十二页。 五, 学性宗者, 往往直性而媚种, 如直性费修。 学乡宗者, 又往往直种而媚性, 皆不明经止之过也。 这一段就是说对于教义没有能够圆融, 于是发生所谓的偏见, 这是错误的。 学佛一定要有圆满的知见, 圆知圆见, 对于修行的功夫就不会产生障碍。 华言经, 上所说, 我们看善才童子五十三参, 五十三位善知识, 他们自己所修学的法门都不相同, 但是他没有偏见, 他没有成见, 而且每一位善友都非常谦虚, 尊重别人, 对于其他的法门, 其他的修行人没有不尊重的, 决定没有毁谤, 决定没有偏见。 这些有执着, 有偏见的, 都是知见不原, 教理没有真正通达。 这个事情, 自古以来就有。 学性宗者, 禅宗是性宗, 三论宗, 天台也是属于性宗, 贤手属于相宗, 直性而媚种, 性就是真如本性, 他们很执着, 就是要求明心见性, 把佛种从原生, 往往他轻视了, 认为这个很浅, 不值得学习。 不晓得浅乃深之浅, 深乃浅之深, 深浅易如, 深浅不二, 他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于是有执着, 有偏见, 直性费修, 对于基础的修学往往疏忽了。 现在佛门里面, 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一些说法, 说小小借可舍, 说可以不必重视, 这也是错误的, 实在做不到我们要生惭愧心, 不能有这种念头, 这个念头很不好。 世间法里面都讲, 品德修养要防微度见, 小小的过失如果不能够防止, 慢慢他基成大的过失, 就很难改, 就要造罪业了。 所以真正修行人, 一定是从很小的地方他就很注意, 就很重视, 小过能够改, 大的过失就不会产生。 学性宗的人往往不重小结, 这就是他的毛病。 学乡宗者, 直肿而内性, 往往他执着小结上, 眼光不大, 不知道真如本性的重要性。 于是相踪毁谤信踪, 信踪毁谤相踪, 这个我们在历史上都能看到。 诸位要晓得, 这不是佛法里面有过失, 是修学的人之见不原产生的偏见, 佛法里头决定没有这个过失。 祖师大德们, 他们没有偏差, 譬如说禅宗的祖师, 对于教下的很尊重, 很赞叹, 教下的祖师大德对于禅宗的禅师, 也非常尊重, 非常赞叹, 那就没有了, 只是他的学生们会有这种情形,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 6. 实无众生的灭度者, 观照无生无德之理, 乃真实无, 非假想无也。 古德以武义做官, 1. 原生, 四大五蕴之甲合, 当体即空。 2. 同体, 相虽别而体同, 亦法界也。 3. 本记, 本无生灭, 安有灭盘。 4. 无念, 若无有念, 则众生无, 得亦无。 5. 平等,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平等真法界, 佛不度众生。 实无众生的灭度者, 这是事实。 度众生, 实无众生的度, 这个说法初学人听到之后很难理解, 好像两句话完全是互相矛盾的, 又要度众生, 又是无众生的度, 这个话怎么讲? 必须要明白其中真正的道理, 实在在前面也曾经透过了不少, 佛菩萨度众生, 是给一切众生做增上缘而已。 佛菩萨只是把理论告诉我们, 我们不晓得这个道理, 把理论告诉我们, 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 事实真相我们不知道, 佛菩萨知道, 把修行正果的方法告诉我们, 佛对于我们的帮助就到此为止。 真正修行要靠自己, 自己不肯干, 那个等于零, 没有用处的。 佛只为我们做增上缘, 真正去修行一定要靠自己。 大臣经上许多地方佛都说, 佛不度众生, 众生断获正真, 修行正果, 是他自己的成就, 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 我们肯精进, 肯努力, 佛菩萨保佑加持, 我们不肯用功, 不肯努力, 佛菩萨也无可奈何, 也没有办法。 就像学校的老师对学生, 学生很听话, 很用功, 老师在旁边指导他, 帮助他, 学生很顽皮不听话, 天天逃学, 老师对他也无可奈何。 佛菩萨是老师, 大家要晓得, 不是神明, 其实神明对我们也帮不上忙, 这是一定的道理。 我们学佛的人第一个要明理, 神明说是保佑我们, 其实是我们命里头有的。 命里头没有财富, 我天天拜神, 神就给我财富, 没这个道理。 我命里头没有财富, 假如神明真的可以给我财富, 佛菩萨都去拜他了, 佛菩萨都没这个本事, 他有这个本事, 那还得了, 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做了好事, 神明有奖赏, 那是因为你做了好事, 就像你对社会有很多贡献, 国家给你奖赏, 就是这么个道理。 国家奖赏是有理由的, 有条例的, 不是随便他喜欢你就可以给你, 那个犯法的, 那个不可以的, 你一定要有功勋, 要有贡献, 你才能得到。 功勋贡献, 还不是自己修的吗? 还不是自己命里有的吗? 神明也不可以乱来的, 理要搞得清清楚楚。 为什么说, 实无众生的灭度? 观照无身无德之理, 乃真实无, 非假想无也, 这是事实真相, 我们常讲宇宙人生的真相, 班若经上常讲诸法实相, 一切法的真实相, 真实相确实没有生灭。 所有一切现象, 世尊在经上方便说, 因缘聚合就现相, 缘散了, 这个相就灭了, 其实相根本就没有生, 也没有灭, 事实是缘聚缘散而已。 你要是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佛说的这个话你就懂了, 你就了解, 才晓得度众生非常重要, 而实无众生的度者, 这是事实真相, 决定没有矛盾。 现代的科学家, 的确很聪明, 他们已经发现, 实实在在没有物质的存在。 从前科学家说, 物质分析到原子、 电子、 离子, 还有个东西在, 现在科学家认为那是错误的, 根本就没有。 他们说一切现象是波动的现象, 这种观察跟佛所说的愈来愈接近。 波动的说法, 跟相宗的讲法非常吻合, 相宗讲, 一念不绝, 而有无明, 一念不绝就是波动, 从波动里面产生三细相, 六粗相。 所以现代科学进步, 这种观察很值得赞叹。 佛法里面所说的, 关于物理生化这些方面的东西, 愈来愈被科学家证实。 世尊在三千年前所说, 没有科学仪器, 就讲得这么样的清楚, 这么样的透彻, 三千年后的这些科学家, 集了许多精密的仪器才发现。 这个, 无, 是真的无, 不是假设, 不是假想的。 既然是无一切法, 不深, 诸位想想看, 还有什么的。 我们今天想得到这个, 明天想得到那个, 当然无得。 心经, 上说得好, 心经, 也是, 班若经, 的纲领, 比, 金刚经, 简单, 二要, 心经, 文字少, 只有二百六十个字, 但是很难懂, 比, 金刚经, 难懂多了。 心经, 最后顶要紧的两句话, 无智义无的, 智识能证, 佛法里面讲的菩提, 得是所证, 是涅槃。 无智义无的, 这个意思是告诉你, 菩提根涅槃也没有, 你要认为有, 你就错了。 有, 你又分别, 又执着, 这一有你就有四相, 那不过是假名而已。 佛说这个话的意思, 是要你及这个假名误入真性, 你可不能执着假名, 要执着假名, 你就不能见性, 你就错了。 要是套, 金刚经, 这个话来说, 菩提者即非菩提, 涅槃者即非涅槃,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金刚经, 的语法, 告诉你佛说法真正的义去, 这是, 金刚经, 的好处。 观照, 这是很深的观照, 是高段的功夫, 不是浅显的功夫, 很深的观照才能够见到, 无声无得之力。 我们在大乘经上看到, 佛告诉我们, 八的菩萨见到阿赖耶时, 里面维系的生灭香, 八的菩萨才见到。 要能够见到无声无得之力, 八的菩萨还做不到。 所以这一句的境界, 要不是如来果地上, 最低限度也是等觉菩萨的境界, 可见得到那样的境地, 才能够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 我们要相信圣言量, 佛讲的我们要相信, 不能怀疑。 佛在本经上告诉我们, 如来是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不狂语者, 不义语者, 佛绝对不说假话, 这个事实, 你慢慢去修, 修到九地, 十地, 等觉, 你就见到, 你才亲自见到, 你才晓得佛所讲的完全是正确的。 我们没有正得等觉, 我们在, 弥陀经, 上, 在, 无量寿经, 上, 看到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 上善事等觉菩萨。 西方世界的等觉菩萨人数很多很多, 不是算术能够说得出来的, 真的是无量无边。 阿森只说, 这些人, 佛讲的这些境界他们都见到, 都真的的。 佛如果说的不是事实, 他们早就提出意见, 可见得佛所讲的句句都是事实真相。 古得以无意做官, 这是教给我们初学。 观照无声无德之理, 实在讲不是我们现在功夫能够做得到的, 但是我们也很想能够沾一点边, 懂得一点修行的方法, 这个可以。 这是古得教给我们, 在日常生活当中, 常常修这五种的观想。 第一, 原生, 这比较容易, 我们观察一切事物, 这个修观, 观外面境界容易, 观自己很难, 观外面境界回过头来就想到自己, 四大五蕴之甲合, 当体即空。 这是教给我们观一切动物, 因为植物, 矿物只有四大没有五蕴, 植物只有色, 没有受想行食, 动物有受想行食。 受想行食是心理, 植物跟矿物没有心, 没有思想, 所以植物只有四大没有五蕴, 动物有四大五蕴。 我们看一切动物, 一接触看到了, 你就看它四大五蕴, 四大五蕴和和而现的这个香, 你能够这样观察, 给诸位说, 一切动物都平等了, 统统是四大五蕴, 原生的, 你会看成平等。 当体即空, 除四大五蕴之外, 什么也没有, 四大五蕴是圆, 聚起来现这个香, 散起来像就没有了。 如果说这个还不太容易懂, 我们举个浅显的例子, 这个我们叫它做一本书, 这好懂, 这一本书是些什么东西。 是很多张纸定在一起的, 定在一起我们就叫它一本书, 拆开之后一张一张的, 我们就叫它是纸, 不叫它做书。 书是许多张纸定起来, 这个原先的香, 笨的人说这是书, 执着是书, 聪明的人说这是一堆纸, 不是书, 一堆纸定在这个地方。 聪明人看到的是很多张的纸, 不聪明的人执着这是一本书, 聪明的人根本就没有看到书, 看到的是很多张纸。 这很多张纸没有生也没有灭, 那个书的香有生有灭, 装定起来像就存在, 拆开来之后这个像就没有了。 你就晓得这一本书实际上这个像是幻香, 没有生灭。 给你讲一切法不生不灭, 就是从这上来说的。 你如果一桩事情明白了, 这个书的确没有生灭, 你就晓得一切万法都没有生灭, 同一个道理。 因为它是原生法, 原生法哪来的生灭? 只有原具原散而已。 你才晓得当体极空, 当体极空那就了不可得。 你要是把事实真相看清楚了, 我们对于一切万物取舍的念头就没有了, 取舍的是可以有, 穿衣、吃饭、处事、待人、接物, 是可以有, 心没有了, 取舍的念头没有了。 你看, 岂不就是符合金刚经, 上佛教给我们, 应摩锁住, 而生其心。 心里头无助, 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身心就是你的日子过得很幸福, 很自在, 很快乐。 凡夫的麻烦在哪里? 身心它要住, 这很麻烦, 它有得失的念头, 患得患失, 在这里面起严重的贪甜吃慢, 这是自己自作自受, 苦恼无量, 就是不知道事实的真相。 班若经, 他的特色, 就是把这些事实真相, 给我们说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们知道世尊四十九年说法, 第一时华言我们不说他, 那是世尊在定中跟法生大士们所说的。 出定之后, 从陆野院渡五比丘开始, 开始说小城十二年, 阿涵讲了十二年, 等于是办学校, 小学六年, 中学六年, 培养基本的知识。 第二个时期进入到方等, 方等八年, 等于办大学, 有方等八年的基础, 才进入班若, 班若讲了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讲的是什么? 给诸位说, 就是讲无助身心, 或者就是讲一个无智义无的, 讲二十二年。 真正明白了, 那个受用无穷, 由班若才进入法华, 法华跟华言完全相同。 这是头一个, 晓得一切法是原生的。 第二, 同体, 相虽别而体同, 一法界也。 一法界, 一是真的, 二就是假的。 我们学佛的人, 永远地牢牢记住这一句话, 一就是真的。 所以念佛叫你一心称念, 一心是真心, 二心就是妄心, 二心不是真心, 一心才是真心。 一法界是体, 十法界, 无量法界都是从一法界生的, 一法界是本体。 为什么会生十法界, 生无量法界? 无量的法界是从分别, 妄想里变现出来的, 这就是世尊在大乘经上常常说的, 一切法从心想生。 一切法, 实在讲就是十法界, 无量无边的法界, 从什么地方来的? 从心想来的。 所以, 观想非常重要。 一个人他这一生幸福与否, 与他的念头完全是成正比例, 他的思想要是很健康, 他的身体一定很好, 思想健康纯正, 这个人身体一定很好, 一定很快乐, 很幸福, 很美满。 如果他思想有了问题, 身体不可能好。 思想有些什么问题? 一天到晚胡思乱想, 他的问题就来了。 思想纯正, 跟诸位说, 想一个事情, 这叫纯正。 譬如世间法, 你读书, 你常常就想你读的功课, 这就纯正, 他没有胡思乱想。 你工作, 你在这个行业, 你天天就想你这个行业里面的工作, 如何来发展你的事业, 如何来帮助这个社会, 这是很纯正的思想。 确确实实是世间法里面讲的, 你的福报, 你的健康长寿, 都可以得到的。 纯正的思想就是, 我的学业, 我的事业, 一定要帮助这个社会。 如果念念都为自己个人利益, 这个思想不健康, 为一切众生, 为大众, 这是健康的。 佛菩萨的想法, 是为尽虚空, 便法借一切众生做好样子, 这叫做最健康的思想。 所以佛的身, 他的的身是金刚不坏身。 我们这个世间人最差的思想就是想病, 你本来没有病的, 一想病就来了。 病从哪里来的? 观想当中来的。 今天想这个病, 明天想那个病, 想到浑身都是病, 这就糟透了, 这是最不健康, 最不幸的想法, 这个我们要知道。 所以有一些已经有病的人, 甚至于病很重的人, 他要肯相信的话, 念头一转, 他病好的就很快, 医生治疗也非常有效, 要他自己本身念头转过来, 从今而后不要去想病。 想佛多好。 想佛会成佛, 想菩萨就成菩萨, 想病就得病, 想死就活不了, 这是一定的道理, 想什么就变什么。 十法界, 无量法界, 都是从心想生的。 知道所有无量无边法界, 同一个真如本性, 真如本性就是体, 同一个体。 佛菩萨明白了, 见到了, 所以对于一切众生, 他所施舍的是无缘大词, 缘是条件, 没有条件。 帮助一切众生, 尽心尽力而没有条件, 为什么没有条件? 他知道是一体。 我们今天做事情都要讲代价, 都要讲条件, 为什么? 我们不知道是一体, 不承认是一体, 所以一切要讲条件, 条件谈不拢就不肯帮助, 不知道是一体。 唯有诸佛与法身大事他们明白, 他们正得了。 所以我们要常常想, 一切众生是同体的, 相虽然不一样, 体是同的, 而这个体是什么? 实在讲就是清净心, 如果大家心里头一念不深, 这个心是相同的, 一样的。 诸佛如来的心是一念不深, 如果我们的心也一念不深, 跟诸佛如来同一个心。 你要晓得, 同一个心, 那功德可不得了, 同一个心就同一个智慧, 同一个德能, 一切都同了。 这道理是使你真的搞清楚, 真的搞明白了, 你才晓得念佛法门不可思议。 为什么? 念佛法门是直接修清净心, 没有拐弯抹脚, 没有任何委屈婉转, 直接了当修清净心, 清净心就是佛性, 清净心就成佛了。 如来的无量智慧德能, 都是从清净心里面生出来的。 这个方法, 实在讲非常高, 非常妙。 而且也不难, 人人都可以修学。 第三, 本祭, 本无生灭, 安有涅槃。 世尊为我们讲大菩提, 大涅槃, 是方便语, 因为众生有烦恼, 佛就说一个菩提, 从烦恼对面见一个菩提, 因为众生执着有生死, 所以佛就说一个涅槃, 涅槃是不生不灭, 没有生死。 如果我们觉悟了, 烦恼没有了, 跟诸位说, 菩提也没有了。 烦恼没有了, 还要有一个菩提, 菩提就又变成烦恼, 你就又有遗物。 我们生死没有了, 你还以为有个涅槃, 涅槃又变成生死。 它是相对建立的, 一边到了, 那一边就没有了, 这个一定要知道。 所以佛给我们说,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菩提, 涅槃是佛法, 法也要舍, 法也不是真的, 不可以执着, 用它来治病, 病好了, 药也不要了。 病好了, 那个人还吃药, 你想想看, 这个人是健康的人吗? 健康的人不要吃药, 吃药的人一定不健康, 健康的人不需要补, 天天吃补品的人, 这个人一定不健康。 怎样过得健康? 首先要修清净心, 清净心是健康真正的来源。 要知道心本来是清净的, 寂灭的, 清净寂灭。 第四, 无念, 若无有念, 则众生无, 得亦无。 这个念叫观念, 因为有念就有思想。 本经后半部讲四件, 我件, 人件, 众生件, 受者件, 那个件就是念头, 我们讲一件, 比前面讲的四项要维系很多, 像是显像。 相从哪里深的? 相从念头深的。 因此, 我, 人, 众生, 受者, 这个念头都没有, 念头没有了, 四项才真的没有了。 只要有念, 就有相在, 念没有了, 相就没有。 相虽然在, 不爱是,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要紧的是念头要离开。 念头没有了, 得失当然没有了。 念没有了, 相没有了, 哪里还会有得失? 一个人真正到没有得失心了, 你才会真正懂得佛法里面讲的解脱, 自在, 真自在。 有得有失决定不自在。 你心里头有牵挂, 有牵挂当然就有忧虑, 有忧虑当然就有烦恼, 就有痛苦, 这是一定的道理。 如果到念头没有的时候, 你就没有牵挂, 没有忧虑, 没有烦恼, 没有痛苦, 这才叫真正的乐, 离苦得乐, 那是真乐。 那个乐, 我们普通人没有法字体会, 没有法字想象, 为什么? 从来没有经验过, 不但这一生你没有经验过, 生生世世你都没有经验过, 所以你很难体会。 一定要做, 做了之后才晓得, 才知道。 第五, 平等,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平等真法界, 佛不度众生。 无量寿经, 上交给我们, 修行的三大纲领, 清静, 平等, 觉, 我们对待一切众生, 都要用平等心, 这是真修行。 有一些人在僧团里面, 看到这个僧团人太多, 意见太多, 就想办法赶快离开, 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去修, 也未尝不好。 实在讲, 他不会用功。 清静心在哪里修? 在染屋里头修清静。 平等在哪里修? 在极不平等里面修平等, 那是会修行的人。 会修行的人, 没有挑剔, 没有选择, 什么环境都好, 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没有一样不好, 无论什么人, 善人, 恶人都是善知识, 没有一个人不能和睦相处, 那才叫功夫到了家。 像诸佛菩萨, 哪个地方有感, 哪个地方就现身? 大家念过, 普门品, 普门品, 读诵的人很多, 观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印, 恶鬼里面求他, 他就现恶鬼身, 他不嫌弃他, 处身道念他就现处身身, 印以什么身的度, 他就现什么身。 我们要想学佛, 不在这上南下功夫, 不在这上南学习, 你怎么会成就? 一定要选择一个你自己认为理想的环境, 那哪里能修得成? 你想想看, 选择一个自己理想的环境, 你依然是严重的分别, 执着, 你的心不清净, 你的心不平等, 心要是清净, 平等, 哪个地方都一样。 我们凡夫住十法界, 观音菩萨, 诸佛如来现身在十法界里面, 他住的是一真法界。 我们跟观音菩萨平排坐在一起, 手拉着手, 他在一真法界, 我们在十法界, 怎么回事? 他心清净一念, 不深, 我们心里胡思乱想, 不一样。 我们要学的是学他的清净心, 学他的平等心, 学他的慈悲心, 学他能随缘, 这叫修行, 真修行。 所以这个地方, 古德交给我们常常观想, 原生, 同体, 本际, 无念, 平等, 常常想着这个。 一切时, 一切处, 六根皆处六成境界, 常常想这个理, 想这个事, 这叫做修观。 把我们的观念转变过来, 我们从前的观念是错误的, 这个观念才是正确的, 与事实真相相应。 我们以前的想法, 看法, 与事实真相不相应, 是错误的。 七, 总之, 性真实, 相虚望。 正真实性, 于一切境界, 不着相而归于自信, 乃未真实。 性真实, 性是能辩, 能生。 相虚望, 相是原生之法, 波动现象, 波动还是怨生。 正真实性, 于一切境界。 真实性在哪里? 就在一切境界之中。 离了乡, 哪去找性? 性相亦如, 性相不二, 你要正真实性, 就在乡上正。 你要正平等性, 在极不平等的境界里面去正, 你要正清静心, 在一切污染的境界里面去正清静心, 那才是成就, 那才是正德。 可见得清静处就在污染处, 平等处就在极不平等处, 亦不是二, 在这里面正得一, 就清静, 平等了。 离开这个境界, 你到哪里去修, 到哪里去正? 没地方修, 没地方正。 所以我们真正想修行, 想成佛, 找个什么道场? 就在你日常生活当中, 就是最好的道场, 没有改变你生活的方式, 没有改变你日常的工作, 你在这里面就得清静心, 得平等心, 得成正觉之心, 你就成了菩萨, 成了佛, 每一个行业都是佛菩萨。 不着香而归于自信, 乃未真实。 班若会上讲的主题, 总纲领, 总原则, 就是不能折香, 不能折香就是决定不能执着, 不分别, 不执着。 八, 观照纯熟, 当体即空。 其念则有, 若无余念, 一切皆无, 故知本来平等。 观照纯熟, 当体即空, 这是观照功夫得力了。 刚刚初学自然不得力, 这个境界或有或无, 有的时候提起, 想起来了, 再过一回而忘掉了, 这个情形初学的人总是不免, 功夫或断或续, 总是在这个境界里, 但是不要怕, 其步都一样, 我们现在是一样, 别人也是一样, 现代人如此, 古人也是一样, 即使是诸佛如来, 他们在英帝当初, 也跟我们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要常常提起, 怎么提起? 早晚课就很重要了, 早晚课养成一个习惯, 纵然有的时候忘掉了, 但是到这个时候, 它就会想起来。 早晚课, 实在讲就是养成一个提起观想的习惯, 重要是在这个地方。 功夫得力, 你烦恼妄想, 错误的想法看法少了, 逐渐逐渐我们的想法, 看法, 跟佛经上讲的趋向一致, 这是功夫得力的现象。 真正能够体会到万法皆空, 你心清静了, 这是从观照达到一个程度的效果, 叫照住, 照住就是得定。 你为什么会得定? 你有高度的智慧, 看到一切法, 像有体无, 在箱上你可以受用, 因为它体无, 你决定不执着它。 体是空的, 你执着它干什么? 这是有受用, 而没有副作用, 没有烦恼,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其念则有, 若无余念, 一切皆无, 故知本来平等, 一切法是因为有念, 它才有。 不但我们这个身体, 刚才我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 健康与你的念头有密切的关系, 完全成正比例。 在要是扩大, 我们依报的环境, 我们居住的环境, 居住的环境大则地球, 再大的我们今天讲太空, 太空许许多多的现象, 我们今天讲天文现象, 这一些现象与我们的念头也有密切的关系。 你不要以为这地球那么大, 太空更大, 与我根本就不相干, 你就错了, 我们起心动念那里头都会产生变化, 我们的念头不太强, 它的变化比较弱, 我们觉察不到, 决定有影响。 一个念头生, 一个念头灭, 实在讲影响的范围真的是尽虚空, 变法界。 如果没有影响那么大的范围, 你们想想看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距离我们这里十万亿佛国土, 我们这里动一个念头, 为什么它晓得? 就是因为我们念头的波, 像电波一样, 已经传达到尽虚空, 变法界, 所以它知道。 念头的生灭就是波动, 不生不灭那个波就不动。 不动是本体, 动是现象, 相跟体是亦不适而。 就像水跟波一样, 不动的时候, 我们叫它做水, 动的时候, 我们叫它做波浪, 问一问波跟水是亦还是尔。 不能说亦也不能说尔。 你要说尔, 它根本就是一, 波就是水, 水就是波, 你要说是一, 水是平的, 波是动的。 所以佛给我们讲真话, 是不一, 不二, 这绝对不是摩棱两可的话, 是讲的真相。 所以大家向这些事相上, 去观察, 去体会。 我们学佛的人, 大多数同修家里都供一个小佛堂, 佛堂里面可以不必烧香, 烧香当然很好, 不烧香也没关系, 可以不必供香花, 这些都可以不必供, 但是那一杯水一定要供。 供水是什么意思? 要供清水, 不要供茶, 供茶就错了, 水表清净心。 每天供这一杯水, 不是给佛菩萨喝的, 是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的心要像水一样的清净, 像水一样的平等, 就是代表着清净心, 平等心, 清净心, 平等心是佛心, 是真心, 提醒我们这个意思, 要明了, 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自己。 有很多人不知道, 供一杯水以为这是敬佛的, 给佛, 怕佛口渴, 自己一天到晚还是胡思乱想, 跟自己的心形毫不相关, 这就完全搞错了。 所以这是用这种方式提醒自己。 九, 真心妄心, 本来同体, 其心动念, 则全真成妄。 心开念习, 则全妄即真。 所谓除妄, 时无可除。 所谓降伏, 乃善巧转移, 大而化之而。 真心妄心, 本来同体, 这是我刚才讲的比喻, 真心就像水, 妄心就像波浪, 就这么一回事情, 妄心就是波动, 它是亦不是耳。 其心动念, 则全真成妄, 使法界依正庄严, 无量无边的法界, 就是你真心波动变成幻象。 心开念习, 则全妄即真, 心开是开悟了, 觉悟, 明了了, 不再迷惑, 念习是分别, 执着, 妄想没有了, 这个时候, 全妄即真。 那个妄在不在? 在, 在是真的, 样样都是真的, 晓得波就是水, 不要再去找水了。 虽然妄相在, 华严经, 上说得好, 理事无碍, 理事真, 事事妄, 真妄不相妨碍。 真妄不相妨碍, 那个妄相妨不妨碍。 也不妨碍, 事事无碍, 事跟事也没有妨碍了, 这真正的大自在。 我们今天是跟理有妨碍, 事跟事更是妨碍, 这是什么道理? 理没有透彻, 事实真相没有搞清楚, 所以才产生许多的误会, 造作一些冤枉的事情。 本来统统没有的, 我们要说本来可以避免, 这个话说的都太勉强了, 根本就没有的是,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 都是理没有搞清楚, 事实真相不明白, 不知道全妄即真。 所谓除妄, 实无可除, 佛法理常讲要断妄, 要求真, 这些话都是佛的方便话, 是佛对于初级同学所说的方便语。 这个讲法他好懂, 叫他断恶修善, 慢慢地把他这个境界提升。 对于老修行, 那就不是这样说法, 为什么? 这一种说法, 修法不能见性。 因为他分别, 执着没离开, 必须更进一步告诉他真实的, 因为妄就是真, 要是把妄除掉, 真也没有了。 波就是水, 波不要了, 水也没有了, 你要了解波就是水。 那要怎样见到水? 让那个波平息下来, 原来他就是的, 不可以去了波, 去的个水, 得不到的。 我们把妄断掉了, 灭掉了, 去找个真, 真也没有了, 哪有真? 真就在妄中。 所谓降服, 乃善巧转移, 大而化之耳, 这是大乘佛法, 我们常讲高度的智慧, 高度的善巧, 真正是善巧达到了极处。 心量越小, 波动就越大, 心要是拉宽, 波就拉平了, 再拉, 拉到大的时候, 自然波动就没有了, 这个法子很妙。 譬如, 我们看波动最大的瀑布, 瀑布都是很窄小的, 水流得很急, 它才有这个现象, 假如把扣拉宽, 它这个现象就没有了。 我们那个心也是如此。 心量越是窄小, 它的妄想, 分别, 执着就越严重, 波动就越严重, 心量越来越宽大, 波动的幅度就越来越减少。 大乘法用这个方法, 大而化之。 所以我们的心量要大, 起心动念不要想自己, 不要想家庭。 起心动念, 佛教给我们要学佛, 佛的心量心包太虚, 量周杀戒, 这就是大而化之, 带到无限大, 这才好。 所以起心动念, 我们都想到尽虚空, 便法戒一切众生。 佛要度一切众生, 适度尽虚空, 便法戒一切众生。 我皆令入无于涅槃而灭度之, 要生这样的心, 这个心是大心, 这个心量就把烦恼, 妄想转移了, 所以妄想, 分别, 执着不要断, 自然就没有了。 你真的要想去断它, 好困难, 断不掉。 你不断烦恼, 好像烦恼还不起作用, 越想断它越多, 越想断它好像它的力量越大, 这都是事实。 所以大乘法方法巧妙, 让我们心量扩大, 把它自自然然转变, 转烦恼为菩提, 转身死为涅槃, 转变了。 金刚经, 上, 实在讲就是给我们发明这个理论与方法。 十, 发大心便能化, 发广度无量无边之心, 久久观存, 不知不觉, 情直消敏矣。 十一, 发广度心, 大悲也。 观世无礼, 大智也。 悲智俱足, 福慧双修。 发广度心, 大悲也, 发广大心, 度一切众生, 这是大悲心, 大慈大悲。 怎么个度法? 这个地方诸位一定要知道, 就是要做一个好样子, 这就是度众生。 我做一个好的榜样, 给一切众生去看。 佛做样子给我们看, 每天这个生活, 这一持播, 入舍位大臣起时, 举一个例子, 样样都合规矩, 他做各样子给我们看。 我们今天学佛, 就是在这个社会上, 要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 众生不守法, 我们守法, 带头做样子, 众生不守规矩, 我们守规矩。 众生投机取巧, 自私自利, 我们带头做各好样子, 我们一切奉公守法, 认真去做利益一切众生之事, 能够舍己为人, 这是好样子。 在家庭, 做一个家庭的好样子, 在公司型号, 做一个公司型号的好样子, 无论你从事于某一个行业, 你在这个行业里做一个好样子。 整个社会大家都能这样做, 这个国家就是福国, 这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 这才是真正学佛, 这才叫学佛得到真实的受用, 真正的利益。 你以为利益在哪里? 学了佛, 佛菩萨保佑你赚大钱, 这是利益, 那就完全错了。 大钱赚到了, 还是你命里头有的, 命里头没有的, 佛菩萨也不能够帮助你。 所以念念想给一切众生做好样子, 这就是诸佛菩萨度众生。 度的意思, 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就晓得我应该怎么学了。 在学校念书, 我做一个好学生, 功课好, 品性好, 身体好, 好学生, 那就是菩萨。 做一切同学的榜样, 那个学生叫菩萨学生。 佛法要这样学法, 学了马上就有用处。 观识无理, 大智也, 观世观照, 观照一切现象都是因缘身法, 当体即空, 本来无有, 这个观法就见到真性。 从相上见到性, 这就是智慧, 大智慧, 也是禅宗里面所讲的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性是什么? 性就是理, 万事万物的本体。 从相上, 要能见到性。 为什么一定要见性? 因为你见到性, 你才会不执着, 自自然然你就会做到无助, 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住魔所住。 世尊表现的是住魔所住, 我们也能像佛一样住魔所住, 怎么会不自在? 所以要有大智, 有大悲, 才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你自己才甘心情愿, 认为这是我应该的, 我做个好样子是应该的, 没有条件的, 我应该要这么做。 不是做一个好样子, 人家会赞叹我, 人家会供养我, 里面有很多名利可收, 就错了, 不是的, 那个心也不清净了, 也不平等了。 装模作样, 骗自己, 骗众生, 那就有罪业了。 这是没有任何条件, 我应该要这样做。 悲至具足, 福慧双修, 大至大悲, 实在说大至大悲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 虽具足, 可是我们就远截来, 把自己的自信迷失了, 悲与智这个信德不能现前。 所以今天一定要用修德, 把我们的信德再恢复, 这个做法就是恢复信德的方法。 这个方法非常巧妙, 也非常有效果, 这是真实福慧双修, 有智慧, 有福德。 但是福德, 但是福德, 世尊在本经里面叫菩萨, 菩萨广修福德而不祝福德, 这个话很有道理。 世尊所示现的, 他不祝福德。 佛的果报一正庄严, 那还得了。 他不祝, 他是现在我们人间, 跟我们一样受苦受难, 天天去脱拨, 不受。 不受才叫真清静, 那个心真清静, 真平等, 真慈悲。 其实那个受, 是我们凡夫的一个错误观念, 我们凡夫认为有福应该知道想福, 有福都不晓得想, 好像看那个人是傻瓜, 白痴。 其实有福不晓, 他是在真正想福, 我们凡夫不知道, 真想福。 说实在话, 有福他在想福, 那不是想福, 受罪。 不想才是真正想福, 这个很少人能体会得到。 我们看到佛菩萨那么样的自由自在, 游戏人间, 游戏六道, 那是真正在想福。 所以不受福报, 高明极了。 这叫福会双修, 福会巨足。 十二, 立志坚强, 勿生怯弱。 看破放下, 求生净土, 即此便是详助。 立志坚强, 勿生怯弱, 坚强的志愿是从学问里面生出来的, 没有高深广大的学问, 坚强的志愿很难理。 哪一个不想立志坚强? 为什么我们这个愿力就没有办法? 原因就是我们对于事实真相知道的太少, 我们的智慧学问不足, 常常产生自卑感, 很容易退师菩提心, 很容易退转, 道理在此地。 看破放下, 求生净土, 即此便是详助, 这几句话, 特别是在我们现代这个时代。 立志坚强, 我们要立什么志? 成佛之志, 广度众生之志, 要立这个志。 换句话说, 我们真正想做佛, 做菩萨, 什么时候做? 现在就做。 现在做的那个佛菩萨, 跟诸位说不是真的佛菩萨, 什么佛菩萨? 相似。 天台嘉讲六集, 相似集。 我们照佛菩萨那个模样来学习, 就是我在此的一再跟诸位同修强调的, 便述说多了, 你的印象深不会忘记。 做佛, 做菩萨, 就是做好人, 做好榜样, 这是真话。 但是我们并不以此为满足, 以此为满足了, 你今天做一身好人好事, 来生不过的人天福报而已, 不能出三界, 不究竟。 所以眼光要放大, 那就是一定要在这一身求生净土,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世界是一真法界, 我们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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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没有两样,真的可以在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居住的所在是现好榜样,这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应以什么生的度,就现什么生,你才真的的大自在。 做好样子的心决定不能退,求生净土这个愿决定不能退。 这一条主要是交给我们这个。 一定要看破,一定要放下。 看破,放下,小而言之,对于自私自立这一个念头要看破,自私自立的做法要放下。 大而言之,对于身心世界要看破,要放下,我们才能够的生净土。 对于这个世界有一丝毫留恋,就不能往生。 所以,身心世界要放下。 你这样做法,与,金刚经,上的宗旨,自自然然就相应。 金刚经,问的怎样降伏其心,应云合著,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把心注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地方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自自然然就降伏了。 十三,真心不现,全有妄障。 妄不除境,而曰安注如如之真,即此一念,依然是妄想。 金云,因明照身所,所立照姓王。 又曰,知见立之,是无名本。 所以古得云,但求希望,莫更密真。 但尽烦情,别无甚解。 金又云,狂心不歇,歇吉菩提。 真心不现,我们说的具体一点,清静心,平等心不能现前,清静,平等就是真心。 全有妄障,妄就是妄想。 世尊在,华言经,上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正的。 说明毛病就是出在妄想,执着,妄想不断地在发展,在增长,就变成所知障,执着也是不断在发展,不断在增长,变成烦恼障,这是佛法讲的二障。 二障从哪里来的? 就是妄想,执着而来的。 妄想,执着是一切障的根源。 妄不除尽,而约安住如如之真,即此一念,依然是妄想,可见得妄难除,真心难现前,不是容易事情。 我们要认真,要努力,要把这一桩事情,真正当作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除此之外,小事,这才是我们终身大事,决定不能够疏忽了。 妄不除尽,这个地方讲的妄是指剑丝烦恼,承杀烦恼。 剑丝,承杀要断尽,然后再破一品无名,就剑一分法身,这个时候才,安住如如之真,我们对于这种人,称他为法身大事。 他才安住如如如之真,也就是破一品无名,正义分法身。 由此可知,此的讲的妄要除尽,着重在剑丝,在沉沙。 没有到这个境界,我们想安住如如之真,这一念还是一个妄想。 这些道理,这些话,在讲习当中不断地在重负,不断地在提醒,其目的要我们时时刻刻不能忘记,不能够疏忽,我们用功才如法,才有一个入处,入门的处所,入处必须把障碍都排除。 譬如前面我跟大家提到念佛,念佛老实念下去就好,就如法。 要是常常挂念着,我念了好久还没的一心,几时的一心,这在打妄想。 念佛最忌讳的就是夹杂,你念佛里头还夹杂一个什么时候的一心,你这个功夫就破坏了。 老实念,根本就不要问,自自然然就的一心。 如果有一个的一心的念头,横在那个地方,你念一身的佛,都不会的一心,障碍障在这个地方,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 经云,这是,冷言经,上说的,佛跟我们讲的。 英明照身所,所立照姓王,前面这一句是般若智慧的观照,没错。 身是讲一切万物之身起,身起的那个所在,所在是一真法界,是真如本性。 英明照身所,明就是般若智慧,这一句就是禅家讲的明心见性,身所就是性,明心见性。 所立,照姓就没有了。 如果在所上要有所立,这个立就是前面讲得住。 立是什么? 分别,执着,般若智慧就没有了。 由此可知,我们本有的般若智慧之所以不能现前,就是我们有力。 不少同学应该听说佛门有一句话,佛是门中,义法不立。 义法不立,立义法那就,所立照姓王,佛是门中,义法不立。 又说佛是门中,义法不舍。 义法不立就是本经所讲的,应魔所著,义法不舍,就是说,而生其心。 所以很多句子,你合起来看,那个意思就很明显,可以互相拿来做注解。 佛的意思你就会明了,愿解如来真实意,这真正是开智慧。 冷言经,云,知见力知,是无明本,也有不少同修,常常有个疑问放在心上。 佛法里面讲,无明不觉身三系,境界未原长六粗,这是讲实法界的发展,演变,这两句话说得很清楚,最初的原因是无明。 无明从哪里来? 这是大问题。 释迦牟尼佛在世,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可见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一个人有,很多人有。 妇罗那尊者在冷言会上,听释迦牟尼佛讲经,就产生这个疑问,向释迦牟尼佛请教,无明最初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无明? 佛就是这样答复他的,知见力知,是无明本。 坏就坏在力字,知见没有问题,知见是佛知佛见,真实智慧,真实智慧里头你要力,那就是无明。 跟前面那个锁力,都在这个力。 力,你要见力,这就坏了。 你这一见力就不是自然的了,就不是本来面目,这个东西就是祸根,就是无明的根本,那叫根本无明。 这一个力发展到今天,那个现象是什么? 我想怎样怎样怎样,我要怎样怎样,我以为怎样怎样,这势力发展得很粗。 你要这样,他要那样,两个人合不来就打架,打得头破血流,最后还是一场空。 你说冤枉不冤枉,人与人的冲突,国家与国家的冲突,将来是星球与星球的冲突,从哪来的? 就是每一个人力的不一样。 本来没有力,为什么要力? 两个国家打仗,为什么打仗? 他因为力了一个边界,那个地方就麻烦了。 本来这个地球上没有边界,硬要在那里力各边界,麻烦就出在那个地方。 无论大事,无论小事,所有一切的并根,都在这个力字上。 诸位细细去想这个经文,去观照这个经文,常常念,知见力知,是无明本,念个几百遍,念个几千遍, 去体会这个意思,你渐渐就明白了。 然后才知道我们要怎样与一切人没有冲突,与一切众生没有冲突,与实法界一正庄严没有冲突, 就是我不力了,你力没有关系,我不力,自然就没有冲突。 冲突是双方面的,一方面要真,一方面让,哪有冲突? 没有冲突。 一方面有,一方面无,都没有冲突。 佛知道这个道理,佛晓得事实真相,我们学佛要在这个地方学。 果然学会了,一切人,一切处,一切事,没有一样不美好,都好。 你在看,都生欢喜心,那个时候才真叫法喜充满。 纵然到阿比地狱也法喜充满。 你真得受用,真正开智慧。 古德云,但求希望,莫更密真,这是古大德交给我们, 我们只一味在希望这上面下功夫,不要再去求真,为什么? 望就是真,望熄了,它就是真。 望,像水一样的拨,拨在那里动,拨熄了,就是水,还要求水干什么? 不要再去找水了,它熄下来的时候就是。 但尽烦情,别无甚解,不要去天天想着,我要成佛,成阿罗汉,成菩萨, 你这个是妄想,妄念,哪有佛菩萨,哪有阿罗汉,没有。 诸佛,菩萨,罗汉跟我们人差别在哪里? 我们人有妄想,他没有妄想。 你的见思烦恼没有了,这个妄想没有了,就叫你做阿罗汉。 尘沙无名破了几分,就叫你做菩萨。 无名统统断境,就叫你做佛。 除这个之外,到哪里还去找一个什么佛,菩萨,罗汉,没有。 真的。 但尽烦情,别无甚解,你要试想,一定有个什么秘密,有个奥秘,我要去得到它,你成天在打妄想。 正如同有许多同修看到我说,法师。 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一定有什么秘密。 要我传授秘密给它。 如果我要动个坏念头的话,传秘密给你,可以。 要多少多少钱,我才传给你,你一定会把钱送给我,是吧? 我传给你还是欺骗你的,哪有秘密,没有秘密。 真的要是说有秘密,都是骗人的。 佛法是大慈大悲,佛法里头还有秘密,那佛哪里叫慈悲? 佛还有什么清净? 说老实话,秘密就是不可告人的事情,不可告人一定不是好事情,好事情哪有不可告人的。 你明白这个道理,凡是人家说有什么秘密,你就不要跟他学,那个一定会上当的,佛法里头没有秘密。 佛法里面有个宗派叫秘宗,那个秘不是秘密,深秘。 它的道理很深,初学的人很难理解,所以它叫深秘,而不是秘密。 佛法里头绝对没有秘密。 佛的心清净正大光明,没有一桩事情不可以告诉人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经云,狂心不歇,歇吉菩提,这也是,冷言经,上所讲的。 狂心就是妄想,就是妄念。 妄念不歇,妄念很多,这就叫凡夫。 如果这个妄想没有了,歇了,那就叫菩提。 可见得狂心跟菩提是一不是二,狂心是波,菩提是水,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 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 因此,真正修行用功在哪里? 我们修真就在妄处。 我们修清净心就在染污处,我们修平等心就在极不平境界之处,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修慈悲心,就在一切没有慈悲心之处,在这里头修。 撇开这些境界,你到哪里修? 没有。 没有真。 真在妄处,觉在迷处,正在邪处,静在染处。 这是真的智慧,这是教我们真正用功的方法,真正的受用之处,是在此的,不可以错毁了意思。 大臣经典,世尊这样的开示很多很多,虽然言语不相同,名相用的不一样,只去没有两样。 在,金刚经,里面,应摩锁住,而生其心,应身摩锁住心,而行不失,都是这个意思。 所以古人多读大臣经能开智慧,多读是什么? 经与经当中会互相来注解,不需要用其他的解释,以经解经。 看多了,你就明白,会通了,圆融贯通。 民国初年丁福宝居士,这是在家学佛当中的一位大德,他对于佛教贡献很多。 他也编了不少注解都叫做浅注。 他所用的方法,都是用经文注解经文,他已经注经,不用自己的意思, 都是引用这个经上怎么说的,那个经上怎么说的,这个祖师怎么说的,那个大德怎么说的,没有用自己一点意思。 以经注经,这是一种注解的方法。 但是初学的人,一定要晓得,首先要一门深入,一定要在一部经上奠定深厚的基础,然后你阅读大臣,才能够触类旁通。 如果你没有基础的话,你看多了,越看越乱。 它不能够会通,越看越乱,越看信心越没有了。 佛在这个经上是这个说法,那个经上是那个说法,到底哪个说法对。 一会儿他讲这个是空的,一会儿他讲是有的,到底是空,是有。 反而怀疑释迦牟尼佛说话没有一定的,那就坏了,你就完全错会了佛的意思。 所以一定要在一部经上是奠定深厚的基础,然后看一些经,有受用,拟畜类贯通,不会错解佛的意思。 现代一般学佛,确实都没有在一部经上下死功夫,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比不上古人,就连民国初年这些出家,在家的大德,我们都比不上。 江卫农居士,丁福宝居士,为什么人家能成就? 人家的基础非常深厚,有儒家深厚的底子,又有佛法深厚的基础,所以他们能成就。 这个基础都是从背诵下手的,要是不肯背书,你要把根扎稳,很难很难。 现在人都不喜欢背书,不喜欢读书,这个很糟糕,他不晓得背书的好处。 我们佛门,我只在香港看到一位老法师,他叫学生还用老办法。 我看了之后很佩服,我特地去礼作。 海人老和尚,他是198欧年往生的,我去看他的时候,他95岁,第二年他就往生了。 他在香港号称首冷言王,因为他是专门学,冷言,专门讲,冷言。 因为我那个时候到香港,他们也请我去讲,冷言经。 我事后学,去参访老法师。 老法师只有六个学生,这六个学生不但要背,冷言经,还要背注解,经跟注解都要能背得很熟,他才收你做学生。 这个门槛很高,所以只有六个学生,但是真有成就。 佛法教学一定要这样,才能扎根。 在过去有佛学院请我教书,我不敢去,因为我也受老师的影响。 介绍我佛法的方东美先生,那是个好老师。 方先生常常跟我讲,他在台湾大学教书,混日子,他说误人子弟。 那样的学者,真是道德学问都是令人佩服的,还说误人子弟,实在讲,他并不误人子弟,学生不肯听,学生不肯接受教导,我们听了之后很感动。 如果教导学生,学生不能真正的利益,不能开悟,怎么对得起学生。 学生不听话,我就只好不叫,退出了。 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 讲到此地。 探索到此地。 探索到此地。 访问来讲到此地。 这期访问是什么这些话题。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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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关记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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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